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这些问题当你去自己读了内经以后 你会知道一二 为了满足我们更多学员的需求 从今天开始 皇帝内经的通俗版的讲座开讲了 在整个内经的讲座当中 我们将给大家分为三大块的内容来讲述 第一块内容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 学习皇帝内经之前 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大家必须搞清楚 分为五讲 来阐释 为什么要学习皇帝内经 这两讲内容我们讲从一个宏观的角度 整体的角度 来告知同志们 皇帝内经到底给我们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为什么我们把皇帝内经奉若经典 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迄今为止 中医学当中地位最高的经典智主 为什么我们说它建立的医学末世 是所有的医学末世 至今没有超越的 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讲 学完一部皇帝内经 小则之人 大则治国 修身 齐甲 凭天下 那么同时在这部分内容当中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正本清源的一部分内容 看似很简单 其实错误百出 比如说素问是不是皇帝和吉博等人平时的问答 比如说灵鼠是不是讲的神灵之鼠药 这些问题必须交代清楚 这是在五个常识性的知识当中 要给大家讲清楚的 即从宏观的角度上讲 又从某一个字词上 给大家来缠明 正本清源 第二部分内容 讲重点的 给大家来讲述养生 在养生当中 准备分为两大块 一大块 那么也就是说 在学习养生的方法的时候 首先 缠道 缠道 为什么要养生 皇帝内经当中 是如何判定一个人 可以长寿 一个人的寿命比较短的 好像有点看相的意思 因为内经当中 讲得很清楚 五官 这 五脏 只悦 五官讲的是谁 五官讲的是五脏 有什么样的脏 这个脏的功能如何 那么在他的五官上 一定能够看明白 所以有一个词 大家都清楚 说这个人 以赴善相 这个人以赴福相 所以你看人家那个女人 叫做望福相 天庭饱满 地各方圆 内经里边是怎么讲的 比如说 内经当中 把我们人的一生 是如何划分时间段的 在某一个时间段 是谁主管着 明白了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也就明白了 在某一个年龄段 我们应该着重的去调养谁 再比如说 我们人的寿命 是由谁主宰的 五脏六腑 十二官 在我们整个的人体当中 谁主管着我们生命 那么我们在养生的过程当中 当然就要着重的去顾护它 这部分内容叫做道 准备用五讲的时间 给他讲完 除了道以外 就讲书 书当然讲的是养生的具体的方法 比如说 如何顺应自然 如何辟邪期 如何调养情质 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如何去顾护我们的形体 又应该如何调养我们人体的心理 当我们做到了形神 供养的时候 那就达到了人生养生的最高境界 上古天真当中讲得很清楚 指其道者 法语阴阳 何语数数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尽重其天年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完成上天富裕的我们的寿命 不知其道的 不懂得养生的道理的人 那就年过半百而衰 这是整个养生当中要给大家讲到的 那么这部分内容大约需要讲近二十讲的时间 那么第三部分内容 那就是具体的取讲 比如说从哲学上 从藏相上 从经济学谨液上 从病因上 从病机上 从智泽智法上 等等等等东西 去阐释的是 皇帝内经162篇文章当中的重要条文 也许在某一篇文章当中 我们选择了一条条文 也许从某一篇文章当中 我们选择了好几个 好几句条文 我们讲结合临床 结合养生 来阐释 来阐释条文的内涵 和条文的具体的运用 比如说 有这么一句话 说阳气热若天与日 失其所 折授而不张 什么意思啊 那就说的是 我们人体的阳气 像什么样呢 像自然界当中的太阳一样 那么当阳气亏虚的时候 生命将会出现不彰显 不彰显了 那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是什么呀 说这个人就成了个病秧子了 生命的质量 这讲的是生命的质量会下降 那么再严重的时候 那就会折授 折授了 那就是生命的数量会下降 那么这句条文 我们不仅仅要结合养生 还要结合临床上的一些病症 因为阳气在人体有多重要 柔则养精 静则养神 神精不精 我们每天在讲说 这个人特别精神 神很精 谁在养的阳气 那为什么那个人每天蔫蔫的 那么再比如说 有些人这个肢体的运动 非常的柔软 非常的灵活 那为什么有些人这个肢体 比较僵硬 阳气 再比如说 内经当中还有一条条文 说青阳出上桥 着阴走下桥 青阳之气往上走 着阴之气往下走 这是一句很经典的条文 那么这句条文 我们也要结合临床 也要结合养生 来给大家去尝试 比如说 有些人纵使出现了耳鸣 耳聋 事物不清 嗅觉不灵 谁出问题了 为什么有些人出现了过敏性的鼻炎 难道就是个过敏源吗 当我们脱离开这个过敏源的时候 是不是它就不过敏了呢 可能不是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结合 内经当中 为我们所确立的 生物 心理 社会 时间 生态 等等 等等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医学模式 给大家来讲解 为什么过敏性鼻炎 胆纯的实用 抗过敏的药物 不行 是不是由于过敏源侵犯体了 你发生了过敏 为什么 同样是这个东西 你就过敏了 而人家就不敏感呢 其实还是由于我们自身内环境的改变 那么我们的内环境在哪改变了 为什么表现在鼻子上 因为清阳之气不能上升 不能上荣与清俏 导致了清俏 不清 而引起的 所以后面的很多条文 我们都会结合临床和养生 给大家来分析 争取做到每一个条文在内经当中有出处 在同志们使用起来 有临床的指导意义和养生的指导意义 这是我们在整个皇帝内经一系列的讲座当中 不求多 只求清晰 明了 实用的一种讲法 一定要走出什么 走出误区正本清源 学习点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内经 内经当中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医学道理 别列齐 整体的内容讲下来 最起码有100讲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白讲吧 也可以把它叫做白讲内经 也可以 不能叫白讲内经 就白白的讲了 感觉就叫个内经白讲吧 希望能够给大家在整体的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层面上 把大家更拔高一步 因为不学经典 不做临床 学历东西再多 没有读过经典 没有读过经典 你是当不了医生的 当医生的前提 必须输读经典 所以我给我的学生在讲课的时候 我说经典应该怎么读啊 经典应该更多 临床应该怎么做呀 临床应该 请求 叫做更多经典 请求临床 结果就是一个什么 大义 我不需要我们所有的学员都成为大义 我只希望大家学明白什么才叫做内经 皇帝内经真正的在告诉我们什么 因为 说白了 有些话我不好说 讲内经的太多 猎奇的太多 胡说八道的太多 什么叫做内经 什么叫做真正的内经 这是我要向你讲述的内容 好了 从明天开始 我们将进入到第一部分当中去 首先告诉大家 皇帝内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 或者说皇帝内经到底给我们讲了些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讲从医学的层面和人文科学的层面 具体给大家进行分享 好了 前言也等于引子 就给大家聊到这儿 希望 内经白讲 能够让你畅游在祖国医学的大海之中 去不老 他当中的宝藏 谢谢 同志们好 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将进入到皇帝内经的殿堂当中去 一并去寻找医学的真谛 首先大家要搞清楚的是 皇帝内经是怎么样一本书 你是必须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所以我们这节课的题目叫什么 就叫做 《皇帝内经》是怎么样的 是怎么样的一本书 四个层面上给大家来做解释 首先大家必须清楚 皇帝内经 它是我国 搞清楚 是我国 而且还是什么 是现存最早的 也是迄今为止 必为最高的中医理论的经典剧众 大家来看这里边的问题 现存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从目前我们从史料里边来找 最早的医学著作 就是皇帝内经 当然为什么我们用了一个现存 那就说 因为我们古代的很多书后边遗失掉了 遗失掉了 遗失掉了 找不见了 皇帝内经保存下来了 所以我们现存的最早的医学典剧 而且还是什么呢 是迄今为止 它在医学方面的地位是最高的 研究什么呢 研究中医理论的经典剧诸 所以这几个词 给予了皇帝内经 一点不过分 而且恰如其分 大家说 给的评价够高了 甚至有人说 你是不是给的这个评价太高了 一点不高 恰如其分 为什么这样来讲 我讲的第二句话就是 因为皇帝内经 他是我国的古人 对人类健康事业和世界医学 做出的伟大的贡献 再给予他一个词 叫做伟大的贡献 给谁的伟大的贡献呢 给的是世界医学史 还给的是谁 人类的健康事业 有人在这样讲 说没有中医 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反应和昌盛 返回来 没有皇帝内经 那就没有中医 所以皇帝内经 他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和人类的繁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大家都知道全球最大的城市是我国的 全球最早的人口最多的城市已是我们的 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 为什么我们能够有了全球最大的城市 为什么我们能够有了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 必须是有医学保驾护航的 而他的保驾护航是谁 中医学 而中医学的老祖宗是谁 皇帝内经 给了他这么大的评价 还是个恰如其分 我待会儿再详实的告诉你理由 我要讲的第三个 是皇帝内经 他呢 他是我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 优秀的结晶 而且是一个什么 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他不仅仅是传承的是医学 他还传承了什么 还传承了我们的传统文化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 他把优秀的部分 给传载下来了 他也是研究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 后边我也会给您讲到的 我们要讲到的第四个话题是 皇帝内经 他传载了 什么时代呢 汉朝以前 汉朝以前的什么东西啊 他传载了 他传载了汉朝以前 人们运用传统的哲学思想 以及汉朝以前的思维方法 还有着什么呢 汉朝以前人们已经掌握的天文 礼法 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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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 数学 以及当时人们已经熟悉的社会学 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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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着什么 伦理学 等等等等 用这些东西来干什么呢 解释 解释 人类的 生命本源 缠释 人类 生命的规律 是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百科 全书 这是我给皇帝内经这本书 下的四个结论 评价够高了 当然每一个结论都有着我的佐证 也正是由于皇帝内经他的位置这么高 他是我们的古人对我们对世界医学的伟大贡献 又是对我们人类健康事业所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同时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结晶 还是什么了 传载了汉朝以前的这么多的内容 而且用这么多的内容来蝉饰生命的本质 蝉饰生命的本源 蝉饰人类生命的奥秘的 所以这本书我们必须认真的去学习 好了同志们 这四大条条 大家熟悉了 那么为什么我来说这四大条 它的佐证在哪里 一步一步来解释 它是最早的地位最高的经典巨著 这个我在今儿不说了 其实后边一说大家也就明白了 在后边的内容当中 我还会去讲到的 为什么说它是中国古人 对人类医学史和人类健康的伟大贡献 这样来看 一说到中医学 大家可能经常会想到一个词 把它叫做四大经典 那么四大经典是什么 四大经典排在首位的是皇帝内经 第二位叫做伤寒杂兵论 第三部叫做难经 第四一部叫做神龙门草经 皇帝内经和难经奠定了中医的理论 伤寒论是张仲颖先生把中医的理论和临床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 神龙本草经讲的是药学 四大经典著作 后边的三部 一部难经一部伤寒论一部神龙本草经 这三本书从成书上来讲 它比皇帝内经都完 其二一个呢 这三本书的理论的渊源 都是皇帝内经 也就是说伤寒杂兵论 难经和神龙本草经 它传承了皇帝内经的理论基础和理论的思想 我们可以说 它只是皇帝内经思想的一个什么 传承着 所以在四大经典当中 皇帝内经当之无愧为首 这是原因之一 那么谈到了伤寒杂兵论 大家就应该明白 有一个人叫做张基 也把他叫做张仲颈 张基张仲颈 写了一本书叫做伤寒杂兵论 被后世誉为一方之祖 也誉为以生 这个人太伟大了 学中医的人都知道 其实是中华民族的议员 你都应该知道 张仲颈是谁 那么张仲颈在他的伤寒杂兵论的序当中 明确告诉了我们 他是在研习了皇帝内经以后 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 而写出了这么一本不秀的著作 所以张仲颈的学术思想在哪里 他的学术思想的渊源还在皇帝内经 好多同志可能喜欢针灸 一说到针灸有一个名字 你不能不知道 这个人叫做黄富敏 黄富敏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针灸假以经 针灸假以经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奠定了针灸理论体系的具处 所以大凡搞针灸的人从哪开始学起 先从皇帝内经下来就学黄富敏的针灸假以经 而黄富敏在他针灸假以经序当中 也明确的告诉了我们 他是在研习了皇帝内经的素问真经以后 才写出来的这本书 当然皇帝内经的真经 真法的真 经典的经 真经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什么 灵蜀经 还有一个人大家肯定也知道 那就进入了什么了 进入到唐朝以后 有一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做孙思淼 孙思淼活了140多岁 官方记载104岁 孙思淼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 叫做《贝极千金药方》 在他贝极千金药方的首篇 孙思淼先生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 说欲为大义者必须知案 必须知案 素问 真经 假义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想成为大义 那么你就什么 必须知案 案就是熟悉明白吗 明白熟悉什么了 素问 真经 假义 假义就讲的是真究假义经 所以你看他首先让你学什么 首先让你学素问 然后学什么 真经 真经就是灵数经 再学什么 再学真究假义经 所以孙思淼告诉了我们很清楚 他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名义 是因为他学习了皇帝内经吗 对吧 这是到唐朝了 然后从唐朝开始 从唐朝开始 历代的名义 历代的大家 都是现学皇帝内经开始的 所以皇帝内经成什么了 成了学义学人的教材了 要向成为医生 首先学皇帝内经 所以你看 从经典开始 到张仲景 到皇帝密 再到孙思淼 再到唐朝以后的 历代的名家 都是学习皇帝内经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用三句话来概括 整个一部雄伟壮阔的中华医学史 无处没有皇帝内经的烙印 第二句话我告诉大家的是 一彩分成的 学书流派 医学大家 莫不是以皇帝内经为其理论渊源 众多医家 没有一个人不是认证研习 皇帝内经开始 才成为一代大家的 所以我们说 皇帝内经是我们的古人 对世界医学史和人类健康 做出的伟大的贡献 我认为我说的高度还不够 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了 来再看第三句话 说皇帝内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优秀结晶 也是他的一个什么 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我这样讲 我想从一个方面 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同志们都知道 文字 我们写在板上的每一个字 都叫文字 文字 是知识的载体 作为皇帝内经 它是什么呢 它是医学的百科全书 所以皇帝内经 它传载的是汉朝以前的 是不是 汉朝以前的 那么也就是说用的是什么 用你汉朝以前的文字来记载的 它是个医学的经典著作 当然了 有人在讲了说 医学的文字记载和我们的文化的文字记载 还有着一定的区别 是的 但是医学的文字记载一定脱离不开 它当时的文化大背景 它既有着文化文字记载的共性 又有了医学记载的特殊性 一部皇帝内经当中 一共用了2268个汉字 2268的汉字构成了宏伟的一部剧著 当然注意了 不是说这本书里边一共2286个汉字 而是用了这么多汉字 而这个汉字可能用了十遍 这个汉字可能用了二十遍 比如说在一部皇帝内经当中 竟用到这个词就用了269次 那么269次我们只能算一个字吗 所以一共用了多少字 2268个汉字 所以这每一个汉字它是什么意思 在什么部位是什么样的意思 这样我们要把每一个汉字都搞清楚了 那么对汉朝以前 它的文字的使用 它的文字的演变 以及当时的文化大背景 我们可能就会做到心中有书 所以我们说 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的结晶 也是它一个什么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在后边我们的课程当中 部分句子当中 我一定会告诉你 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皇帝内经当中 同样的一个字出现在不同的位置上 出现在不同的篇章里边 出现在同一篇文章的不同位置上的时候 它的意思都不一样 所以皇帝内经自己是读不懂的 我的好多学员问 说老师我们想读皇帝内经 你给我推荐一本书 我自己看能不能自己学 我说你千万不干自己学 他说为什么呀 我说怕你走火入魔了 真正的皇帝内经是不可以自学的 一定是有着老师去引领的 二百六十次论道 讲的都一样吗 真的不一样 同样的一个字 有好多种意思 第四一句话 我们讲说他传载了汉朝以前 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思维方法 而且还运用了当时人们已经掌握的天文理法气象等等等等的这些知识 来探索人类的奥秘 研究人类生命的本质 来揭示人类生命的本源的 所以把它叫做百科全书 那么一部皇帝内经里边讲了些什么内容 一部皇帝内经里边 首先讲到了哲学 他讲到哲学 大家可能都知道说阴阳学说 五星学说 元气论 我们也把它叫做经济学说 他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 他站在了大宇宙的角度上 站在了一个很高的宏观的角度上 来看待人 和我们今天的医学末世是完全不相同的 其二一个 他研究什么 他研究了人本身 研究了人本身的什么 生理 比如说他讲了藏相 他讲了经济学谨液 他讲了病因病激智法等等 所以我们人体的生理病理 他讲得非常清楚 其三一步 能够今天涵干到所有的医学分科的领域当中 他都给你讲到了内外肤耳科 讲到了很多种疾病 这些疾病如何诊断 这些疾病如何命名 这些疾病如何治疗 当然这些疾病有什么样的症状 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他讲的已是非常清楚 更重要的是 他不仅仅传递了一个生物体的人 他把我们人放到哪里去了 放到社会当中去了 他的医学末世是非常高的 他的医学末世是生物 社会伦理等等 他比我们今天的医学末世还要占得高 运用了什么东西 运用了天文的 理法的 气象的 物侯的 地理的 数学的 乃至社会学 心理学和伦理学等等方面 站在这些层面上来论述我们一个简简单单的人 所以恰是黄帝内经他研究人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才构成了我们今天一部什么呀 具有着特色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 而中国理论 中国医学的理论体系 它是站在宏观的角度上去看人来 所以每一个学习中医的人 或者说凡是熟悉中医的人都知道 说中医学讲究的是整体观 中医学讲究的是辩证观 难得仅仅是讲了这两观吗 很显然不是 那么什么叫做整体观呀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是整体的 所以我们讲它是什么 它是一部医学的百科全书 那么也正是由于黄帝内经 它的重要性如此之巨 所以我们给他下了一个结论 叫做未知 我的地位是最高的 因此大凡学中医的人 大凡想了解中医的人 都必须抽出点时间来 去熟悉黄帝内经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讲 黄帝内经的根本的初衷 试图带领大家 把一部非常深奥的黄帝内经 如何更通俗的 如何更简单的 如何更形象明了的 把它理解了 好了同志们 这一节课 讲的时间有点多 因为它的信息量比较大 大家记住这么几句话 那就知道了黄帝内经 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下一节课 我们将具体的给大家来试明 为什么黄帝内经叫黄帝 叫内 叫做经 为什么取了这么几个字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 同志们好 上一节课给大家谈到了 黄帝内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 这一节课 承接前边 进一步的来认识黄帝内经 怎么样来认识黄帝内经 来看一看 这本书为什么它叫做黄帝内经 他这本书的署名的示意 也就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中国人都喜欢取名字 说这个人叫张三 为什么叫张三 姓张嘛 排行老三嘛 说这个人为什么叫石头 说这个娃是个家里边第一个男孩 为了好样起个不好听的名字 所以为什么这个面 叫做谁谁家的什么面 因为人家正宗 人家是地道 中国人最讲究的是地道 包括我们中医里边 是不是都不都讲 道地药材 道地药材 还在讲说人家是什么糖 人家传承了多少年 老字号 黄帝内经是最早的老字号 他为什么叫黄帝内经 一个词 一个词的来阐释 首先说 黄帝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叫黄帝内经 而黄帝 传说黄帝 它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十足 发明了架子车 就是我们今天推的我车车 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 所以把它叫玄元师 所以这些年来 每年在陕西的黄帝陵 都有着祭祖的活动 那么河南呢 也在搞祭祖的活动 祭谁 祭黄帝 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十足 那么这本书叫黄帝内经 是不是黄帝所写的呢 明确的告诉大家 不是 可以这样讲 和黄帝一分钱的关系也没有 那么为什么要用黄帝的名字呢 这个 从研究上我们发现 在汉朝的时候 学书界有一种脱骨之风 啥叫脱骨啊 比如说我张继鸣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医的人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黄帝内经的人 大家谁都不认识我 我现在写了一本书 有关黄帝内经的研究 那么我把我这本书给了大家 或者放到书店里边去卖 大家可能不卖 为什么 因为你不认识我呀 你还不知道这个人是个干啥的呀 那么怎么样把我这本书卖出去 前提是我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 怎么把它卖出去 让你们大家都接受我 那么我找了一个很有名的人 比如说找了我们中医学界的泰斗级人物 或者找了我们一个伟大的领袖 在上面给我写了几个字 或者在上面给我写了个序 这样把我这个书的价值就提高了 所以用黄帝的名字 在当时是承接了当时的一种什么 脱骨之风 那么他用了黄帝不外乎要说的是 这本书 它怎么样 它是一个正的 它的源流是远的 就是齐远 依远 皇帝是人文始祖啊 那就说明我这个理论从哪来的 我这个理论从很久很久以前 逐渐逐渐的形成 现在汇聚成策而来的 还在讲什么 他讲的道理 是正的 是正统的道理 因为中国人一直在讲 什么是正的 什么是邪的 你看有个词叫做邪不压正 大家可能看过风神炎疫风神榜 风神炎疫和风神榜里边两拨人 每天在打架 这两拨人其实是一个人的徒弟 这一个人的徒弟后来一帮的人从了这个了 一帮的人干了这个了 那就成了个正派和邪派之争了 所以大凡中国的事 我们都讲的是什么 争 所以用皇帝的名字 不外乎说两个道理 一个说的他的源流很远 再一个说明他的道理很正 当然在这里边用皇帝还有着另外一重意思 另外一重讲什么呢 必须明白的是 皇老之学 皇就讲的是皇帝 老呢就讲的是老子 皇老之学 它是起源欲 起源欲 再往后边走 到哪去升行 有了起源就有了升行了 什么时候最盛行的 汉朝的中期 在汉朝的初期和他的中期 皇老之学特别盛行 我们可以说在汉朝的初中期 整个朝野当中的学术思潮 或者说思想之潮 都讲的是皇老之学 是以皇老之学为国学的 所以皇老之学的形成 或者是皇老之学 在此时的盛行 它一定会影响到 皇帝内经的内容 因为皇帝内经这本书 它编撰于西汉末年 既然编撰于西汉末年 那么在编撰的过程当中 它就不能不受 党时历史文化大背景的影响 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皇帝内经全书当中 二百六十九次论道 二百六十九次论道 那么在这二百六十九次论道的过程当中 它用道这个词 就全面的概括了 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 大到自然界 再到人体 所有的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 全部用道来概括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期 人们能够认知道的 能够认识道的 生命活动的本质 或者生命活动的规律 都用了一个词 道来代替了 而道家又提出了什么 道家又提出了道法自然 又提出来了 无为而知 所以整个皇帝内经当中 把道法自然无为而知 全面深入的运用到了皇帝内经当中 构建了一部雄伟壮阔的 皇帝内经的养生学 一谈到中医的养生 一定讲的是道法自然 一定讲的是无为而知 那么这个内容 我们在后边养生学当中 具体给大家去讲解 这是我们所说的 为什么这本书 它冠以了皇帝的名字 一个要说的是 它的其言一言 其道以争 二一个是受到了当时 历史文化的大背景 皇老学说的影响 我们来说第二个词 第二个词是内 内通过我们研究发现 内并没有特殊的含义 它是和外相对而言的 我在前面的讲课当中 我多次给大家谈到了 中国的文化之美 它在于什么 对称之美 既然讲内 它一定有外 既然讲左 它一定就有右 既然讲阴 它一定就有阳 对称之美 所以这本书叫做 《皇帝内经》 还有一本书 叫做《皇帝外经》呢 《皇帝外经》很遗憾 遗失了 那我们只能见到皇帝内经 再比如说 当时还有一个姓白的人写了一本书 叫做《白史内经》 《白史外经》 这两本书也没了 也遗失了 再往后边走 大家都知道 张仲景写了一本书 叫做《伤寒杂病论》 而伤寒杂病论后世 把它粉为了伤寒论和金贵要略 伤寒论研究的是外感病 而金贵要略研究什么了 内伤杂病 所以内和外是相对而言的 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再看金这个词 金这个词 它的本义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织物的纵线 织物的纵线 啥叫织物的纵线呢 过去老北京织布 有个织布机子 织布机子这样的线 叫净线 锁子里边来回穿的线 叫尾线 净线 大家还在哪见过 地球椅上边 所以你看尾线在赤道上 它是最长的 越往北极走 越往南极走 它就越短了 而经线呢 从上到下 从东到西 它的长度是相等的 既然是相等的 那么我们把它阴神开来 它就应该叫做什么 典范 所以有一本书叫做 经典示意 经典示意 这本书当中 对经这个词的解释 它就讲的什么 讲的是规范 讲的是规范 典范的意思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什么 叫做标准 所以你看 经讲的是标准 所以这本书叫什么 这本书叫内经 托得谁的名字 托得皇帝的名字 那么你说这本书讲什么 它是经吗 讲的是典范呀 如果大家还没有听明白的话 我随便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观观聚咎 在河之舟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哪来的 诗经 那么还有一本书叫做 易经 那还有一本书叫山海经 为什么这些书都用经字来命名 就说明它是典范 那么也就是说 你想成为一个中国的诗人 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诗人 当然不是我们今天在大街上碰到了危机诗人 那种诗人 眼睛一闭 哼哼哼哼 出来两条条 就叫做诗 那不叫诗 重其量 那是个大油的 真正的中华民族的诗句 诗歌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想成为中国的诗人 读啥去 先读诗经去 要想研究医学 先学什么 一经一传 那么好了 要想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医 干嘛 先学皇帝内经 所以皇帝内经 它讲的是什么内容啊 讲的是我们每一个学习中医的人 都必须学习 必须掌握的内容 因为它的内容 我用了五个词来总结 它叫做 智真的 智要的 智得的 智巧的 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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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干嘛的 济世的 活人的 医学书籍 我们每一个学医的人 他都是要济世 活人 那么要想济世 要想活人 你就必须掌握什么 必须掌握妙术 而术一定是在刀的指导下来完成的 术就是技术啊 那你这个技术如何让你的技术高了 你必须有着非常高深的理论 而这个非常高深的理论叫什么 叫做智真的 智要的 智德的 智巧的 智善的 道理 这个道理在哪里 这个道理就在皇帝内经当中吗 你为什么不学习他 当然有同志在讲了 说张老师 你给的皇帝内经太高了 你是个研究皇帝内经的人 所以说你就喜欢他 你喜欢他 你有点走火入魔 你走火入魔就说他好啊 是不是这样讲的了 不是 我对皇帝内经的评价 是很中肯的 我随便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皇帝内经的速问的第一篇叫做智上古天真论 什么时候的上古天真的论 天真的天真的讲什么 讲的是智真之理啊 养生的之人之理啊 所以他里边告诉我们说 过去的人为什么能够尽天年而去 今天的人为什么年过半百而衰 里边就告诉了我们很多养生的方法 人家过去的人能够干什么 能够到法自然 发育阴阳合取数数 那我们今天的人呢 就不能发育阴阳就不能合于数数 所以今天的人言过半百而衰 再比如说 皇帝内经速问的七十四篇叫做智真要大论 智真智药的大论 智真智药的大论告诉我们什么 首先告诉了我们病基十九条啊 十九条病基来分析这个疾病是什么 原因 比如说珠峰雕旋皆属于甘 对吧 再比如说 苏文当中还有一篇文章叫做灵兰密典论 这些词可能大家听起来 灵兰密典论 你看看这名字多漂亮 什么叫做灵兰 叫做灵台兰氏 灵台兰氏是皇帝藏书的地 皇帝藏书的地叫做灵台兰氏 简称灵兰 里边藏着什么 藏着密典 所以在灵兰密典论里边讲什么 前面问了 皇帝说十二个藏 他的贵奸何如 瞎便吉伯就告诉了我们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燕 废者相府之官 知节出燕 最后再讲什么了 膀胱者周度之官 锦掖藏眼 气化 奈能出 然后再告诉了我们说 明白了这个道理 以此养生 则受 末世 不待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掌握了这个道理 你去养生 你就怎么 末世不待 你就可以长生 以此治国 则长 知道了这个道理 用这个道理去治理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长生的 反之呢 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 而你去养生 你不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你的生命就会出问题 那么你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去治理一个国家 叫做其宗大为戒指 戒指 所以你看皇帝内经里边 不仅仅是告诉我们 如何看病的 如何为人的 还告诉了我们 如何治国的 我多次再告诉大家 中华的文化是干什么 修身的 齐甲的 是不是 拼天下的 所以一部皇帝内经 不仅仅是一个医学的主作 它里边有很多文化的内容 这些内容 我将来都会给大家去讲到 它是不是知真知药的 那么皇帝内经里边 还这样告诉了我们 说 居归神者 不可以预知 言知德 物语证实者 不可预知 言知巧 并不许知德 并彼不知 什么意思 说 居于鬼神的 你老感觉到你这个疾病是鬼啊神啊等等等等东西来的 是跟上鬼了 跟上神了 那你不要找我们医生来看病 因为医生是干嘛的 因为医生讲的是智德之力 研究的是人体生命科学的本质 你每天说你这个疾病是鬼来的 那么你只能找无婆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今天在临床上 我们今天确实有很多一些人 挣下钱了 人家都在说 有钱的人都怕死 的确如此 那么有钱的人怕死怎么办 养生啊 有病治病啊 为什么要求神拜佛呀 卖龙这些东西呢 既然你是居于鬼神之人 对不起 请不要找我来看病 因为我讲的是智德之力 那么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物欲诊实者不可预止研制巧 我们中医治疗疾病的技术 都是巧术 都是妙术 不心意则不治病 所以好多患者来了 一说这个医生长得年轻 行了 开着这房子不知道有用没用 他欢个人吧 或者勉为其难的 让人家的医生给他开了个房子 最后走啊 医生你说我这个病多长时间 能治好啊 医生最后告诉你说 我是看病的 我又不是算卦的 然后出了门 还在骂医生 就这个医生 你看我年轻轻的 还不知道会看病 不会看病的 都不知道多长时间 能把我看好 同志们天底下 没有任何一个医生 能够知道多长时间 把你这个病看好 因为他是医生 他不是无泡 所以物欲真实着 还有一些病人来着怎么办 说医生我不想吃中药 你给我开点西药吧 还有一些病人来着说 医生我不想吃中药 中药喝得可苦了 你给我开点中程药吧 医生常常这样告诉他说 对不起 凡是学中医的人 真正的中医大夫 从来不开中程药 中程药是给西医大夫准备的 你像我们哪一个学中医的 真正的中医大夫 开中程药啊 讲究的是望闻问切 四真何灿 讲究的是什么呢 隐人隐地 隐食的三阴之一 是不是 疾病的症状在发生变化 我的药的剂量在发生变化 我的药味在发生变化 一切都在动态之中 如何拿上一盒 玩玩药 跟你来看病 所以他说了 他说我不喝中药 我不喝那糖 我咸苦 对了 物欲真实者 不可欲止言 智巧 所以这种人 不能找医生看病 我们也不会看 还讲的是什么 至善之礼 至善之礼 作为一个医生 应该是大义 大义应该仅成 大义仅成就讲的是什么 人人之数 医生是忍着 一定要忍 但是医生在忍的同时 患者必须忍 当我们的患者不忍的时候 你让医生怎么忍 这是非常富有着 现实生活意义的 我们今天的病人 一进到门诊上 一照医生来看病 就是这样 说我给你挂了号了 你就必须给我看病 难道你给他挂了号 他就应该给你看病吗 我给你挂了号了 我把钱花了 你就必须把我这个病治好 医生是治病的 而不是所有的疾病 都是医生能够治疗的 医学是不断发展的 而疾病的发生严变 永远要炒钱于医学的研究内容 医学的研究 永远滞后于疾病的发生和严变 所以不是所有的疾病 你找见医生 医生首到病筹 话头在世也不成 神医贬确在世也不可能 所以尽管医学 医生是个善人善书 但是它的前提是我们的社会必须和谐 我们每一个患者必须首先是个善人 必须首先是个人人 这样你才能要求医学是个人数 学医者行医者是个人人 所以所有的这些内容都是在皇帝内经当中要给我们讲到的 因此我概括起来用了五个知 来对皇帝内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所以他既然研究的是知真的 知要的 知德的 知巧的 知善的 即时活人的医学妙述 那你说我们皇帝内经应该不应该去认真的研读 上一节课我就告诉了大家 不论从大义张仲景乙生还是到黄富敏还是到孙寺庙 以及唐朝以后的所有的医学大讲 莫不是以皇帝内经为其理论的渊源吗 所以只有把皇帝内经里边的好多东西搞清楚 搞明白了 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大义 所以最后我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 也是我经常在讲的 不学皇帝内经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医生 就是中医师 当然你学了皇帝内经也不一定 但是你不学他肯定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过去正在讲 说一个中医师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医师 必须读皇帝内经 读经典 不读经典不可能成为名义 读了经典也不一定能成为名义 但是读经典是前提 好了同志们 这节课先讲到这 下一节课我们具体给大家来分析 皇帝内经有两本书 一本书叫做素问 一本书叫做领蜀经 为什么这样叫它 这都是我们在学习皇帝内经以前 必须搞清楚的常识性的问题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 同志们好 上一节课给大家谈到了皇帝内经 这本书为什么用皇帝 为什么经讲的是什么 那么皇帝内经这本书 我们最后下的结论是 大凡学中医的人都必须认真研读的一本书 因为它里边告诉的我们是 知真的 知要的 知德的 知巧的 知善的 即时活人的妙述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三个常识性的知识 皇帝内经这本书 我们讲162篇文章 分为九卷素问八十一篇 九卷零数八十一篇 为什么这本书 一部分把它叫做素问 另外一部分把它叫做零数经 这些都是常识性的问题 那么有学员讲了 说既然是个常识性的问题 还需要你讲吗 当然必须讲 越是常识性的问题 越是有人在那地方胡说不道 所以我多次告诉过大家 正本情缘 一定要把真正的东西给搞清楚了 比如说 皇帝内经素问 历代有不少的研究皇帝内经的大家 把皇帝内经的素问的素 解释成平常 有错吗 如果要把素解释成平常 这是没错的 你到词典里边一查 也是平常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中医里边经常这样讲 说素体阴虚 素体虚弱 什么意思啊 那就讲这个人平常身体就弱 这个人平常就阴虚 然后再怎么一下 就出现什么问题了 的确它有着平常的意思 但是在素问这个地方的素问的素 你能不能解释成平常呢 很显然 是不可以的 那么也有人在讲 人家过去的大家都在这样解释了 为什么你认为它是不对的 说它不对 必须有理由 我的理由在哪里 比如说 中国古人在认知世界的时候 或者说在认识自然界万事万物形成的过程当中 认为有四个阶段 原话是这样的 有形的生于无形 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形的 我们就叫做实体 比如人就是有形的 比如这个粉笔就是有形的 那么七它就是没形的 那么有形的事物 它一定生于无形的 那么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了什么 故有太一 有了太初 有了太始 有了太素 四个阶段 什么叫做太义 太义是位奸弃者 连七都没有 就叫做太一 所以大家知道了一本书叫做异经 那么什么叫做太处呢 太处叫做气质使 就是有了气的时候 就叫做太处了 自然界的事物 哪来的都是由七构成的 元气论是这样讲的吗 自然界万事万物 都是由七而生成的 七分为隐阳二旗 隐阳二旗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通过相互的交感 最后产生了有形的实体 所以连七都没有见到的时候 叫做太义 七生成的时候 就叫做太处 那么太始呢 就有了形了 就有了形了 叫做形之实 叫做太始 你看这是七 七聚合起来 无形的七聚合在一块 就变成了有形的事物 所以当这个事物有了形的时候 叫做太始的阶段 那么太处的阶段叫什么 太处的阶段叫做智之实也 所以智 那么任何一个事物 都有着它的本质 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粉底的本质是什么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有本质的 所以当它有了本质的时候 那么就叫做太俗 所以皇帝内经是干什么的 皇帝内经 他研究的是什么 他研究的是人的本质 用什么来研究人的本质啊 是运用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方法 比如说运用了中国古代什么哲学方法 元气论 阴阳学术 然后站在宇宇宇宙观的搞度 来揭示的是人体 生命活动的本质 然后研究的是疾病 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本质 研究的是如何防止疾病的本质 研究的是如何治疗疾病的本质 所以在这些哲学官的指导下 他既研究的是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 也就是生命活动的本质 又是研究的疾病发生演变的本质 还研究的是疾病的治疗的规律的本质 一切的问题都研究的是本质性的东西 既然研究的是本质性的东西 所以他就不是平常了 所以宿问是干嘛的呢 宿问研究的是成员的问本的 成员问本的 成什么员 成生命的起源 问什么本 生命活动的本质 问什么员 疾病发生之源 问什么本 疾病演变之本 疾病防治之本 那么就是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之本 所以他研究的是本质 因此这样来讲 才能把素问真正的内涵搞清楚 如果你要说素问的素是个平常的意思 那可好玩的很 说皇帝没事干 坐到那个地方和谁呀 和他的太医 像吉波呀等等呀 遍寒传 陕西话叫做说闲话 聊闲天 闲的没事干 说这会儿闲话 说这会儿闲话 把它记载下来了 记载下来就传到后世了 同志们 我们今天下午没事干 我陪你说闲话 我陪你说一下午闲话 保证 不会有一句话留到后世 当然我不是皇帝啊 那皇帝的话就能留到后世吗 不一定 那么吉波的话就能留到后世吗 也不是 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能留到后世 一定是成员问本的 研究这个事物本质的 解释这个事物本源的东西 他才能流传后世 所以整个一部皇帝内经的素问 研究的是什么 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 疾病发生 炎变的本质 疾病预防的本质 疾病治疗的本质 所以在古代有个医家 隋唐时期有个医家 叫做杨上善 杨上善就写了一本书 叫做皇帝内经太素 黄帝内经太素就研究的是素问的内容 所以同志们请注意 从今天开始 从你听了我的课开始 你再不要把素问认为是皇帝和吉波 皇帝和谁谁谁 在那地方聊闲天 说闲花 记载下来的东西 而叫做成员问本的内容 概括一句话 结识的是生命活动的本质 生命活动的奥秘 生命活动的本源 所以我上一节课告诉你什么 叫做至真至要 至德至巧 至善的济世活人 庙述所在 这就是皇帝内经的价值 来再看一看灵蜀经 那么灵蜀经这本书 过去不叫做灵蜀 过去把它叫做真经 因为它里边 主要的内容讲的是经络 经络的巡行 以及刺法类的东西 主要的内容是这样的 所以把它叫做真经 那么谁把它改成了灵蜀呢 我们要找的是这个人 唐朝有个人叫王斌 王斌在他写的一本书 叫做 黄帝内经 素问 柱 王斌在他这本书里边 在这本书的序当中 叫做灵书 那么我们现在就得问王斌了 说王斌啊 你为什么把人家真经这本书 人家就叫个真经嘛 你为什么要把人家真经这本书 改成灵蜀经啊 当然你问王斌也找不见了 唐朝人我们到哪去找啊 不可能来个 叫什么 时空穿越嘛 反正我不会穿 但是我可以去研究王斌 他所处的历史背景 他的文化背景 和他这个人的背景 从王斌所处的时代上来讲 他是什么时候的人 唐朝人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明白 唐朝前边教随朝 在随唐时期 在随唐时期 在这个时期呢 宗教特别的升行 宗教是当时的国教 所以以宗教为国教的文化大背景的前提下 那么所有的文字记载的内容 都能够或多或少的体现出当时的文化大背景 这是一个问题 其二一个 再从王斌本身来讲 王斌这个人 他即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大家 他又是一个种成而虔诚的 道教的信徒 他是个道教的信徒 所以同志们看 既然是一个道教的信徒 那么在他的思想的深处 甚至在他心灵的深处 一定会被道教的相关内容所影响 再加上在随唐时期 起的书名字 有好多书名字里边都有这么几个字 比如说 有些书里边叫灵 有些书叫做宝 有些书叫做神 等等 有些地名里边也这样叫 比如说在河南省内 和陕西交界的那个地方 就有一个县 叫做灵宝县 书名字 经常用这些词 而有些地名字 他也用这些词 受到了谁的影响 道教的影响 你看我们今天经常讲说 中医里边有什么 完散高丹 丹药道教的词 是吧 道家的文化 对我们中医的文化影响是很大很大的 所以你看 第一 王冰所处的时代 是随唐时期 宗教为国教盛行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 从王冰本身而言 他既是一个义学大家 又是一个虔诚的道教的信徒 而这个时代 在书里边用灵啊 用宝啊 用神啊 用书啊 这些词 有很多 所以王冰这个人 把真经改为灵书经 是受到了道教思想的影响 这个是可以说得通的 当然也有个别的一家 还是大家 比如说明朝有一个大家 叫做马什 明朝的另外一个大家 大家可能听说过 我叫做张景月 给我的名字 差了一个字 叫张景月 我们也把它叫做张界斌 这个人 他如何解释灵书呢 他说灵书经 灵书经 是指的什么 指的是神灵之书妖 这就解释太高了 解释的什么意思 灵解释的是神灵 书妖 这个书大家都知道 有一颗词叫做书纽 书纽就指的是我们门 下边这个门钻子和门下边那个窝窝 这样一拉 这个门子不至于跑了 能看看 我们把它叫做书纽 就是关键的意思 关键的意思 所以张界斌把他解释什么 说神灵之书妖 那就说这本书是什么 这本书 它里边告诉我们的医学道理是 像神一样的灵验 而且是医学的书妖 好像张界斌解释的高度可特别高 有没有可取之处 有 有他的可取之处 但是毫无疑问 张界斌先生在解释灵数的时候 解释的有点太深了 或者说解释的有点什么 太高了 本来这个名字没有那么搞大上 他现在不仅把一个灵数解释成了高大上 还有外加的一个白富美 所以直接把这个名字就解释成什么了 让人高不可谈了 其实王鼎党年把真经变为灵数经的时候 根本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这么一个历史的文化大背景 和他本人的一个身份 所决定的 所以借此我也要告诉大家的另外一句话 《黄帝内经》当中的很多学术观点 他的思想也好 伊礼也好 它是很朴素的 所以面对一个朴素的医学道理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把它过分解读 你如果过分的解读了 我有时候经常给我的学生这样讲 我说老祖宗在地底下心都不得安 为什么不得安 老祖宗都会讲 说我当年写《黄帝内经》的时候 我就没有想象那么高大上 你今天非要把我弄得那么高大上 没有 这好像我们今天说什么呢 说某某某某 跳到那个江里边死掉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一样 过分解读 真的是那么回事吗 不是的 再比如说有些人研究这本书了 几万人研究这本书 把这本书里边研究的呀 说这个人散场的两短了 其实曹雪芹先生当年在写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多意思 全球一万多人在研究商汉杂病论 专门研究商汉杂病论的 最后是越研究越乱套 越研究越糟糕 其实仲景先生当年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思想 那么现在研究《黄帝内经》的人也很多 怕的就是什么呢 把一个很简单的 把一个很朴素的医学的道理进行了过分解读 这是在学习《黄帝内经》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的一个倾向 一个倾向 所以不要一认为 《黄帝内经》里边来的 什么东西都是对的粗 不一定《黄帝内经》当中的垃圾 糟粕 多的多的多 可不敢把《黄帝内经》拿出来 就奉弱神明 具具真经 这一定是不对的 那我们学习《黄帝内经》学什么 学习《黄帝内经》的颈随 学习《黄帝内经》当中 至真至善至要的 等等的这些内容 垃圾的东西怎么办 去掉带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 带有批判性的学术思想 去继承 弘扬 传承 我们老祖宗 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文化的遗产 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 应该真正来做的 哈拉同志们 这节课主要的给大家谈到了 素问 为什么叫素问 素问不是平常问答 而叫做成员问本之意 灵俗并不是讲的神灵之属要 而指的是什么 是王斌在他所聚处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 结合他本人又是一个浅诚的道教的信徒 所以把真经改成了灵俗 这是这两本书 它的含义 好了同志们 讲到今天 我们既明白了皇帝内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我们又知道了皇帝内经这四个词 而为什么我们还知道了 为什么把它叫素问 为什么把它叫做灵俗 五个常识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三个了 第四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皇帝内经既然不是皇帝写的 那么他到底是谁写的 为什么他是拿一个时代所成的书 必须对他的成熟年代有一个交代 否则 学了半天皇帝内经这个这么一个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都不知道 这是不可以的 好 下一节课给大家交代 皇帝内经 他的文献成熟于什么样的年代 这本书汇聚成册 在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将站在历史学的角度上 去给大家进行分析 这节课就讲到这 同志们好 前边呢 我们首先告诉了大家 皇帝内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紧接着我们把皇帝内经这本书的书名和素问领数的书名进行了示意 前面我们也讲到了皇帝内经这本书 它是妥名皇帝而写的 它并不是皇帝本人所写的 那么这有问题就出来了 那么这本书 它的作者是谁 同时 那么我们只知道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本医学著作 它什么时代成熟的 这也是在学习皇帝内经的时候 我们必须搞清楚的两个问题 我们来说它的成熟年代的问题 先说它的成熟年代 那么从成熟年代上来讲 历来研究的大家 它的观点都不大一致 也就是说自古至今 它的观点不统一 但是从目前来讲啊 学术界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 什么样的共识呢 把它粉成了两块 一块叫做它的文献 它的创作的时代 也就是皇帝内经当中这162篇文章 它的学术思想在什么样 在哪一个时间段里面形成的 形成以后 最后又成了皇帝内经这本书嘛 这本书是什么时候编诸完成的 这样把它粉成两块来研究 观点就基本上取得了统一了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从文献的创作上来讲 它什么时代完成的 皇帝内经162篇文章 我们从头到尾的 给它进行研究 进行对比 我们发现在这162篇文章当中呢 它的文化背景不相同 其二一个 它的纪念 计时的方法 已不相同 它对它所记载的 一里的 有些地方记载的一里是比较粗的 有些地方记载的一里是比较细的 它的粗细程度 已不相同 同时 它里边所记载的一些方 也不一样 所以按照这些东西我们来推断 整个皇帝内经162篇文章 它的成述不是在一个时代内完成的 可以说它是什么呢 它是汉代以前的 流行在社会上的医学著作 经过了一些人进行编撰汇集而成的一本书 也就是说它的作者是谁啊 不是一个人 是几个人 无从考究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呢 可以把它当成一本论文 可以把它当成一本论文 那么从论文的写作的文笔上 从它的文笔上也不一样 有些文章写的非常漂亮啊 它的论店 它的论据 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漂亮 比如说 灵鼠当中有一篇文章叫做本神篇 本神篇 可以说是这162篇文章当中的楷模 写的就非常漂亮 那么有些文章的文笔就稍微差一些 所以肯定是出自不同的人的手 那么计时的年 计时计年的方法也不一样啊 是不是啊 那么它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啊 所以它成的也不是一个时代而完成的 所以总体的来讲叫什么 它记载的是汉代以前的内容 那么汉代以前前到多会儿 可以说是汉代以前 中国医学流传下来 记载下来的内容 所以你要一直往前推 可以推到五千八百年以前 也就是五千多年的 从五千八百多年 龚元前算起 从今天往前走 龚元前两千多年以前 算起 一直到汉代 它的医学成就都记载到了皇帝内经当中 它不是一个人写的 当然皇帝内经当中的文资或者医学的内容 也有汉朝以后补充进来的 比如说唐朝的王兵就补入了运气的七大篇 我们非常熟悉的天元记啊 治真药啊 等等等等 都是王兵给补回来的 这是他的文献的创作 那么从他编著的时代 他在什么时候这本书成书的 就是他的渊源很长 创作的时间很长 那么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定到了一块 成了一本书的 那我们必须到历史的长河当中去寻求它 怎么找 文献资料 首先到文献资料里边找 那么要找文献资料 首先那你离不开史记 史记记载的 是从皇帝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社会上重大的文化科技的成果 比如说在史记当中 他把每一个时代的科技成果都记得非常的清晰 包括诸子百家 每一家里边都有 那么在乙学界的 比如说他为苍公列转了 他为扁鹊利转了 唯独在史记当中 我们找不到皇帝内经的影子 那么也就是说 在史记这本书成书的时候 皇帝内经并没有问世 当然也有人在问 说皇帝内经这本书 他不起眼 人家司马迁没看上 不会把他录入到里边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不会存在的 不要说在当时的情况下 皇帝内经有多重要 时至今日 皇帝内经依然在指导着我们的实践 而且皇帝内经所确立的医学末世 我们今天全球所有的医学末世 不仅没有超越他 而且还没有赶上他 所以司马迁有多大的本事 敢把他不记在里边 所以只能说在史记成书的时候 皇帝内经还没有问世 那么我们来追溯一下史记 史记 他是从龚元前104年开始的 开始进行编著的 都龚元前99年 龚元前99年的时候 司马迁入狱了 入狱了这个工作就停止了 当然司马迁本身没有停止 但是这个书停止了 到什么时候呢 到龚元前96年 司马迁出狱了 出狱了史记这本书 又正式的进行了写作 一直到龚元前91年史记成书了 那么也就是说 在龚元前91年史记成书的时候 皇帝内经还没有问世 那么也就是皇帝内经这本书都会成书的 他最早造不过史记的成书 那就是龚元前90年 那么在什么地方我们发现的 发现的这个皇帝内经这本书啊 那么皇帝内经这本书 我们是在另外一本史书当中找到的记载 这本书我们把它叫做汉书 汉书里边有一部分内容叫做一文志 在汉书的一文志当中 我们找到了有关皇帝内经的记载 但是很遗憾的是 汉书一文志大家都知道 是汉朝有个人叫做班古写的 班古写的汉书一文志 他的资料来源是哪里啊 他的文献资料来源于西汉的 刘香 刘云 这父子俩写的一本书叫做七略 七略 七略这本书是刘香和刘云父子俩 奉赵尔写的 奉赵尔写的就是啊 是皇上皇家让他写的 写什么 写的是一本木录 就是要把他以前 在我们这个国土上能够见到的书 都拿回来 所有的书都拿回来 拿回来以后 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内容 然后把一部分内容 一部分内容的进行鬼类 比如说 医这部分内容里边讲的医学的 这部分里边讲的科技的 那部分里边讲的地理的 那部分里边讲的是 人文的诗歌的 这样呢把它粉成了不同的类 一部分一部分的分开 对某一本书 得进行了简单的阐述 它是一本目录学 所以七略 在这本书里边 班古用的是人家七略的东西 那么在七略当中 有一部分内容是医书 就是医学书籍 那么医学的内容是谁教著的 医学的内容是另外一个人 叫做李国著 是这个人教书 那么从史料的记载上来讲 李国著在教诸医学这一部分 录录的时候 他完成的时间是公元前的二十六年 所以公元前二十六年完成了这部分内容 输入到了七略里边 班古按照七略的内容 完成了汉书 遗文志 所以今天我们在史料当中能够找到的最早的记载 是在汉书遗文志当中的记载 那么为什么不是说七略呀 因为七略这部分内容遗失了 找不到这些书了 所以线索就从这个地方 假然而止了 最早我们只能推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是没问题了 公元前二十六年没问题 黄帝内经已经成熟了 那么他还能不能比这个再早一点 肯定是要早一点 早到哪一天 再早早不到史记的成熟 所以黄帝内经他的编著完成 他最早早不过公元前九十一年 最迟晚不过公元前二十六年 大约就是在这讲近七十年的时间当中所完成的 这是他编著完成的时间段 为什么我们要交代这个时间段 有好多同志在讲 说你讲的这个东西对我们学习有什么帮助 同志们帮助很大 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玩书的 你就不知道他受到了什么样的文化背景的影响 而你不知道受到了什么文化背景的影响 那么在你去学习黄帝内经的过程当中 他里边的某一个字 他里边的某一个词 在那个地方是个什么样的意思 你就不一定能够搞清楚 你搞不清楚 这个理论就禅食不动 所以我多次告诉大家 黄帝内经不可能自学会 永远不可能 学的学的可能会学出问题来 这是我们所说的黄帝内经的成熟年代 那么既然他不是一个时代所完成的 而且他的文化背景 他的计时纪年方法 他的医术的处理 等等等等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黄帝内经的作者是谁 他的作者说简单一点 一群人 所以我们把它叫什么 把它叫做一本论文集 很多人的医学经验 很多人的医学成就 在这个时代内被相关的人师进行整理 进行汇编成了这么一本书 所以我们前面讲 他记载的是什么 汉代以前 人们运用宇宙观等等的哲学方法和思维方法 以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人们已经掌握的天文理法 地理气象 物侯社会 以及人文和伦理学等等方面的知识 所汇聚而成的一部伟大的医学著作 当然 必须要交代的是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看到的黄帝内经 素问也好 领数也好 那可不是汉书以文制当中所记载的内经了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黄帝内经的本子 最早的本子 也是宋本 那么也就是说 从这个时候成书以后 你想那个时候有没有印刷机 活字印刷都没有 磕呢 所以不可能流传上那么多 所以一直到宋朝的时候 才有了普及本 大家才真正的能够看到 所以我们前面在讲什么 黄帝内经 从他的成书到此时 经历了漫长的一个历史的时代 在这么一个历史的时代当中 他脱茧 一意 是在所难免的 脱茧了 那就是过去都是竹子片 木茧 是不是啊 上面都是用字刻的 最后卷起来就叫一卷 那么其中一个竹子片要掉了呢 这不是就脱了吗 那么是不是这本书就不完整了 那么你家里边有这一卷 我觉得这个书挺好 我自己也想要 但是你不可能给了我吗 那我只能把你的书借上来 借上来怎么办 我照上你这个书上面 我来磕 在磕的过程当中 过去的书都是竖排的 而我们的眼睛是横涨的 所以在这样看书的过程当中 就有可能串了行 串了行了 就叫做移了威了 那么还有些字呢 你写的时候是这样刻出来的 我在这边刻的时候 可能刻了一个错字 可能刻了一个别字 可能刻的过程当中 由于用力的不均衡 把这个字刻成了别的字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它会出现意义 所以脱鉴意义是在所难免的 大家都知道 盛世修书啊 是不是啊 你看在这个时候修书 为什么修史记 为什么修汉书 那只能说明在汉朝的时候 天下太平 尤其是五帝统一了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今天还 把我们自己是以汉朝的子民 而感觉到荣耀啊 所以我们大家 我们很多人都是汉族人啊 为什么你是汉族人呢 你是汉朝的子民的后代 那么再到隋唐时期 尤其是大唐帝国的时候 万国朝拜 经济有文化繁荣 所以盛世要修书 所以在唐朝的时候 大量的书在修 所以比如说王兵就干什么了 崇广堵住皇帝内经素问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的一些 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 不干说皇帝内经成书在这个年代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 就是那个年代的版本 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本 都是宋朝的本子 宋朝的本子 这个必须搞清楚 所以我们有学员说 张老师你看第一节 你给我们讲啊 皇帝内经是一本什么书啊 把我们听的是热血澎湃 我们科项学习 今天你就讲皇帝内经这几个字是啥意思啊 灵属经啥意思啊 苏文是啥意思啊 你现在又在告诉我们他的作者是谁 他的年代是谁 我们觉得意思就不大 同志们 越是意思不大的地方 才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 这叫常识 你不要紧后一出了门子 你说你干嘛啊 说我这段时间正在听皇帝内经 那人家问起 那皇帝内经是个啥意思啊 你给人家说不清楚 这是常识性的东西 了解了常识性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 把皇帝内经当中的那些宝藏 呈现在这个地方 去欣赏它 去挖掘它 去拥有它 学习就是这样 不见其增 日有所长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 下一节课 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学习皇帝内经 好了 就讲这 同志们好 我们前面讲啊 学习皇帝内经 必须明白几个基本的常识性的问题 这一节课 我们学习五个常识性问题当中的 最后一个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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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学习皇帝内经 害怕你想学啊 而不知道 为什么学 成年人的教育 爱好着的教育 喜欢着的教育 一定是要明白 为什么 去学习 那么也就是带着问题的去学习 这才能 举一反三 所以为什么要去学习皇帝内经啊 首先 第一个要明确的是 皇帝内经 他给我们确立了极具前瞻性的医学末世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大家都知道 西医 有人把它叫做现代医学 我不同意把它叫现代语 西医学 西医学过去是一个典型的 生物的医学模式 那么近些年来 西医学也在变化 它正在由生物的医学末世 逐渐的向生物 心理 社会 这种医学末世来过度 现在还处在一个过度的阶段 而这种医学末世 并没有 或者说还没有很好的贯穿于西医 每一个治病的环节当中去 这只是西医提出了一个什么了 美好的愿景 绝大多数的西医大夫 还停留在一个简单的生物的医学末世上 根本就没有把心理和社会 这个问题给揉进去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癌症的患者 一旦发生疾病以后 西医大夫讲 说这个癌症首先做手术 做完手术以后要放 花疗 然后要放疗 然后告诉你 你经过手术了 化疗了 放疗了 你的总和性的治疗结果 它的省存率五年 可以达到多少 而后面的结果 常常让人大跌眼镜 所以有人就在讲 说癌症的病人 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 哪里吓死的 心理 说三分之一的人是被毒死的 被药物嗨死的 说三分之一的人是被这个疾病夺走生命的 真的是这样吗 考虑到没有考虑到其他的问题 不是有一个电影吗 票房很高吗 叫做我不是要审吗 有没有社会性的问题 所以现代医学才从生物医学末世向 生物心理社会逐渐的在转变 同志们你知道皇帝内经 我告诉你的是急剧 前瞻性的医学末世 你知道我们的医学末世是什么 皇帝内经给我们确立的医学末世 是生物 心理 社会 还包括了什么呀 时间 生态 是这种医学末世 是这种医学末世 他把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当成了一个生物体的人 是把这个人当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具有着起情六欲等等的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 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生活在社会上的人 而且这个人生活在哪里 是具有了时空概念的人 哪一个机械 哪一个方位 还有什么生态环境 你是生活在这么一个非常满天飘的塑料袋 满天飞的是雾霾的生态环境当中 还是生活在绿水青山当中 所以皇帝内经的医学末世给我们构建的是这么一个医学末世 所以同志们 两千多年以前构建下来的医学末世 我们迟至今日 不要说超越 我们还远远未及 所以我们说 他确立了什么呀 极具前瞻性的医学末世 只有把我们人放到这一个医学末世当中去研究 才能解释了非凡复杂的人的整体 人的功能 伟大吧 所以我有时候在读皇帝内经的时候 我的好多朋友告诉我说 怎么你一讲起了皇帝内经 就兴奋得不得了 因为他太漂亮了 因为他太深奥了 因为他讲得太美 太妙了 所以我前面用了几个词啊 至真至要 知德至巧 至善的 及时活人的妙术 这就是他的医学末世 其二一个 他为我们确立了独具特色的方法论 同志们 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就有什么样的认知方法和世界观 因为世界观是就是研究什么了 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块都隶属于哲学的范畴 对吧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分析 大家就明白了 整个皇帝内经 他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 他是站在了整体的功能的角度上 去研究的人 记住这两个词 一个叫做整体 一个叫做功能 站在了整体功能观 这种指导思想的指导下 把天 人 和时间 一块纳入起来 构建了一个末世 是研究的人 所以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天时 地利 人和 天地 人 叫三才 如果这样讲 大家可能有点听不懂了 具体来说 比如说 他研究人体的生命 他研究人体生命的时候 并没有说 这个人是一个生物体的人 如果你要把人当成一个生物体的人 我在后边的养生学说当中还会给大家讲到 一个生物体的人 他的寿命大约是120岁到150岁 请问 据我了解 孙思淼活在这个中间了 有几个人活到这个年龄上了 那么既然我们没有活到这个年龄上 是为什么 所以他并没有从生物体的角度上去研究一个人 而是站在了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上 整体的角度上 什么样的整体 生物 心理 社会 时间 变成生态 站在这么一个整体上来研究的是我们人体的功能 一旦这个功能发生了问题 自然而然 人体的生命就会出现问题 再比如说 他在研究疾病的时候 那么西医研究疾病 他告诉你了 说你这个地方怎么了 说我这个地方痒的不行 我这个地方好像有痰 我每天都咳嗽 最后说 你上呼吸到感染 什么引起的 细菌引起的 什么样的细菌引起的 做个细菌的培养 细菌培养出来了 说什么样的药物对这个细菌敏感 好 把这个药物一用 把这个细菌杀死 这个疾病就好了 生物医学模式 中医不是这样的 再比如说 说为什么这个人经常鼻子不通气 经常鼻塞流涕打喷嚏 咽喉不发痒 眼睛发痒 大家一听说都知道了 过敏性鼻炎 说过敏性鼻炎怎么了 最后给你查过敏源 说你对这个东西过敏 对那个东西过敏 对那个东西过敏 有些人一查过敏源几十种 最后搞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法呆了 我告诉你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 对什么过敏 对粉尘 说对粉尘过敏 好 国内的气候不好 不是气候不好 国内的孔气质量不好 动不动又雾霉 所以这个人就移居了 移居到了某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从来不见雾霉的 到处是山清水绿的 过去以后 没有几段时间又回来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过去过敏的更严重 对花粉过敏 回来雾霾 过去有花 那你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到哪啊 月球上 月球上粉尘更多 火星上还去不了 怨谁 过敏源 所以西医对这个机门说 你妥离过敏源 你妥离过敏源 同志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凭什么脱离它呀 脱离不了的 谁出问题了 中医怎么解释的 中医在解释某一些疾病的时候 并不是胆纯的去寻找 引起这个疾病的原因 而是认为 当这个原因侵犯人体的时候 一定是外环境和人体内部的内环境发生问题了 这个致病因素在外环境和内环境共同的作用下 在人身上表现出来了一种效应 所以在进行治疾疾病的时候 中医从来就没有瞄准是哪一个问题 并不是说你是细菌感染了 我杀细菌 你是细菌引起的 我杀 你是过敏源引起的 我屏蔽 很少在乎这些致病因素 而怎么治疗 把人当成了一个整体的治疗 五脏六腑 生生克克 精气血锦液 阴阳变化 从一个整体的角度上 运用了整体观 功能观 来进行调整 调整你的内环境 让你的内环境和外环境 达成了一种什么 舔人相应 舔人合一的状态 你的疾病就不会发生了 同时不仅仅是这样在治疗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还特别关注了社会的因素 特别关注了时间的因素 和生态的因素 比如说 关系到生态因素的时候 他在讲什么了 引地之疑 西北高寒 东南地势低洼 高寒地区和低洼地区的治疗 就是不一样的 这是什么效应 生态效应 那么在今天 更具有现实的时代意义 有些地方的污染就很少 有些地方废气废炸等等 污染的就很严重 一个很严重的污染环境 疾病谱一定会发生变化 所以很多疾病的发生 和我们环境的污染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的领导人不是提了这么一个口号吗 绿水青山 便是金山银山 随着我们生态环境的改变 随着我们生态环境的改善 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常见的一些病 它的发病率就会大大的降低 而且恰恰是由于我们这几十年 生态严重的破坏 导致了很多疾病 屡见不闲 生态 而内经当中在治疗上早就关注到这些问题了 再比如说时间上 时间医学 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冬天 某一个疾病 不同的时间 用的药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的 同样的一个感冒 冬天可能用麻黄 夏天一定不是用麻黄 而用的是香茹 冬用麻黄 夏用香茹 而每每一到了个什么呢 比如说任何一个疾病 一到了现在这种天气 三伏天的时候 极热又熟邪 又使 又使邪 属失当道 那就要取熟 立时 或者取熟造势 同样的一个疾病 在不同的时间段当中 它的用药也不一样 实验医学吧 社会呢 讲的更多了 你的地位如何 你的身份如何 你的阅历如何 你的学识如何 刚才我们讲了 好多癌症的病人是吓死的 我们学校有一个研究生 当年上研究生的时候 特别的学习特别好 很聪明 后来毕业以后就去北京生活了 今年刚刚四十岁出头 查出来一个疾病 乳腺癌 今天把乳腺癌查出来 第三天 人就走掉了 很多人根本就不理解 说你刚查出来两三天 怎么这个人就去世了呢 同志们 乳腺癌 为什么得上了 我曾经给我的学生讲 我说如果说这个学生 当年毕业以后就留在陕西去工作 他不一定能够患上乳腺癌 为什么 因为陕西 比如说西安和北京相比 生活压力要小 工作的压力也要小 什么引起的 社会 必定导致心理 对吧 在那个地方买个房子 一平米好大几万 在这个地方一万块钱左右 对吗 在这个地方上班 早上七点钟起床 八点钟准时能够到了单位 在那个地方上班 五点半起床 九点钟才能到了单位 生活的压力不一样 就是社会因素不一样 再比如说 我们刚才讲 有些人被癌症吓死的 那么有些人为什么面对癌症的时候 很坦然 第一 他啥也不知道 他就不知道癌症是个啥意思 他不害怕 第二一个 有些人对癌症了解的太清楚 太清楚了 因为他本身就是搞肿瘤的 他对癌症这个疾病很熟悉 很明白 他认为没有什么大得了不起 很镇定 那么他也会正确的面对 他的生命周期就长 那么谁最怕 不知道吧 知道一点 知道多少 只知不多 这种人 痰癌色变 一说有这个疾病 如果没有做检查 他也是这样 可能还能活过三年五年的 一旦检查出来 就是这个疾病 一听到这俩词 马上吓得出问题了 心里的防线 立即崩溃 所以 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得考虑 而且这些问题是哪里的问题 即使社会的问题 又是心里的问题 同志们 这种医学末世 这种认知方法 《皇帝内经》当中 讲得很清楚 你说谁看病看得好 谁再站在了医学的前沿阵地上 所以我前面用过一个词 我说当你把《皇帝内经》学明白的时候 还不敢说学明白 当你认真的学习了《皇帝内经》的时候 你就会有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上了泰山的感觉 宜兰众山小 真正的知道了 什么叫做伟大的医学末世 第三一个 《皇帝内经》 他为我们确立了整体的镇疗观 那么为我们确立了整体的一个镇疗观 所以从皇帝内经问世到今天为止 都是学习中医的人 或者每一个中医师的什么呀 治病救人的法术 他告诉我们什么 法 法术 这本书是讲法的 而且还是中医养生的 宝典 它即使我们治病救人的法术 又是养生的宝典 那么你说同志们 我们想干什么 没兵的时候 养生宝剑 延年一收 防病 养生了 有了疾病怎么办 治病救人 他即使养生的宝典 又是治病救人的法术 那你说你不学习他得行 所以基于这三个原因 那我们一定就要好好去学习皇帝内经 好了 在皇帝内经正式的内容开讲以前 我用了五个小时的时间 五节课的时间 即告诉了大家 皇帝内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又告诉了大家 皇帝内经这个名字的来源 还告诉了大家 为什么叫做素问 为什么叫做灵术 还告诉了大家 皇帝内经的作者到底是谁 他的成熟年代是什么样的时间段 今天又告诉了大家 为什么要学习皇帝内经 这五个问题 是学习皇帝内经以前 必须首先厘清的 基本性的常识性的知识 这里边极有对皇帝内经这本书 高五见领的概括 又有着正本清源的内容 希望大家把这部分内容熟悉了 了解了 从下一节课开始 我们将用五个课程的内容 告诉大家基本的养生知识 当然这五节课的内容 是要告诉大家 养生必须懂得的五个问题 把这五个问题搞明白了以后 我再告诉大家具体的如何养生 皇帝内经当中到底是如何养生的 这一部分内容 可能有些人比较喜欢 但是大家必须搞清楚 要想明白养生 要想学会养生 五个知识点 必须搞清楚 比如说 为什么要养生 你养生的目的是啥 比如说 皇帝内经当中是如何判断一个人 是长寿的 还是短寿的 通过看箱就可以看出来 再比如说 皇帝内经当中告诉了我们 谁在影响着我们的寿命 你知道了谁在影响着我们的寿命 那么你去养他 不是就挺好了吗 再比如说 皇帝内经把我们的人是如何分段的 在哪一个时间段 哪一个时间段里边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个什么样的标志 哪一个时间段里边我们应该干什么 应该如何养 因为养生是持之以恒的问题 当然了 还在告诉我们 如何判定 我们已经老了 不是年龄老了 也不是心里老了 而是我们真正的容颜衰老了 把这些常识性的问题搞清楚了 然后我再告诉你具体的养生方法 这是我们后边这一部分内容要讲到的 哈喽同志们 今天就讲到这 同志们好 前边我们给大家谈到了 学习皇帝内经 首先要明白的五个常识性的知识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进入到内经当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当中来 那就是养生学 那么在学习养生学 同样我们要明晰养生的五个问题 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 我们才能知道 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如何去养生 首先搞清楚 为什么要养生 一谈到养生 大家都在讲 那么养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家都说了 说我像延年遗兽 我像让自己的生命的质量和生命的数量都长一点 那么养生仅仅仅仅仅仅是这样的吗 要想达到延年易受的一个目的 怎么样才可以达到 所以为什么要养生 养生 养生首先讲到的是 它可以增强 我们人体的体质 我想体质这个词 很多人都不陌生 尤其是北中医王岐教授 谈到了体质的九分法以后 许许多多的人对体质并不感觉到陌生 但是体质这个词 的的确确 它就是出现在内经当中的 内经当中讲到了阴阳二十五人 所以把人分成了什么 二十多大类 而不仅仅是现在的九种体质 那么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什么叫做 体质 那么什么叫做体质 体质它是由先天获得 以及后天环境 所造成的在人体的生理上 人体的心理上和人体的体格上 而形成的一个什么呢 固有的状态 那么明白了 谈到了什么了 谈到了先天 又谈到了后天 所以体质有什么决定 体质首先决定于先天 所以我们说体质它决定于谁呀 先天的因素 先天的因素是从哪来的呢 先天当然是秉承欲或者秉受于先天父母的 所以我们说他秉承欲 然后还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还受到了后天各种因素的影响 要秉受于父母 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体质秉受于父母 皇帝内经当中明确的告诉了我们 比如说内经当中有一篇文章叫做天年 天年讲什么 天年它讲的是人本身的寿命 就是上天赋予我们人类的寿命 在这篇文章当中 它明确指出了 说人只师生 以母为姬 以父为顺 什么意思呢 人在生成的过程当中 是以母亲为姬的姬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基地 就好像妈妈是什么呢 妈妈是培养这个苗的土壤一样 而爸爸呢 爸爸顺顺就是培养 所以爸爸是往这个地里边 播种种子的 种子由谁决定 种子由爸爸决定 所以这几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啊 大家都知道 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 都有着种男轻语这个思想 所以经常有人讲说 娶了一个媳妇 生了孩子 一个两个三个都生的是男 生的是女孩 但是家里边想要个男孩 但是我们古人经常讲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种子是什么样的种子 就一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生男生女谁决定 生男生女当然是由爸爸决定的 因为爸爸是什么呢 培养是播种的种子 你种了一个骨子 不可能得到了一颗高粱 你种了个瓜 不可能得到个豆 妈妈是干什么呢 妈妈是培养这个苗子的土壤 所以以母为基 以父为孙 就告诉了我们 这个孩子将来的体质如何 首先取决于父母 所以在内经当中 特别强调了两个情况 一个是强调了父母的肾气 父母的肾气充足不充足 肾气好不好 决定了你这块土壤 也决定了你这个种子 好不好的问题 种子好了 再加上土壤后 才能什么 着装成长 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苗子 其次 他特别重视女性在孕期的各种调养 包括女性在孕期的饮食 起居 营养 还有她的心理 都对将来孩子的成长 和孩子的出生 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 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见到 很多女性准备怀孕 所以这个时候 人家夫妻两个都在背孕 好多男同的说 我马上就要怀孕 我马上就要生孩子 我不抽烟了 我不喝酒了 我要良好的作息 养什么 养的是自己的肾气 那么女性也解除了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我们把它叫做备孕 那么当女人在怀孕以后 一家人对她特别的呵护 第一 生活环境上 尽量给你创造一个舒服的环境 其二 从饮食结构上来讲 让你去使用一些什么 极容易消化又清淡的 而且又富有营养的东西 其三一个 心理上 媳妇这个时候可能比较矫情 想怎么着 就怎么着 公公婆婆也医着 爸爸妈妈也医着 自己的爱人也医着 这就造成一个什么 环境的良好 营养的良好 以及心理状态的良好 这样才能保证孩子在胚胎的发育期 能够茁壮的发育 为将来出生以后奠定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所以体质首先决定于什么 首先决定于父母 因此我们中国人也常常有一句话 说人的命天惯定 天是什么 天当然讲的是规律 道法自然 讲的是规律 所以这个话有没有道理 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有了一个良好的秉承 还需要我们后天的调养 从孩子一出生开始 咕咕落地开始 就进入到了后天的调养阶段 那么在后天的调养当中 靠什么来调养 首先就是他的环境 和这个孩子所生活的社会环境 家庭环境密切相关 如果这个孩子生 生于一个太平盛世的时候 生在一个太平盛世的国家 比如说出生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他就可以茁壮地成长 因为这个国家是享和的 这个国家是稳定的 这个国家总体上来讲是非常好的 那么小的环境呢 那就是一个家庭的环境 这个家庭环境当中 比如说爸爸妈妈的夫妻关系 和谐不和谐 孩子从外边回来以后 见到的是爸爸妈妈经常 斗嘴 经常吵吵闹闹 还是见到的爸爸妈妈非常的祥和 这对孩子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成长 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所以提醒广大的学员也好 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也好 一定要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而这种良好的生活环境 并不是说你给予他多少物质上的享受 也并不是说你给予他多少其他方面的享受 而更重要的是要让他看到什么呢 家庭的和睦 看到的是长者之间的和睦 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怎么 心理健康的成长 当然和他出生以后的营养也是密切严观的 还和谁有关系啊 和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发生的一些疾病也是有关系的 人是五股萨粮怎么能不得病 但是得了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不同的疾病对人体有着不同的影响 有些疾病可以直接改变人的体质 但是在这个地方要强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看 秉授与先天父母的 决定于谁 决定于父母 决定于父母的父母 甚至决定于父母的父母的父母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上的人 对自己的体质来讲 我们是左右不了的 但是后天的因素 我们的的确确可以去左右它 通过什么样的 通过什么来左右它 就通过养生 所以后天一系列问题 对人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养生方法 来干预它 来改善它 来调节它 视它向好的一方面去发展 而不至于向坏的一方面去发展 所以养生学在体质这一方面 养的是什么 养的是后天的因素 那么对爸爸妈妈来讲 对后一代 那就讲的是先天 这是我们所说的 为什么要养生 首先要谈到可以增强体质 其二一个的养生 它可以预防疾病 预防疾病 疾病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我们要预防疾病 预防疾病是皇帝内经当中 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 在内经当中我们把它叫做治卫病 治卫病 治卫病讲什么 治卫病首先讲的是卫病现防 疾病防传 那么也就是说 有了病了 有了病了 怎么办 有了病防止它 传边 当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 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 我们去防它 别让它发生疾病 所以整个治卫病的思想 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 内经当中讲的非常的漂亮 用了几个非常好的比喻方法 来强调治卫病的关键性 比如说 在皇帝内经速问的第二篇 四七条神大论当中 他没讲什么呢 说圣人治什么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 腹病已成而后要之 乱已成而后治之 犹如客而穿井 兜而助锥 什么意思呢 说圣人呢 圣人当然讲的是指刀的人 指刀的人 那么也就是说懂得规律的人 这种人在治疗疾病的时候 他治未病 不治已病 已病就是疾病已经成了 再去治疗 胃病就是没有发生疾病 我们就去防他 或者说刚刚有了疾病 我们知道他的传变 我们去预防他 那么圣人在治病的时候 这样去治病 圣人如果治了国 怎么治 治未乱而不治已乱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等到这个国家 已经乱套了 你再去治疗他 你再去治他 你远远不如还在这个国家非常祥和的时候 你就想点办法如何防止他出现一些乱 如果等到病已经成了再去治疗 国家已经乱了 你再去治理 就像什么样的 就像口渴了 才想到了要挖井 就像已经发生了战争 你才去铸造兵器 怎么了 已经晚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 尤其是北方人经常讲 说正月十五贴门绳 晚了半个月 门绳是什么时候贴 门绳应该是大年三十就贴到门子上 而不是到了正月十五你再去贴 已经晚了很晚了 所以治未病的思想 是皇帝内经当中预防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也是我们养生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那么如何来预防疾病 如何治疗胃病 那么也就是说如何让他不生病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还是养生 那么为什么养生就可以防止疾病呢 因为中医学认为 或者皇帝内经当中认为 人之所以生病 是由于人体的正气亏虚了 这个时候邪气成虚而入 正气亏虚了 对邪气的预防能力 抵御能力不足了 邪气就会成虚而入 所以我们通过养生 它完全可以让我们人体的正气充盛起来 通过养生是正气充盛起来 正气足了 邪气就不可能侵犯到人体 所以在皇帝内经当中 比如说平日论里边这样讲 说邪之所凑 其气必须 什么意思 就是邪气之所以侵入人体 发生了疾病 是因为我们人体的正气不足而导致的 而内经的次法论当中也告诉了我们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那也就是如果我们的正气是充足的 邪气又不可能侵犯吗 怎么才能够 怎么会生病呢 所以内经当中的众多篇章当中都在这样讲 比如说 内经当中还谈到了病案从来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的正气是充足的 凭什么能够得下病 真气从之病案从来吗 内经当中还可以告诉了我们 虽有大风可毒 佛之能害 什么意思 就是当我们人体的正气充足的时候 你尽管遇到了自然界当中 有着大风可毒 那么也就是说 尽管自然界当中的病血 治病的物质 它非常的猖獗 你也可以不得疾病 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懂的 比如说 经常在某一个季节 好多人发生了某一种疾病 而人家有些人 根本不会出现 为什么 因为人家的正气充足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发生疾病了呢 是因为这个邪气比较猖狂 邪气比较长盛 好多人抵御不住 为什么抵御不住 正气亏序而导致的 所以通过养生 我们可以提高人体的正气 这样我们机体对邪气的抵御能力就强了 当然它就可以什么 不得病 这就达到了我们通过养生而预防疾病的目的 当然为什么要养生 还有它第三个作用 第三个作用就是要达到我们什么 最终极的目标 最终的目的 叫做延年益寿 内经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怎么样才能延年益寿呢 它就告诉了我们 知其道着 知其道 讲什么呢 就是懂得了 掌握了养生的道理 掌握了养生的道理的人 就可以怎么 就可以尽天年而去 天年是多少 天年在这篇文章当中谈到的是 多百岁 哪里讲的皇帝内经的第一篇 上古天真论 懂得了养生道理的人 就会按照养生的有关要求去做 做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做下的结果就叫做行欲神聚 行欲神聚的结果就是尽种天年 就是上天赋予了我们多大的寿命 我们就可以活到多大的年龄 活到多大的年龄呢 活到的年龄就是百岁 其实要远远长于百岁 但是百这个词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它是一个圆满的意思 圆满了 所以我经常告诉大家 在中国的广袤的农村当中 当一个老人年龄到了99岁的时候 他今天说他99岁 明年他还说99岁 后年还说99岁 大后年还说99岁 为什么他不讲一百岁 因为中国的文化当中就是这样讲的 百岁就圆满了 所以内经当中也寄去了中国的这种文化 叫做度百岁乃去 就是尽忠了七天年了 反之懂得养生的这样是这样的 那么不懂得养生的人呢 不懂得养生的人年半百而衰 什么意思啊 就是百岁是我们的天年 那你如果不懂得养生的人 半百就衰老了 五十岁左右 头发也白了 牙齿脱落了 腰也酸了 腿也沉了 眼睛花了 吃饭也鸟不动了 等等的问题就出现了 这叫什么 衰老了 所以如何尽浅年 前提是指其道 指其道就是懂得养生的道理 为什么有些人年龄不大就去世了 或者说年龄不大就衰老了 因为他不懂得养生的道理 所以养生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了延年遗兽 而延年遗兽一定是通过增强体质 预防疾病最终而达到的结果 所以同志们看 养生首先要保证的是增强体质 这样我们才能预防疾病 最终才能达到延年益寿的结果 那么有些同志讲了 说我现在工作特别忙 等我退休了再去养生去行不行 说我现在正年轻 我要去努力一把 要拼搏一把 我要用我的生命来怎么怎么回事 同志们 养生是贯穿于人的义生当中的 时时刻刻都要去养 当然你前二十年不知道 你今天听了课你知道了 那就请你从今儿开始养生 一定不要等 我家里退休了 我就闲得没事干了 我每天再去养生 恐怕你到那个时候 你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干 为什么养生是贯穿一生的 去看 禀受于父母的先天 然后长于后天的体质 刚才我们讲到了 从爸爸妈妈的时候就要养肾去 然后再到妈妈的运气当中的运气当中的时候 就要养胚胎 咕咕落地的那一刹那就要开始从环境上营养上等等方面进行养生 一直养到夺火 一直养到耳驱 那么也就是说 从我们还没出世的时候 就必须开始养了 养到什么时候 养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此生的养生就已经完满的结束了 这就是我们要谈到的 人为什么要养生 好了 同志们 人为什么要养生 从三个方面给大家进行了禅师 下一节课将告诉大家 皇帝内经当中是如何研究人的生命周期的 为什么要搞清楚这个话题 因为你只有把我们的生命周期搞清楚了 你才能知道在哪一个生理 哪一个周期 或者说在哪一个时段 我们的生理是什么样子的 在哪一个时段 我们去养 养什么 具体的去养谁 才能做到更有敌方式 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 同志们好 上一节课给大家谈到了 为什么要养生 那么当我们明白了 为什么要养生的同时 那我们必须搞清楚 人在一生当中 他的生命进程是如何的 只有掌握了他的生命进程 我们才能在各个时段 按照各个年龄段的生理 来具体的 有针对性的 有针对性的去养生 所以这节课我们来学习 皇帝内经当中 是如何研究人的生命进程 那我们把它就叫做 内经如何研究 人的生命进程 大家都知道 人整个的生命进程 它分为了生 长 状 老 以五个时段 从咕咕落地开始 到人去的百岁 应该是五个时段 但是在内经当中 我们如何来研究它呢 这是一个自然界 富于我们人体的一个规律 所以在内经当中 它是如何来研究人体的生命周期的 它是按照年龄段来划分的 我们首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按照年龄段来划分人体的生命 那么在内经当中 按照年龄段来划分的 不同的篇章当中 它划分的不一样 比如说在上古天真论 这篇文章当中 它把我们人是按照七七八八之数来划分的 熟悉的人或者是看过内经的同志都知道 他谈到了 女子七岁 慎气盛 齿耿 发掌 二七 天归智 等等 三七如何 四七如何 到七七又如何 在谈到男子的时候 他谈到了丈夫八岁 二八三八到八八 是这样来划分的 但是在其他的篇章当中 还有另外的划分方法 比如说在领数的天年 以及在素问的阴阳 印象大论当中 这两篇文章当中 它不是按照七七八八来划分 它是按照十岁一个年龄段来划分的 所以整体上来讲 在内经当中 对人的年龄段是这样来划分的 那么当我们搞清了这个年龄段的划分以后 我们紧接着就应该明白 在不同的年龄段 人是有着怎么样的规律的 就是他不同的年龄段的规律如何 要搞清楚这个规律 我们还是必须回到内经当中 对他来进行分析 首先这样来划分 他把我们人体从出生到死亡 分成了三七 这三七怎么划分的 这三七首先讲的是生长七 然后再到了圣状七 然后最后进入到了衰老七 他把我们分成了这三个七段 从年龄上来划分 一般学者都认为 生长七指的是二十岁以前 那么圣状七呢 一般指的是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 我们把它叫做圣状七 那么四十岁以后 或者说按照内经当中度百岁而去 四十岁到一百岁 我们把它叫做衰老七 所以谈到这里 可能好多同志心里边就有了困惑感 或者心里边会犯嘀咕了 说四十岁人就进入衰老七了吗 的确如此 内经当中讲的很清楚啊 年四十日阴气自斑 还谈到了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是胶发是舵的问题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也有这种体会 说四十岁是一个坎儿 这个坎儿坎儿在哪里 说人一到四十岁 突然间就感觉到体力不如原前好了 好像这个眼睛看东西呢 有没有原先清楚了啊 原先看清楚 看看东西的时候 放到这个地方合适 说是个近视眼 放到这儿合适 现在刚刚四十岁左右 刚过了四十岁 看东西的时候呢 有意识的把这个东西往前面拉了一下 好像眼睛怎么变得花了 为什么眼睛变得花了 内经当中讲的很清楚啊 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 人体五脏六腑的精气都要去充养着我们的眼睛 所以眼睛变花了 是一个明显的衰老的标志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人体脏腑的气血不足了 所以从规律上来讲 它分成了三个去断 那么这个规律告诉了我们是什么 告诉了我们是什么 它告诉了我们在整个这三个区断当中 人体的脏腑 人体脏腑的气血 它经历了一个什么 从出生的不足 一出生的时候还不足 然后怎么办 随着出生以后慢慢慢慢的去 于给予它 脏腑的气血慢慢的就会达到充盛的状态 那么到了充盛的状态 然后再逐渐逐渐的就怎么就衰弱了 所以整个生命的历程 他讲的是脏腑气血 由不足到充盛 再由充盛到衰弱 贯穿了我们人体的一生 所以脏腑气血是不是充盛 决定了我们这个人 他是收着还是短收着 收就叫收 短收就叫腰 所以人的生命不同 整体上来讲 人的生命应该是杜百岁 但是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寿命的的确确不一样 有长有短 谁来决定的 决定它的是脏腑的气血 所以整个的养生要干什么 养生的过程 就是调养我们人体脏腑气血的 让我们人体本身的脏腑气血充盈了 一直能够维持在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样他就是收着 如果我们不懂得养生 或者反过来不仅不去养生 反而不断的戕害自己 那就可以耗劫耗散我们人体脏腑的气血 这样在人体生命的进程过程当中 就会导致脏腑气血越来越亏虚 发生早虚找早衰的过程 最终影响到我们生命过早的运落 还会导致人的生命质量的不高 所以如何维系人体脏腑的气血 是贯穿在整个养生过程当中的 当然这个时间段的规律 还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问题 在整个的人体生命过程当中 虽然脏腑气血 它影响着人体的瘦或者腰 但是在脏腑气血当中 谁最重要 当然是肾气最重要 所以《历经》当中讲得很清楚 《上古天真论》里面明确告诉我们 所肾着竹水 受五脏六腑之经而藏之 故生乃能歇 什么意思啊 说肾中的精气是从哪来的 肾中的精气 它是由脏腑的精气给予它的 也就是说 当脏腑的精气充盈以后 满足了自己的生理功能需求 会把躲鱼的精气下藏在肾当中 在肾里面住存起来 那么当肾当中的精气 也充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才会泄 所以《上古天真》当中 明确的告诉了我们 鱼子二七天归至 地道通太冲麦胜 越是以时下 男子呢 二八的时候 就会出现什么 精气 一泄 为什么女子来越境了 为什么男子有了正常的 一经现象了 那就是他肾中精气 充盈了 然后转换成了天轨 是我们人体具有了生殖的能力 其二方面 当天轨充盛的时候 他的颈道通畅 这个时候女子就有了正常的越境了 那么也就有了男子也就有了正常的一经现象了 所以女子的越境周期是否正常 女子的越境的精气是否正常 直接是由肾中的精气而决定的 而肾中的精气的充盈 一类于脏腑精气的不断充养 当到达了衰老期的时候 当人体到进入衰老期的时候 各个脏腑的气血在不断的亏虚 此时肾当中的精气又会反补于脏腑的气血 所以肾气决定了我们人体的树和腰 贯穿到了我们人体养生的全过程当中 所以在整个的养生学上中 顾护肾气非常重要 当然这一段这个规律还告诉了我们 脏腑的气血充盈 决定了我们人体是不是长寿 但是人的衰老是自然间固有的规律 既然是一个固有的规律 那么我们就不可以更改 那么也就是说 脏腑一定会逐渐的什么 会逐渐的衰退 那么他怎么样来衰退 脏腑是如何来衰退的 按照7778的划分方法 女子她的衰老是先衰老的阳明经 所以上古天尊当中讲了 他说女子五期阳明脉衰 面是教发是舵 为什么强调的阳明 强调的阳明讲的是女子以血为伴 而男子他强调的是肾气先衰 为什么强调肾气先衰 强调的是男子以精为本 这是在上古天真当中 脏腑衰老的先后 那么如果把它放到了天年当中 或者一样像大论当中 以十岁来化肥年龄段 脏腑之间又是怎么衰的呢 脏腑的衰是先从身开始 肾先衰 肾衰了以后衰的是肝 肝衰了以后衰的是心 心衰了以后衰的是皮 肾衰了以后最后衰的是肺 凡是系统的学过中医基础理论的同志 一看到这个衰退的过程 大家能够明白其中的一二了 比如说身在五行当中属水 肝在五行当中属木 水生木 心在五行当中属火 木生火 皮在五行当中属土 火生土 肺在五行当中属金 土生金 所以按十岁的标准来划分 先衰谁 脏腑当中的气血谁先衰 肾先衰 是按照相生的顺序 来衰的 当五脏精气揭衰的时候 人体的生命已就走到了尽头 这是我们讲学习内境当中 年龄段的划分 我们要掌握它其中的这些规律 那么掌握了这些规律 能够干什么 当然掌握了这些规律 我们可以干什么 这就是它的意义了 那么掌握了这些规律 首先明白它的什么意义 首先要明白的是 人体的衰老 是自然皆故有的规律 这个规律是固有的 把这个词首先放下来 同志们 既然人的衰老 它是固有的规律 那么这个自然界当中 就没有长生不老之法 也没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 什么叫做长寿 尽重天年 那么也就是让我们人自己本身的寿命 能够无穷金的接触到 或者靠近于自然界赋予我们的生命 这就叫做长寿了 你不可能超越这个规律 其二一个告诉的 我们既然它有着固有的规律 那么也就是说不同年龄段 有不同的规律 那么有了这个不同的规律 怎么办 有了不同的规律 那我们就应该按照这个不同的规律 进行不同的调养 一定要进行不同的调养 比如说同志们 这个地方谈到了肾气贯穿于我们人体养生当中的各个时段 而肾气决定了我们人体的瘦或者腰 所以不论你在哪一个年龄段 顾护肾气就是首先的药物 那么既然要顾护肾气 肾气一个是秉述于先天父母 二一个是充养于后天 既然充养于后天 在出生到二十岁左右内经当中 这个上古天真论里边把它叫什么呢 女子二妻男子二八 再到什么呢 女子三妻女子三八的时候 肾气就平均了 女子三妻二十一岁 男子三八二十四岁 那么也就是说在二十岁以前的生长期 此时怎么办 顾护脾胃 一定要让我们的脾胃好 脾胃好 摄入的饮食物才能有了足够的保障 这样化身气血的源泉才足 它才能源源不断的充养神气 那么到了胜壮期二十岁到四十岁 这个年龄段当中 人进入到了自己生殖期的黄金时段 那么在生殖期的过程当中 怎么保护我们的神气 那就要节育 二十岁到四十岁这个年龄段 就是生殖期了 生殖期如何来保护自己 节育是首先的药物 所以内经当中讲得很清楚 那么不知道养生的人三种坏的行为的其中一种 就叫做罪已入房 沉迷于房中之事 不知道顾护肾中惊气 然后就会导致过早的衰老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看今天的现实社会当中 不止顾护肾气的大有人在 沉迷于色生之中 必定导致肾气虚衰 最终影响到生命的有效时段 所以在这个时段里边叫做什么 保护肾中惊气 难得如此 欲得依如此 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 我们着重的顾护了圣中之气 不让他耗散 不让他耗散 而到此时衰老气的时候 谁衰老 圣气先衰老 圣气先衰老 所以在这个时段当中 人一过四十岁 那么就要通过食养啊 药养啊 去保护肾了 在保护肾的前提下 按照他衰老的顺序 一个一个的去补养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生命周期越来越长 所以掌握的规律 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养生 知道哪一个时段在调养谁 那么他的意义的第三个意义是什么了 第三个意义内经当中照样告诉了我们 在阴阳印象大论当中 他告诉了我们 智者 查同 与智者相对的就是于者 与者 查什么 智者查的是同 与者一定查的是义 叫做知之则强 不知则老 这是阴阳印象大论当中的远话 他讲什么来 智者就是懂得养生道理的人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同 当然就看的是人的规律 规律都是相同的 于者看什么 于者就是不懂得养生的人 他看的什么 他看的是不同的 什么叫做不同的 说为什么人家六十岁了 还贱步如飞 那个我怎么才四十岁 腰膝酸软 说人家那个人七十岁了 眼睛不花 耳朵不背 牙口不软 说为什么我才五十岁 牙齿脱落了一半 眼睛也花了 听力也下降了 这就叫做鱼着 鱼着 查什么 查的是个体之间的不同 知知则强 知知就是知着 知道养生道理的人 他的生命就受 生命的质量就高 不知着呢 不知道养生的道理的人 则老 那就叫做衰老的快 从字面上是这样讲的 同学们 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意义啊 现实生活当中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呗 比如说 经常有患者来找我 多大年龄了 47岁了 48岁了 甚至50多岁了 来找我看病 女性来找我看病来了 找我看病 很简单 过来以后就告诉我 说医生啊 我月经不调 我说你多大年龄 他说我今年50岁了 我说你怎么不调 他有时候来的两个月 三个月来一次 有时候呢 还基本上每个月都来 这就叫做月经不调了 什么叫做调 他的意思是他50岁了 也还像和20来岁的小女孩一样 每个月准时来 同志 不可能了 为什么不可能了 因为人 他本身有着自己生长发育的规律 规律不可以改变 那么规律不可以改变 我们应该怎么办 懂得养生的人 茶同 就是顺应规律 在顺应规律的前提下 调养自身 然后我这样一讲 患者还不乐意了 说我就是找你开个药呗 你给我开点药不就行了吗 你给我讲这么多道理干什么呀 同志 本人是一个科学工作者 是研究中意的人 我不是个江湖郎中 我不能像社会上的游异 或者说社会上那些卖保健品的卖药的人那样去呼隆你 卖表保健品的人告诉你 说你的月经不正常了 是你卵巢早衰了 你的卵巢早衰了 就要给你养卵巢 把卵巢一养 你可以年轻二十岁 还有人在告诉你 说月经是女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六十岁的女人都应该月经正常 已经违背了自然界的规律 违背了人的规律 如果违背了我们人的规律 那你就叫做愚者 愚者怎么办 愚者在自作 自作就会强害 所以很多到了绝经期或者未绝经期 这个时间段的女同志 一直在追求自己月经的正常 去吃一些保健品 去吃一些药 去吃一些等等这个胶 那个胶 最后吃出什么结果来了 子宫内膜肥厚 勾用谁者吃出了 子宫内膜的异常增生 最后可以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不言而语 这就是什么呢 不知道养生的道理 则老 为什么老 不懂得养生的道理 是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人 有着正常的规律 不知道有着正常的规律 所以他每天就像长生不老 每天就像小女孩一样 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 天道不可为 那么还有一些女同志来了 六十多岁了 来找你 说医生啊 你看我这个手上有点斑 我这个脸上有点斑 你给我吃点药 你给我区区斑吧 我说对不起 我没办法 您这么大年龄 我真没办法 他说 那人家不是说气血不合吗 气血一合了就好了吗 你给我开点补气的 养血的 你知道开补气 养血的 你找我干嘛呀 六十岁了 七十岁了 脸上不长斑 十岁的孩子脸上长斑呀 自然规律 怎么办 茶桶 你知道它是你的自然规律 你就应该怎么 正确的面对 也许你会讲 怎么我看到那个电影明星 人家都七十多岁了 人家还年轻的 和小孩一样呢 人家是电影明星 人家有自己本身的化妆师 咱要像脸上眉白 咱一年要讨个百八十万 上千万 雇上一个化妆师 每天出门子给我们化化妆 可能也会的 对吧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说 很多演员很亮丽 很光鲜 一卸妆以后还不如我们呢 这是什么现象 规律 规律是不可更改的 当然同志们讲了 说你接着在这地方 一直在强调规律的问题 既然规律是不可更改的 那么我们学养生干嘛呀 学养生是顺应规律 顺应了规律 在不同的年龄段 我们进行不同的干预 让我们身体本身脏腹的气血充盛起来 让我们本身的脊能 解禁于这个年龄段要达到的状态 这样自然而然的 我们就会离上天赋予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近 这就是顺应人体的规律来进行养生的目的和养生的意义 而不是要让你违背自然界的规律 所以这节课 我们既然讲的是人体生命的历程 我们既然讲的是规律性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应该遵循规律而言 好了同志们 这节课就讲到这 下一节课将给大家讲 《黄帝内经》是如何判断一个人长寿或者说短寿的 好就讲到这 同志们好 上一节课我们给大家谈到了 《内经》当中是如何来研究人体生命的立场 或者说它的规律的 当我们搞清楚了是如何划分年龄段 每一个年龄段有了什么样的规律 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规律去做具体的养生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继续来讨论明晰的几个养生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在《内经》当中 它是如何来判断一个人是长寿还是短寿的 寿就是长寿 但是在《内经》当中它并没有告诉我们 说什么样的人就会短寿 因为中国人讲话永远讲好的 所以它只是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长寿 在上一节课当中我们给大家谈到了 人的瘦和人的腰决定于什么呀 它决定于首先大家要清楚 人的瘦腰它决定于脏腑的气血 也就是说当脏腑的气血充盈的时候 人体各个功能都正常 这样人就可以长寿 但是同志们要注意 脏腑的气血决定了脏腑的功能 而我们人的脏腑的气血如何 看不见 比如说心的气血如何 看不见吧 那么肺呢 我们也看不见 所有的脏它都是藏在躯壳当中的 所以它的气血充盈欲否功能活动如何 我们通通的都看不见 但是看不见 是不是就不知道 当然不是 如果大家听过中医基础理论的课 大家都知道 每一个脏腑的功能 它都有与之相对应的 外在的活动表现 而这一种外在的活动表现 我们把它叫做 某一个脏的香 所以在中医基础理论当中 我们讲完哲学 然后就讲的藏于机体躯壳当中的脏 它一定有反应于外在的功能活动表现的香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掌握它的相 来推测它的脏的功能 这一种思维方法 在中医学当中 我们把它叫做 用香测脏的思维方法 就是有什么样的香就有什么样的脏 那么大家再看 香是表现在人体外面的表象 那么我这个人就站在这个地方了 我什么部位的香 最能够看到 或者说当你看到我这个人的时候 正面我往前走 你往我走 往这边走 我们两个人相向而行 当碰面的时候 我们相互之间注意的是什么 一定注意的是头面部 为什么 因为头面部 它从位置上来讲 它居高 它居上 所以通过管头面部很容易观察到 所以我们通过观察头面部 就可以来测知这个人的脏腑的气血如何 那么观察头面部 观察谁啊 人有五脏 头面部有五官 所以五官就表现的是五脏 因此古人告诉我们 说五官者五脏之月也 就是看五官看谁了 看五官看的就是五个脏 既然看五官能够看到五个脏的表现 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个人的面香 看这个人的面香 这个人的面香如何 就决定了他的内脏功能状态如何 而内脏的功能状态如何 恰恰反映的就是这个人五脏六腑的气血充盈度如何 所以在《内经灵数天年》这篇文章当中 他告诉了我们这么一段话 这段话叫做是倒随一场 然后又告诉了我们激强 激强要高一方 是倒随一场 激强高一方 然后又告诉了我们 然后又告诉了我们 然后又告诉了我们三步三离起 三步三离起 还告诉了我们骨高 肉满 当满足了这些条件以后 就告诉了我们人可以怎么 人可以享受百岁之命了 所以百岁的香是什么 就是这么些香 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世道指的是我们人的鼻孔 从鼻子的这个地方开始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条随道 这个随道应该怎么办 这个随道应该长 所以使道指的是鼻孔 鼻孔应该怎么鼻孔应该深应该长 鼻孔深了 鼻孔长了 好 反应的是谁 鼻是肺的外香 那就说明这个人 肺的宣发速降等等功能正常 肺的宣发速降等等功能正常了 那他就是主肢结的功能正常了 肺好 啊 肺墙高一方 什么叫做肌 肌讲的是鼓 骨骼为肌 翻臂为墙 翻臂就指的是两个耳朵 啊 所以肺墙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面部的骨架 墙指的是耳朵 那么合起来就是我们这一张脸啊 往前面一看 你看到是一张平面的脸 并看不到一张什么啊 立体的脸 那么平面的脸应该怎么 是高一方的 高一方是什么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叫做电行的国字脸 四方四正 最后我们家的院子 我们家要盖院子一样啊 你看鸡骨骼 鸡是什么 我们家要盖房子 要盖院子 它的地鸡 叫骨 墙指的是翻臂 翻臂是什么呢 就是圆圈围起来的院墙 在我们人体就是耳朵 所以我们那个院子讲究什么呢 四方四正 所以这个人的脸应该是什么呢 国字脸 骨骼是谁啊 骨骼指的是身 对吧 那么通调盈位 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盈气位气的通行是正常的 盈位由谁来通调 心煮血脉 肝 煮书蟹 藏血 来再看这个地方 叫做三步三里 三步还指的是我们这个人头上的三个部位 三步指的是上步中步和下步 上边 额 上步指的是额 所以三步三里 额什么地方呢 额讲的是两个额角 就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把头发把它梳上去 头发梳上去以后 这叫发极限 过来以后 往这个地方要拐弯 这个地方叫额角 额角怎么办 起指的是高的意思 第二个部在那里 第二个部是中部 中部指的是鼻子 鼻子要什么 鼻子要高 第三部指的是什么 第三部指的是下额 下额就是下巴的这个地方 下巴的这个地方也要高 所以三步三里起 骨高 里边是骨骼在充盛着 骨骼为脊 所以骨骼高了 当然这地方就高 肉要满 骨骼上面要长肉 所以整个我们这个脸看起来是什么 骨子脸的基础上 该高的地方要高一点 该薄的地方要薄一点 该满的地方要慢一点 整个脸上是要有肉的 用我们平常经常有些人讲的话叫什么 三步三里起骨高肉满 就讲的是天听饱满 地隔方圆 这就是一幅什么像 老百姓把它叫做浮像 浮像 浮像是什么像 浮像当然就叫做受像 所以这就叫做百虽之相 同学们是不是有点算命的感觉呀 千万不敢这样理解啊 这一定不是算命 这是算什么 算长寿 通过什么来算长寿 通过我们人体面部的表现 来推测 来推测他内在脏腑的气血胜甩的状况 进而来判定他是长寿还是短寿 看这个地方讲的是飞 这个地方讲的是身 这个地方讲的是身 这个地方讲的是肥 这个地方讲的是心和肝 因此这幅浮像 他讲的是五脏七和血是充盈的 而人虽然有着五脏六腑 但是他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 五脏的气血充盈了 那就是脏腑的气血充盈了 脏腑的气血充盈了 脏腑的气血充盈了 当然这个人就是长寿的人 谈到这个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问题了 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 中医文化当中的这种浮像来讲 恐怕放到今天的社会上 男同志可能还好接受 好多女孩子是死活不接受了 比如有些好多女孩子简上这样想 说人家别人都说我长得不好看 我说为什么他说你长得不好看 他说人家别人都说我这个脸圆圆的 脸圆就不好看嘛同志 脸圆是典型的中国文化当中讲到的浮像 既然你是个女孩子 你长得是符合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浮像的 那么老百姓就把你叫什么 旺浮像 如果按照你们现在的标准 骨感美 骨感美我还看不见 你就穿着宽宽的衣服我也看不见 但是我一定能看到你的脸 有些孩子说他的脸大 他的脸圆 所以过去以后这个地方的肉血一片 那个地方的骨骼血一片 人家讲的是什么呀 骨高 你现在叫做骨高了 血掉了 你直接把你的生命给血掉了 是吧 人家的肉满 肉满是疲好 这是长寿相 最后你把你的肉也血掉了 你又把你的寿命给血掉了 你非要把一幅非常漂亮的 完全符合中华文化神美的 旺浮香 长寿香 你非要整成一个瓜子脸 你跟上谁学的呀 是吧 你完全背离了我们中华的文化 所以这张脸不可以随随便便在那个地方 瞎整 当然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 如果有很多童子说了 我听了你这个东西讲的挺好的 我本来就长得个瓜子脸 我明天回去把其他地方的肉再搁一点 往这里边再填一点 你也别这样折腾 这脸上的肉叫表情肌 它是有着情感的 人家不仅仅讲的是 使道随一场 几枪高一方 不仅仅讲的是三顾三离奇 骨高肉满 还讲的是我们脸上的这些肉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能够表达出情感来 脸上的肉一定是活的 说笑就笑 说咋就啥 要表现出种种复杂的内心的情感 所以脸上的肉是表情肌 你明天从这个地方雪一片肉 甜到这个地方了 脸就不会笑了 为啥因为这个地方的肉不会消 这个地方肉要会笑了 出麻烦了 所以天生的你 就以此为本 千万不敢折腾 今天雪一片 明天离一刀 最后把一个脸上整的成啥了 远看一张脸 近看没表情 这个不是我们人追求的 所以我希望同志们学完这一节课以后 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美 什么叫做中华文化之美 什么叫做中国人审美之美 一定不要跟上一些所谓的等等东西 回归到我们的文化来 这种人如果要是站在你的面前 我想人人都喜欢 除非他是近视眼 好了同志们 这节课就讲到这 下一节课 进一步的来讲 影响人体寿命的因素有哪一些 当明白了人体影响我们生命的因素有哪一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怎么有敌放式的去养生 好了就讲到这 同志们好 上一节课给大家讨论了 在内经当中如何来判断一个人是长寿 还是不长寿 主要的是使用了皇帝内经灵数天年当中的一段话 因为决定我们人体寿命长短的主要因素是脏腑的气血 所以脏腑的气血我们虽然看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外在的相来推测它 所以观面相来推测它是不是长寿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继续来讨论有关长寿养生的问题 那么在内经当中 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人的寿命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人的寿命取决于什么 或者人体的寿命它受什么因素的影响 我们在前边曾经给大家谈到了 说人为什么要养生啊 人要养生是首先增强我们的体质 那么在后边的两节课当中 我们也讲到了影响人体寿命的一个是取决于脏腑的气血 那么在脏腑的气血当中主要取决于肾气 在内经当中明确的告诉了我们 任何生物或者任何物种 它都有着它自己生命的天数 这个天数我们就把它叫做天命 每一个物种都有着它本身的天数 那么人作为自然界当中的遗员 人已是这个自然界当中的物种之一 所以人本身也有着自己生命的天数 那么这个天数是多少 内经当中给我们取了一个约数 约是多少 约伴随 那么内经当中告诉了我们 人这个物种的天数为百岁 那么人能不能活到一百岁 那么现代研究发现 人这个物种的寿命 大约在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岁左右 所以现在研究的结果和我们古人对人的寿命的认识 基本上相同 那么这是谁的生命啊 这指的是物种的 那么作为人 这个物种 它的寿命 但是大家必须搞清楚 一个物种的寿命 它并不代表一个个体的寿命啊 那么作为某一个人这个个体 它的寿命受到了什么因素的影响 这才是我们在养生当中 既要兼顾到物种 又要兼顾到个体的具体问题 就好像什么一样呢 比如说 很多同志种过庄稼 说我们今天要种什么 我们今天这个地里边要种玉米 那么要种这个玉米 玉米这个物种 从它播种到最后去收获它 有一种玉米的这个物种的寿命 是一百天 是一百天 那么我们把这个玉米种到地里边去 它能不能最后抽碎 结果活下这一百天 影响它的因素有什么 首先要看的是这个种子 种子饱满不饱满 是个可力饱满的种子呢 还是一个干憋的种子 那么干憋也好 还是饱满也好 由谁决定的 由玉米的爸爸和妈妈决定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他在上一轮生命当中 孕育他的那个玉米珠子 所以对于我们人体来讲 个体的寿命首先取决于谁 首先取决于先天因素 先天的 那就是我们人怎么 秉授于父母这个地方的 那么还决定了谁 种子放到地里边去以后 发芽了 长成一个小苗了 能不能茁壮的长成一棵 旺盛的健壮的玉米苗 那还要看我们在这个地里边 湿的肥如何 它的阳光如何 它的水如何 那么这些东西靠的是 这些东西是谁决定的 对于我们人来讲 那就是我们后天 后天要干什么 后天的种种因素 所决定的 当然了 有了好的种子 有了好的土地 有了肥沃的土壤 有了充足的阳光 和充沛的雨水 这棵玉米是不是可以长成 不一定 还要看什么 还要看它这块地 在什么部位 如果这个地在一个水泥场的旁边 那么它肯定长不成 所以它又要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受到它外环境的影响 那么对于我们人来讲 它又要受到了社会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叫做环境因素的影响 就是我们这个人 生活在了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好了 既然是物种 他们的道理都是相同的 所以影响我们人体寿命的因素 或者取决于人能够长寿 就是这三方面的因素 我们前面也曾经讲到了 先天秉兽于先天父母 秉兽于先天父母的是什么 秉兽于先天父母的 叫缘妻 缘妻 它更藏在肾当中 我们也把它叫做肾气 那么很多同志讲了 说这个东西是决定于先天的 我从我爸爸妈妈那个地方得到了什么东西 我左右不了 那我这个地方我养什么呀 要谈养生我养什么呀 大家如果这样说 我认为就是不负责任了 那么明明知道我们的寿命首先是有先天 遗传性的物质或者说我们人体当中的肾气所决定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养谁 当然我们人人都得养身 养身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保护我们 更重要的是要为下一代创造良好的先天秉兽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都希望自己的子孙子女能够健康的茁壮的成长 因为我们现在就讲的是忧生和忧郁 我们的子女能不能健康茁壮 能不能够福寿无疆 当然前提是决定于我们 所以我们养先天不仅仅是为我们 更重要的是我要为子女 那么先天肾当中的肾气 他决定了我们人的寿命 如何决定的 一方面 他是由肾气衰老的年龄所决定的 其二一个是由肾气衰减的速度所决定的 内经当中讲年四十 阴气自扮 那么也就是说不论男同志还是女同志 一半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 体内肾中的精气就已经亏虚了 那么年龄在哪里 在四十岁左右 那么既然内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那么我们通过合理的方法 合理的 我讲的是合理的养生的手段和方法 能不能延换他肾气衰老的年龄呢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虽然不可以跨一个时间段去延缓他 但是我们有效的延缓他还是可以的 如何延缓 前面我们曾经讲到了 啊 上古天真当中 把女子是按照17273777划分 把男子叫按照1828到88来划分 一样像大论当中和天年当中 是按照十岁来划分的 在人体整个的成长历程当中 他经过了一个什么呢 发育期 壮胜期和衰老期 而在发育期的过程当中 是五脏六浮的精气 要源源不断的藏屑于肾 在肾当中藏起来 所以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尤其是二十岁以前 我们就要不断的养脾养胃等等等等 来充胜我们肾中的精气 那么到了二十岁和四十岁这个年龄段当中 叫做肾壮期 在肾壮期当中 我们就要力争要做到什么呢 不毫费肾当中的精气 你只有做到不毫费他 他才能延换衰老的年龄段 那么到了这个年龄段四十岁以后 他进入衰老期了 我们通过适当的 比如说锻炼 适当的调养 来弥补他肾当中肾中精气的不足 这样就可以延换他衰老的年龄 当然其二一个呢 如果我们能够采用前边的方法 尤其是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 我们能够对身进行有效的补养 那么就可以减换他衰老的速度 速度减换了 衰老的速度就会减换 衰老的速度减换了 那么我们离个体的寿命 离物中的天数就会越来越近 这是我们所说 先天虽然不可以改变 但是后天的调养完全可以有效的调空 其二一个后天的因素 那么后天的因素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方法 各种养生的方法去调养他了 哪些养生的方法 这些养生的方法我们今后还会谈到 比如说首先要做到的 顺应自然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如何顺应一年四季来养生呢 《内经》当中讲 第二篇《四季条神》当中讲 春三月次乃发尘 夏三月次乃翻秀 春三月次乃荣平 冬三月次乃逼藏 那么我们如何来顺应发尘 返秀 荣平 逼藏的一年四季规律 去调养我们 比如说一日有私食 平淡人气盛日中阳气龙 日夕阳气已去七门乃弊 我们如何顺应一日四时来调养 这些问题我后面都会讲到 是吧 那么你只有能够顺应了自然 才能把我们这个个体 融入到物种当中 然后再进一步的适应于自然界当中 顺应了自然界的规律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到天人合一 同时在不同的年龄段 我们掌握了不同的养生的方法 比如说喜经故本 保护身重的精气维护先天 故护脾胃 调养脾胃 来调治什么啊 后天之本 这样 又可以让我们后天产生的精气 远远不断的补充到先天当中来 进而缓解肾气衰老的年龄 缓解肾气衰减的速度 我们明白了这些方法 我们就可以用 那反魂来讲 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些方法呢 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所以历经里边叫什么 叫做以欲解其经 以耗散其真 以欲解其经 就是说我的地盘我做主 我今天想干啥就干啥 我管你别人 我们今天是不是好多孩子这样在做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临床上看到很多孩子来了以后 个子的发育还可以 但是肌肉的发育没跟上 常常是面黄脊瘦 动不动咳嗽 动不动气端 动不动打喷嚏 动不动流鼻涕 来了以后我们就问 然后告诉家长说一定不要让孩子吃冷饮 一定不要让孩子喝矿泉水 家长说了我灌不住 养不叫夫之过 养孩子不是把孩子生下 而是要告诉孩子什么是真善美 要告诉孩子如何去生存 是吧 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住 你有什么样的理由 每天在这个社会上说长道短 指责张三指责李四 是不是 修不了身 提不了家 还想拼天下 这是不对的 所以为什么这些孩子管不住自己 然后你再看看 我再给你讲个简单的故事 我前两天 我前两天出门子办点事 搭了个出租车 一上车 我从我包里边拿出来水杯 我喝口水 同志们你知道出租车司机给我怎么讲呀 说师傅你是个老干部吧 我说老干部这个词似乎现在不存在 是不是 我说你为什么说我是个老干部啊 第一我还不老 第二我并不干部 但人家现在这年轻人出门子都是手里边拿的矿泉水瓶 还有几个人拿着茶杯呢 茶杯都是过去老干部的形象 你看人家都还出租车司机 人家都知道一乡侧葬 只看到我的外表 他就知道我是个干嘛的 啊 那么这个话虽然是个笑话 但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今天满世界的 当然我指的是我们中国这个世界啊 出门子在教室 大街上在家里 经常可以看到孩子矿泉水 出门子手里颠的是矿泉水 回到家里边拿个杯子 饮水机上 接的是直饮水 纯净水 矿泉水 根本没有通过加热去引用 同志们虽然说加热的开了的水也是水 没有加了热的水也是水 他的分子结构是一样的 但是他到达我们人体以后 他发挥的生理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寒凉的 而这些良性的东西可以直接伤养 我在中医基础理论当中讲到过 含血直重脾胃 伤及脾胃之痒 严重了就可以导致肾羊亏虚 所以有很多小姑娘有很多女孩子 就是由于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了痛经 他们很有理由的 他们说我这样喝我简单 我喜欢我就不喜欢喝开水 那么请问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 那么还有一些爸爸妈妈也年轻 自己年轻的时候也任性过 甚至可能去的地方还不少 因为我曾经有个患者带着孩子来看病 当我说完这一摊子话以后 家长直接就指责我 说医生啊 我去美国了 人家美国人是每天早上 一起床冰箱一拉开 拿出来一杯子 凉牛奶就喝下去了 人家怎么没事 你怎么就说我们中国孩子有什么 都是人 对了 都是人 这个物种 这个物种里边 他还有着不同的分种 我们这个个体和人家的不一样 人家我地方有黑人 有白人 才是黄种人 体质不一样 啊 中医特强调这些东西 你是中国人 所以明白了这些道理 咱们才能做好 否则的话 你就会经常图你自己心中愉快 你经常拿着说 你的地盘 你要做主 你自己的事情 你要做主 那么你做主 我不反对 你要做主 你懂得真正的道理吗 当你懂了道理的时候 你在做主 不迟 否则 你就会解其精 你就会耗散你的真气 那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暂时的病痛和受命的缩减 那我们养生是要干什么 养生就是要知道这些道理 来做到什么 把这些危害 把这些不正常的东西 或者不正常的生活习惯 一个一个的从我们身边排除掉 所以我上一节可不是给大家讲了吗 智者查同 鱼者查一 智智则强 不智则老 这就是后天因素当中我们要做到的 当然了还有环境因素 同志们说了 说环境因素我管不了 人它是一个生物体的人 人这个生物体来到了社会当中 来到了自然界当中 就变成了人和社会的统一和自然的统一 但是我们人之所以叫做人 我们并不等于完全被动的适应自然界 完全被动的适应社会 而我们人是有着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 所以环境因素我们照样可以合理的 适当适度的去改变 比如说气候我们是变不了 那么气候我们变不了 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改变它 这两天天气的温度很高 一出了门子拿个温度表 差不多都要爆表 四十多度的高温 那么四十多度的高温 我们改变得了改变不了 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不出门 我们可以待在家 对吗 大冬天特别冷 冷得不行怎么办 我们可以少出去 可以待在家 当然了 待在家里边说我们现在有空调 我们现在有暖气 当然我指的是长江一北 我们在长江一北 现在还实行避暖了 所以好多同志讲了 他说自从安伤暖气 我到冬天就会满嘴满鼻子的长炮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被动的适应 而你没有主动 当我们家里边为了暖和 我们为了改变气候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在装伤暖气的时候 暖气开放的时候 我们在家里边通通风 家驾湿 这样我们就是可以改变了我们局部的小环境 所以气候变不了 人是会变的 其二一个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 我们个体可能无能力来改变 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做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人人都做尊纪守法的好公民 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一定会变得很和谐 我们今天不是经常在讲这么一句话吗 我的梦你的梦就是我们的中国梦 不要每天去冤天 不要每天去游人 自己走到大街上看到一个一拉罐 脚一体滚落多少远返回来去 去说别人随地吐痰随地认止泻 从自己做起 过马路横穿上往前走 心中还有着很多理由 说现在规定车让人 所以我就可以慢慢悠悠的过马路 当我们的车辆的司机人家提高了自己意识的时候 我们提高了没有 对吧 我们出了门子 骑了一个共享单车 到了目的地随便扔到了地下 请问如果是我们自己家的东西 我们会不会随意丢弃 这都是我们个体的行为 而我们这个个体的一系列的行为 一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所以从自身做起 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就会变得非常祥和 而社会每一个人都在编 是不是社会就都编了 看似个人不肯扭转 其实人人都在参与 那么这些问题看似我们讲的是个社会问题 其实还讲的是一个什么 养生的问题 因为养生不仅仅在养着行 它还在养着神 因为我们中国人中国医学强调的健康 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 它还强调了心理的健康 2000年以前的《黄帝内经》就讲得很清楚了 那么21世纪的今天 世卫组织所提出来的健康的标准也是这样的 身体的健康加心理的健康 再加上良好的社会摄影能力 而这个观念 这个健康的标准 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以前 就已经明确的提出来了 上古天真论讲得很清楚 虚邪贼凤必知有识 天淡虚无 真气从之 病安从来 所以我们这一节课主要给大家谈到了 任何一个物种都有着自己寿命的天数 人作为自然界的物种之一 必定也有自己的天数 而作为一个个体的人 不一定都能达到这个物种本身的天数 那如何解禁于这个天数 谁在影响着个体人的寿命 一个是先天的禀赋 一个是后天的因素 还有一个是环境的因素 看似不可改变 其实哪一个都可以改变 那就是需要我们怎么呢 了解相关的养生的方法 好了 同志们 这节课就讲到这儿 下一节课 继续给大家讨论 生命衰老的标志是什么 出现了什么样的表现 就是我们衰老的开始 下一节课去讲 今天就讲到这儿 同志们好 上一节课 我们给大家谈到了影响人体寿命的几个因素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讨论 养生和寿命的问题 这一节课讲什么呀 这一节课来讲 人衰老的表现 我们前面多次给大家谈到了 决定一个人是瘦还是短瘦 它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我们人体 脏腑气血 脏腑的功能 所以当那天脏腑的气血充盈 脏腑功能正常的时候 这样我们的身体就健康 反正身体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 脏腑的功能如何 脏腑的气血如何 我们根本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 并不等于找不见 从哪找 内在的脏 在外面一定有着它的表现 那么这种表现 我们把它叫做香 而看香看哪里 看香最能够直接观察到的 就是我们人体的头面部 所以我们通过对头面部的观察 通过对患者具体的询问 我们就可以来判定 这个人本身的脏腑技能如何 所以先从哪里看 看面 我们前面看了面的香一部分 那么今天衰老了 从哪衰老 经常讲说这个人气色挺好 气色挺好 说那个人气色不好 讲气色讲的是哪 讲的是这个人的面部的表情 面部的光子如何 面部的皮肤如何 所以面部和溶滑 如果这个人的面部的不溶不滑了 他的溶滑反过来成了个什么 成了个憔悴的了 成了个哭的了 那么一定就叫做什么 衰老了 内经当中比如讲 我们说我们中国人的面色 应该是什么样的面色 黄种人是底色 气色要好有光泽 血色要好是红润 所以我们把我们中国人叫做 红黄隐隐 像什么样呢 内经当中把它叫做 如薄裹朱 像白色的丝绸裹着红色的朱砂 这样看起来像什么样呢 白里透着红 红里泛着光 我经常讲 为什么要用死绸来裹朱砂 而不用老棉布来裹 因为死绸是有光泽的 而棉布是没有光泽的 所以在这里边强调什么 强调的是气色 不论这个人的脸是白色的 红色的 黄色的 什么样的色 一定要有气色 气色就一定要有什么 一定要有光泽 光泽就是它的融化 所以憔悴了 不仅仅指的是面部的肌肉松弛了 它首先讲的是你的气色不高 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叫做鹤发童颜 鹤发童颜不仅仅是讲的时候 这个人的头发是化白的 但是人家那个脸上是红润有光泽的 不可能 之所以说它是童颜 讲的是它面部的气色很好 光泽度很好 表情很丰富 它就像小孩一样 能够做出种种的表情来 所以当我们面部出现憔悴的时候 面部的皮肤出现了皱纹的时候 那就说明我们怎么了 衰老开始了 其二一个表现 那就是五官 五官说哪里 耳朵不聪了 比如说有些人出现了耳鸣 有些人出现了耳聋 有些人出现了听力的下降 叫做耳不聪 其二一个叫做眼睛不明了 比如说看东西 经常把东西往远处拿 说眼睛花了 有些人眼前出现了非文症了 有些人看东西出现重影了 事物不清 叫不明 比如说鼻子 香嗅嗅不闻 对吧 不能很好的辨别气味 就是嗅觉不灵了 那么也叫做衰老的表现 比如说牙口不好了 不是有个词叫做什么 吃麻麻香 现在的结果是什么 吃东西没味儿 咬东西咬不动 是不是 吃松 咬合力不够 这也说明 变老了 老的表现之一 所以衰老的第二个表现 是从五官上来看 因为五官者五脏之悦也 其三一个看哪里 其三一个看生殖机能 生殖机能怎么了 生殖机能会减退 比如说女子出现了月经的延期 过去的月经还正常 现在月经是越来越往后边拖 或者说出现了什么 月经先后不定期 这段时间可能退后了 下一月可能提前了 月经怎么了 稳乱了 稳乱 这是一个前提 同时月经量变少了 原先来一次月经 可能四天五天 现在可能第一天一点点 第二天马马虎虎 第三天就没了 月经量明显的减少了 同时 性欲低下 阴道干涩 最后 最后如果去做个B超去 还发现什么 乱潮萎缩 升职机能的减退 也是什么呢 衰老的 变形的表现 那么作为男子来讲 男子来讲 比如说出现了性欲的下降 阳危 早些 等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了 那么也把它叫做什么 衰老的表现 因为谁在维系着人体的升职机能 维持升职机能 是我们的肾 而肾气是直接决定衰老的 肾气衰减的年龄 肾气衰减的速度 直接决定了衰老的年龄和衰老的速度 还有一个表现 那就是心理的变化 我们常常听到这么一种讲法 说我过去看个电视没什么表现 怎么现在我看电视特别能够入了剧情 尤其是人家那个电视里边的人物 命运不好的时候 我老感觉到心里边特不舒服 过去我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 现在有点什么样的事情 老觉得心里边感觉到委屈 老觉得感觉到心里边怎么 不舒服 我没办法叫做什么 苦 忧 悲 容易产生忧虑 容易产生悲哀悲伤 这也是一个衰老的表现 所以从整体上来讲 人衰老了就从这地方开始了 因此我们中国人经常讲 说人老先从哪里老 老老老 人老先从腿上老 走漏走不动了 就是老了 因为什么走不动了 骨 骨 肾 肾 肾 小骨 说人老先从哪里老 说人老先从嘴上老 为什么从嘴上老 过去敢吃的 现在不敢吃了 过去能咬动的 现在咬不动了 牙口不好了 肾主骨 驰为骨之鱼 人老先从哪里老 人老先从耳目老 看东西看不清楚了 听东西听不明白了 就叫老了 说不对了 这个人年龄大了 老了 为什么老了 耳朵背咯 你看是不是都是讲的这些道理 说人老从哪里老 人老先从心里老 老感觉到心挺累的 这都是衰老的表现 所以比如说内经当中 在上古天真论里边 他讲到女子衰老的时候 说武器扬名脉衰 面世交发世多 就是女子五七三十五岁的时候 阳明脉衰了 表现是什么呢 头发开始脱落了 脸上长了皱纹了 憔悴 衰老了 说六七 五七三羊脉衰于上 面接脚 那么到六七四十二岁的时候 三羊脉都衰了 整个脸上的皱纹就很多了 那么在讲到男子的时候 说五八肾气衰 发跺齿搞 男人在五八四十岁的时候 头发花白 头发脱落 牙齿咬东西 不敢咬了 那么六八的时候 那就更糟糕了 六八羊气衰 对吧 那么在其他的篇章当中 还给我们讲到了说 人年四十 阴气自半 四十岁的年龄 肾中的精气就出现窥虚了 那么到五十岁呢 五十岁 五十岁的时候 会出现肝气衰 那么肝气衰 肝开窍于木 结果就叫做 目视不明 五十岁的时候 肝气衰了 所以眼睛就逐渐花了 是六十岁了 六十岁的时候 心气就衰了 心气衰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苦悠悲 容易动感情 感情特丰富 接受的刺激量会越来越小 那么七十岁的时候 七十岁的时候 脾气衰了 脾气衰 脾股肌肉 所以就会出现 脾肤的枯萎 这都是内经当中的原话 那么我们现在总结出来的这些内容 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内经的原文当中而来的 好了 同志们 衰老的表现在哪里 在这里 我不希望大家一一对应 但是当大家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明白 我们已经进入衰老期了 当我们进入衰老期怎么办 那我们就应该采用一系列的方法去进行干预 这样让我们肾中精气衰老的速度减缓下来 从而有效的延长我们生命的质量与生命的周期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好了 同志们 用五节课的时间告诉了大家 养生首先应该明晰的五个问题 从下一节课开始 还是继续在养生 但是下一节课开始 我们将用五节课的内容告诉大家 养生的态度和方法 我给他起了个小小的名字 叫做心若在 受常在 下一节课 再见 同志们好 前面呢 我们首先给大家谈到了 学习皇帝内经 首先应该明晰的五个常识性的问题 紧接着我们给大家又谈到了 学习养生应该搞明白的五个基本的问题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去着重的学习一些养生的基本方法 这一部分内容 我把它叫做心若在 受长存 首先谈的是心若在 那么结果叫什么 结果就叫做 受长存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讲心若在心在哪里 首先要做到的 心中有法 心中还得有度 心中还得有态度 我个人认为 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么几条基本的原则 那么最终我们就可以达到受长存 那么受长存 长存多少 当然内经当中给了我们一个天言之数 度百岁乃去 当然了 在内经的上古天真当中 他被人粉成了真人 知人 圣人 和贤人 不同的你 不同的人 他的年龄 寿命也不一样 这个问题 我到后边会继续给大家去讲解 这一部分内容 我们将用七个课程的时间给大家分书 今天首先要谈到的是 大家都喜欢长寿 那么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既然谈到了秘诀 这个地方的秘诀并不是秘而不传 它是我们要向长寿必须要做到的 必须要遵循的一些规律 或者说一些原则 同志们都清楚 随着我们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自己的年龄 或者寿命的追求是越来越高 对于自己省命的质量的追求也是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可以每天看到 大家走到一块讨论的都是养生的内容 这个人讲了说我在刮痧 那个人讲了说我在爱酒 还有人讲了说我在做某一种理疗 我在吃某一种保健品 我在做健身运动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养生或者说对我们的寿命有帮助吗 当然在这里我今天不想过多的论述这个问题 所有的事物都没有好和坏之分 就看你如何其实用 你会用不会用 用对了 它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有利的 用错了或者是用的不对了 它对我们的健康就一定是有害的 所以简决反对 大家不明所以的 随随便便的 取什么理疗呀 刮痧呀 拔罐呀 爱酒啊 等等等等事情 如果错了 如果没做对 真的会给你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 所以常寿的秘诀是什么 常寿的秘诀当然不是我刚才所谈到的 大家某天非常流行的 非常追捧的等等等等的方法 常寿没有灵丹妙药 常寿没有洁净可去 要向常寿它的秘诀只有一个 这个秘诀叫什么 内经当中明确的告诉我们 叫知其道 皇帝内经的第一篇 上古天真论 明确告诉我们 知其道者发育阴阳 何以蜀素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得搞清楚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了 知 当然是指道 那么也就是说 知 当然就是什么 懂得的意思 就是我们如果说懂得了 明白了 什么东西 其 其是什么 这个地方的其 他讲的就是养生 其指的是养生的问题 那么道讲的是什么呀 关于道的问题 我前面曾经多次谈到了 皇帝内经当中 162篇文章 一共用了2286个汉字 在这2286个汉字当中 有一个字用的频次很高 那就是道 道这个字 一共用了269次 那么也就是说 整个内经当中有269次在论道 道讲的是什么 简单的来讲 道讲的就是法则 就讲的是规律 所以指其道 讲的是什么呢 指其道这三个词 讲的是知道懂得养生的基本法则的人 所以指其道者要怎么办 要发育阴阳 合于数数 那么什么叫发育阴阳 什么叫合于数数 下一节课 我还会再讲 所以在谈到道的时候 皇帝内经的第二篇 素问的第二篇 叫做四期调神大论 在四期调神大论当中也讲了 说道者 既然这是养生的基本的法则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就应该遵循 那么谁能去遵循他 调神大论当中讲的很清楚 说圣人行之 那也就是说这一类人是什么 这一类人是圣人 圣人就会怎么 圣人就会遵循养生之道 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那就叫做圣人行之 与圣人相对的人叫什么 与圣人相对的人叫于人 所以他说 他说于者遵之 于者遵之 请注意 这个内经当中 原文里边讲的于者遵之的遵 用的是佩服的佩 但是这个词在这个地方一定不能去读成佩服 不是说圣人 效法了自然界的规则 或者阴阳的规律而行之 而于者呢 在那地方用着羡慕的眼光去看着人家 说你看人家大家都会做 我不会做 很佩服人家 这是错误的 这个地方的余者的这个佩要读成佩 是怎么佩了 是违背的意思 那么也就是说圣人遵循了这个规律 而余者呢 违背了这个规律 一个是遵循 人家就可以尽忠天年 一个是违背 当然言过半百而衰 所以整个内经当中 从养生的 从养生上来讲 一直在强调 要知道 懂得养生的基本的法则 它的基本的原则 或者它基本的规律 好了 既然我们要指其道 要懂得养生的道 那么道在哪里 有这么一句话 大家都很清楚 叫做 道 法 自然 那么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 那就是自然界当中的规律 那就是 道 所以简单的来讲 什么叫做道 道就是发育自然阴阳变化的规律 所以道的基本之道是什么 基本之道就叫做阴阳的更替 基本之道就叫阴阳更替 好了 同志们 既然明白了道是阴阳更替 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 一年 是有四季的 对吧 春夏 是属阳的 秋冬 是属阴的 所以在这个图上 一年四季当中 这个地方把它叫做春分了 这个地方叫做夏至了 那这个地方叫做秋分了 这个地方就叫做冬至了 所以你看一年四季阴阳如何在变化 春分的时候阴阳二气 白天周夜基本相同 到夏至的时候 阳气最盛 疑阴复生 这一天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来看 太阳已经照射到了北回归线上 所以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来讲 日照的时间是最长的 地球接受到的太阳的光照 或者说能量是最充足的 所以这一天的阳气是最盛的 那么到秋分的时候呢 日照时间和夜间的时间 白天黑夜 它基本相当 阴阳 二气基本相同 那么到了冬至的时候 站在我们的土地上 太阳已经走到了南回归线上 所以这一天 我们这块土地上来看 日照时间最短 晚间最长 那也就是阴气最盛 阳气最弱 此时在冬日 疑阳复生 这就是一年四季 自然界阴阳更替的变化 那么如果把它放到一日四时呢 一日四时当中 当然这个地方就叫做平淡 历经当中讲平淡人气生 那到这个地方呢 就叫做日中大正午的日中阳气龙 那到这个地方呢 叫做日西太阳要西向 就是日西阳气以叙 七门乃闭 那么到这个地方呢 就叫做夜半 这是一日四时阴阳更替变化的规律 所以阴阴阳的更替 它即包括了一年四季的变化 和一日四时的阴阳的变化 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说基本之道是阴阳的更替 那么大家是不是就应该明白了 什么叫做道啊 或者是我们再犯 或者来讲道在哪里 第三个问题 道在哪里 其实这个问题 我已经在这个地方讲过了 道你说在哪里 一年四季也好 一日四时也好 地球在绕着太阳 不停的在运转 上边是天 脚下踩的是地 中间生活的是人 所以道在哪里 道首先表现在天地运行的秩序当中 今年是2018年 明年是2019年 去年是2017年 往前边再推算 公元前往后边再推算 公元三零几几年 这个道是不是永远不可更替 天体的运动 它的秩序是不是永远都有着一定的规律 那么这个不可更改的规律是什么 那就是道 所以道在哪里 道首先体现在天地运行的秩序当中 其二既然是天地运行的秩序当中 那么在一日四时当中就有了周夜更替的变化 白天赎阳 夜间赎阴 所以从一年四季上来讲 道存在于天地运行的秩序当中 从一日四时上来讲 道存在于昼夜的更替变化当中 当然道还存在于哪里 还存在于一年四季的春秋寒暑的更替当中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常常把一年叫做一个春秋 春第一季 对应的是秋 所以说虚度春秋几十载 那就是一年叫一个春秋 所以从天体的运动上来讲 道又在哪里 道他又在春秋寒暑的更替当中 好了同志们 我们说道在哪里 道在天地运行的秩序当中 上天下地 道又在哪里 道在周夜更替的变化当中 有白天有晚上 道还在哪里 道还在春秋寒暑的更替当中 一年有四季 那么这都是什么呀 这都是自然界的大道 那么作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 他有道吗 当然他也有道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 都有着自己的生 长 状 老和乙 这个地方在生 咕咕落地 一个生命 不论是植物也好 动物也好 还是高级的动物 人也好 生下了 生下怎么办 长 长到这个地方了 怎么了 装 进入壮年时期了 那么过了壮年时期 怎么了 老 老到一定的时候了 就怎么了 摔或者叫做死 所以道在哪里 道在自然界当中 万事万物的生长壮牢 意义的变化当中 好了 同志们 既然我们明白了道在哪里 那我们就怎么来 就知其道了 那么知了道 怎么办 知了道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知了道的目的是知之 行之 为什么要知之行之 因为知道了道 我们纵向成为一个长寿的人 所以我们要怎么 要行之 如何行 谁在行 是你在行 我在行 我们大家最好一块来行 所以谁在行 是人在行 那么人如何来行 人当然要做到的是 生活在自然界当中 这是我们的外环境 那么在外环境当中怎么办 外环境当中要守 守什么 守天道 天道又叫天命 天道又叫做自然界的规律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天体的运行秩序 昼夜的变化更替 春秋寒暑的变化之中 人是作为自然界当中的一人 人从哪来的 天地阴云 万物花唇 难于勾经 奈何人情 黄帝内经当中讲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作为人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一样 你都是天地的产物 既然是天地的产物 那么你就应该遵守天道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经常在讲 说天命不可为 冒天下之大不为 那叫做什么 用今天的一个词 我们把它说 这个人是作为 所以中国的人还有一句话叫做 天作孽还是自作孽的问题 遵循天道 所以任何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生活在这个自然界当中 首先要把自己当成自然界当中的一员 怎么办 守天道 守天的什么道 守天的自然之道 那就叫做守天的阴阳更替之道 就是前面讲的这四条条 如果大家能够顺应了这四条条 我们就把它叫做什么 顺天时 同时人不仅仅是生活在自然界当中 人和其他的动物和其他的植物 它不同的一点是 它是有心的 当然这个心不是说是有心脏的 它是有什么 它是有心灵的 它是有心神的 既然是有着神的 那么就必须内守 所以作为一个人不仅仅要外守天道 还要内守 内守什么 内守当然就要内守人道 内守人道 人道如何内守 那就是我们人的行为 那就是我们人的行为应该怎么办 行为当然就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一时起居 还包括了什么 人的神 人的情 所以又要从饮食起居上 守天道 守人道 还要从神情上 守人道 当然 如何从饮食起居上 外守天道 内守人道 如何从你的神情上 从心里边 外守天道 内守人道 这也是一个专题式的内容 在后面的讲座当中 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会进一步分别给大家进行论述 所以你看 要向长寿 必须知其道 那么知其道了 那我们人就会怎么做 就会外守天道 就会内守人道 如果我们外守了天道 内守了人道 那我们就叫什么了 那我们就叫知其道者 那么内经当中告诉我们 说知其道者 发育阴阳 何以俗数 是吧 能够做到什么呢 食饮有节 起居有偿 不忘坐牢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那么指其道 是方法 那么最后的结果 是什么 我想结果说的简单一点 就叫做题目的开头 长寿 那内经当中 那内经当中怎么告诉我们呢 内经当中告诉我们 故行与神居 行是形体呀 神讲的是心理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能够做到这些 那么我们的形体是健康的 我们的心理是健康的 叫行与神居 可以尽重其天年 那么也就是说 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活到上天给予的我们个体 或者说这个生物种的寿命 最后的结果 当然叫做 渡 百岁 乃 去 那么就是轻轻松松 走过一百年 好了 同志们 这是这一节课 我要给大家讲到的 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最后总结两句话 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是吃保健品吗 是今天吃个这个椒 明天吃个那个椒吗 是每天去刮沙里聊八卦吗 是每天去这样争 那样争 这样走 那样走 这样唱 那样跳吗 当然不是 长寿的秘诀 只有一个 知其道 你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一系列的方法 那上升不到道的层面 重其量 它只算一个数的层面 而数 一定是要在道的指导下 而去做的 如果那些方法 那些方法并没错 如果你没有道的指导 你随随便便的 跟风的 跟潮的 时髦的 去跟上别人的 去做这些事情 可能人家做了还可以 你做了就叫做适得其反 因为你不知道道 你被知 而知道道的人 是行之 所以养生的秘诀是什么 养生没秘诀 它的秘诀在懂得自然界的规律 什么样的规律 阴阳更替的规律 当我们掌握了自然界阴阳更替的规律的时候 作为自然界当中的一个人 要想长寿 那我们就应该外守天道 内守人道 如此这般 才能做到行御神居 才能做到尽重其天年 才能做到度 百岁乃去 好了同志们 这节课就讲到这儿 同志们好 上一节课给大家谈到了 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概括起来来讲 长寿的秘诀只有一个 叫知其道 那也就是懂得了养生的基本法则 那么也就是要怎么办 外守天道 内守人道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继续来讨论养生方面的内容 那么人养生要怎么样 如何养 养什么 才能达到我们所需求的目的 所以养生啊 不要紧紧的去考虑 我如何把我的身体养得好好的 这不对 所以我们这节课的题目 就叫做 养生的最高境界 养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其实内经当中明确的告诉了我们 我们把它概括起来 叫做 行神供养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在昨天的课程当中 最后我在板的这个地方用红色的笔 给大家写到了长寿 秘诀是什么的 结果 在结果的后边 我首先写到的是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系列 那就可以怎么样 行欲神居 行欲神居 才可以尽种天年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行和神是什么 行当然就指的是形体 它指的是我们人的形体 也就是我们经常谈到 我的身体很健康 那么这个地方的神 神就讲的是我的心理很健康 21世纪 世卫组织给我们制定的健康的标准 一心理健康 二身体健康 三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大家来看 世卫组织在今天给我们制定的健康的标准 是不是和两千多年以前 我们的古人所拿出来的标准 不谋而合 行就是要求我们人体的形体健康啊 神就要求的是我们的心理健康 那么一个人只有你的身体健康 你的心理健康的时候 你才能具有适应社会的能力 所以每每讲到这四个字 我都会为古人的智慧 和古人的那种前瞻性的眼光 大打折风 所以同志们还记不记得 我在一开始在讲到内经的时候 我说内经到底是一本什么书 学习内经我们学什么 我曾经谈到这一条 内经为我们构建了极具炒钱的 或者极具前瞻性的医学模式 中国古人在上古时期 就把人没有当成一个纯粹的生物体 他首先把人当成了自然界的人 把人当成了社会的人 把人当成了一个活生生的 有心的人 所以我们的中医的医学模式 它不仅仅是个生物学的医学模式 它是生物 社会 心理 伦理 等等 综合起来的一个学科当模式 古人太伟大 太伟大了 所以养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行神供养 当然行神供养 那我们要养行 那我们要养神 那么如何去养行啊 养行在内经当中告诉的也很清楚 比如说上古天真当中 他讲到了 虚邪 贼风 毕之 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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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那就是时 旭吗 上一节课我谈到了 一年有四季 春夏秋冬在更替 一日有四季 不停的阴阳在变幻 这是自然界的时 自然界的虚 那么在不同的时序 或者说不同的时间节令当中 自然界当中的邪气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春天风邪为主 夏季 熟邪 热邪为主 那么在长夏季节 熟邪 湿邪 为主 秋季 造邪为主 冬季 寒邪为主 每一个季节都有着每一个季节的主气 和每一个季节的邪气 那么当我们掌握了自然界的这些规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时令 不同的时间段 去规疲 去有效的防止 预防 这一些邪气的侵犯 那我们的集体怎么会生病呢 因为《黄帝内经》的《生气通天论》当中讲得很清楚 在《生气通天论》这一篇文章当中 明确告诉了我们 人 他与天地是息息相关的 生气通天 生气讲的是我们人体之气 他和哪是相通应的呢 和天是相通应的 所以 人和自然界 人和天地 息息相关 而且人和天地和自然界 它保持着一个什么样呢 高度的协调的统一性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循他 那么如果说我们人怎么 违背了自然界的这个规律 写其 他就容易侵犯我们 所以你看 上古当中讲到的这句话 虚邪贼奉 必知有识 那么返回来来讲 如果你避之 你避之有识了 那么虚邪贼奉 就不可能上级你的人体 因为你懂得这个规律 你懂得规律 你就知道什么 主动的去适应它 然后再通过一些养生的具体方法 我们去规疲它 当然写起就不可以侵犯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你不懂的这个道理 所以上一节课 我在版的这个地方 我写了两句话 圣人行之 圣人行之 愚者悲之 之所以圣人 人家可以与天地同岁 岁月不休 而愚者 年过半百就会衰老死亡 是因为愚者 你不懂得养生的基本原则 你不懂得自然界时序的变化 你不懂得每一个时序当中 它有了自己的主邪 所以你就不能做到主动的防御 积极的规疲 所以这些邪气就会什么 就会侵犯你 让你发生疾病 导致你的肌体伤害了 所以在皇帝内经领数的百病史生篇当中 有一篇文章叫做百病史生 哪里的皇帝内经领数当中的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当中就讲到了 说两序相得 那么两序相得 耐克其行 讲的是什么 两序的序 几个序 两个序 所以这个地方的两序 他告诉的我们 第一个序是机体序 人序 为什么人序了 是人的正气序了 第二个序讲的是什么 第二个序讲的是自然界 自然界当中有什么 又序写 所以为什么我要把人写到第一个 人体的正气序 是发生疾病的内在因素 外在的条件是序写 外在的条件一定是建立在内在的基础之上 才可以发病的 我们经常不是这样讲吗 打铁还需本身宁 是吧 由于你不懂得养生 由于等等一些情况 你导致了你基础本身的正气亏虚了 然后自然界当中 本身就有着时序的邪气 那么这个时候邪气就怎么了 承虚而入 所以内经当中不是经常在讲吗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 其气必须 所以如何做到养型 那就要掌握养生的方法 直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主动的积极的适应它 规疲自然界的虚邪贼风 同志们 虚邪贼风 实时存在 刻刻存在 处处存在 那为什么有些人发病 有些人不发病 前提就是 人如何 我们能不能积极的 主动的鬼体他的问题 这是在这个地方 养型上 我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内容 其二一个 在这里 我还必须强调的是 虚邪 贼风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把邪叫做贼 为什么把邪叫做虚邪 比如说 同志们我们在学中医基础理论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在学医病医讲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学习诊断学的时候 我们经常在讲说实邪 实邪 邪其侵犯 导致的是实争 是吧 邪其康盛 正气未衰 经常把它叫实邪 那为什么我们的老百姓经常把他叫做续邪 内经当中也把它叫做续邪呢 还叫做贼风呢 其实啊 在皇帝内经的生气通天论当中 这篇文章叫做生气通天 皇帝内经的生气通天这篇文章当中呢 他已经告诉了我们很清楚了 他讲啊 奉为百病之始 就是风这个邪气呢 他可以和其他的邪气合起来 一块侵犯人体 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在中医基础理论当中 我讲到外感六阴邪气的时候 我说外感六阴的每一个邪气都叫贼邪 但是最大的贼是风 因为他是个万人迷 他可以和凤寒合起来 和寒合起来叫凤寒 和史合起来叫风湿 和热合起来叫风热 他可以和所有的邪气合起来 侵犯我们人体 他和谭合起来叫风谭呢 对吧 所以 把它叫贼凤 把它叫贼凤 那么这种邪气为什么叫做许邪呢 因为它不是我们人体本身应该有的 它是在我们人体正气亏虚的时候 就会侵犯我们的人体 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两个词合起来 一块用 类比什么 指什么呀 指的是自然界当中的邪气 并不是指我们人体本身的 内生的邪气 它指的是外界的邪气 所以外界的邪气 我们必知有神就能够保养我们的形体 那么如何养神呢 养神内经上古天真当中也告诉了我们 养神要做到的是 田淡虚无了才能争气从之 讲养什么 养神是养的心 心要怎么办 心要静 心一定要静 平心静气 这个词不是随便说的 那么也就是说 当我们生活在这个自然界的时候 当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时候 我们面对自然界的一系列的变化 我们都应该做了什么 平心静气 不能怨天 因为天本身遵循的是天道 天气太热了 老天爷呀 你为什么这么热呀 天道如此 夏天闲热 冬天闲冷 春天闲风 秋天闲糟 冬天闲 冬天闲 上塔 如何适应你 人是应该适应自然界的 是要外守天道的 可不是要让上天顺从你的 所以如果说 我们不能做到这种境 面对自然界的变化不能做到境 那我们每天就会冤天冤天再冤天 每天都会高声大喊 上天呀上帝呀你太不公平了 你为什么这样啊 不成吧 叫愤青 那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人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人 社会就是形形色色的人 构成的一个综合体 生活在社会当中 不如人意的事情 十之八交 不可能处处人意 如你的意 出了门子 一看碰到了十个人 十个人有十个性格 人各自有各自的性格 人各自有各自的心情 人各自有各自的为人厨师的习惯和方法 我们不能强求别人 我们只可以做好自己 面对纷繁变化的社会 只能做到平心静气 适应他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当我改变不了世界的时候 我将去学会适应世界 那么当我改变不了社会的时候 我将去学会适应社会 当我改变不了我这个环境的时候 那我就要主动的学会适应环境 因为人他是能动的 他有着主观的能动性 我们要不断的去适应他 我们只有不断的适应他 我们才能让我们的心静下来 气平下来 一平一静 那我们的思维就是敏捷的 那我们的内心就是安受的 那我们就不会出现 让心上下的去不动 所以平心静气 面对纷繁的世界 面对纷繁的自然界 是吧 任而东西南北风 我自窥然不动 这才叫做什么精神 内守的精神 这才叫做大将的风范 大将的气动 请看一看 自古至今 在历史上 凡是成就大事之人 有几个是斤斤计较之人 有几个不是天淡虚无之人 三国演义大家都看过 周朗 有才 心不敬 是不是啊 大家看过 随唐演义 罗承 罗承 有才 心不敬 你看看那些大将 凡是能够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 成就天下之大事者 必定是天淡虚无之人 所以 真气从之 结果是什么 并暗从来 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到行神供养 那么一定最后就有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叫做精神 魅首 最后给予我们的 给予我们的结果就叫做 并暗从来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是安守于内的 精神是没有被任何一丁丁点点耗散的 那么病邪 他凭什么来侵犯我呀 外界的邪气不可以侵犯我 内生的邪气不可能产生 那么我即使身体健康的人 我又是心理健康的人 用今天的话来讲 我永远是一个阳光的人 心中有太阳 世界就阳光 心中有阳光 生活就芬芳 所以 让我们每一个人 从内心当中都透发出那种阳光之气 这是这一节课 我给大家谈到的 养生的最高境界 养型 身体健康 养神 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加心理的健康 我们才能具有了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才是一个阳光的人 才是一个人间 人爱 人 喜欢的人 好了 这节课 就讲到这 朋友们好 上一节课 给大家谈到了 养生的最高境界 那么养生的最高境界 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行神供养 那么也就是说 要养型体是身体健康 要养心理是心理健康 一个人 只有做到了身体的健康 加上心理的健康 你才能有了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所以养生 千万不要只重视养型体 一定要重视养型体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继续来谈养生的问题 谈什么呀 长寿 一说到长寿这个词 我相信很多同志 立即会感到兴趣 那么人要想长寿 我们应该做到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内容 叫做长寿的 一个中心 三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也好 三个基本点也好 都是皇帝内经当中告诉我们的 而且全部出自于皇帝内经 领数的上古天真论第一篇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中心的问题 那么长寿的一个中心是什么 一定要做到的叫做发与阴阳 和语 数数 大家看这八个字 在这八个字当中 首先讲的是发 然后讲的是和 发什么 发与阴阳 和什么 和与数数 第一句话很好理解 发与阴阳 他讲的是效法 他讲的是效法 遵守 遵循 这是法的意思 我们上一节课不是给大家谈到了 道法自然嘛 道是什么 道是自然之道 自然之规律 发与阴阳 他就是讲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然界的人 既然是自然界的人 那我们就应该效法于 哪里啊 自然界 自然界的什么 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规律 上一节课我们不是谈到了 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一日四时 他都有着自己阴阳变化的规律 我们不是还谈到了 道在哪里 道他在天地运行的秩序当中嘛 由于天地的运行 所以产生了一年的四季 由于天地的运行 产生了一日四时 所以四季阴阳的不同 四时阴阳的不同 这就是自然界最大的道 因此作为自然界当中的人 就应该效法于 自然界 他的阴阳变化 所以在皇帝内经第二篇 速问的第二篇 叫四季条神大乱 就告诉我们一个 养生的重要的内容 叫做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的问题 那就是要效法自然 所以这四个字 很好理解 关键的问题是和与属书 那么和也好理解 法叫做效法 和呢 和叫做惨和 惨和也是效法 惨和也是顺应 所以这两个词 虽然用的不同 但是它的基本的意思 是相同的 也就是告诉我们人 要准寻 要准寻 既然要准寻 准寻的是什么 准寻的一定是自然界的规律 因此有关数数的问题 历代的一家 或者很多一家的解释 我个人认为是不正确的 比如说对数数的解释 我们今天 大家可能很多同志呢 手头有着相关的内经的读本 当你把内经的读本打开的时候 一看上古天真论 发育阴阳合一数数 而对数数的解释 或者对数数的翻译 常常翻译成什么 常常翻译成了一些数的内容 数的内容 那就是按摩呀 导印呀 呼吸呀 吐纳呀 等等的一些方法 我个人认为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 那么什么叫做数数 所以 参合的是什么 参合的是数数 那么数数是什么 有关数数的问题 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数数 它在我们中华古代的文化当中 它是一个神秘的文化的主题 而且是一个神秘的文化主干内容 这个神秘的文化主干内容的基本特征 基本特征 它是用书行方数 用什么呢 用的是数 行的是什么 行的是方数 你看 用的是数 行的是方数 这个词有点拗口吧 所以首先用的是数 这个数是什么意思 这个书 首先得搞清楚 这个书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当中 它讲的是气数 一说到气数 我相信很多童子就理解了 中国人不是经常讲吗 说那个国家 那个朝代快灭亡了 为什么周朝要替代商 因为商朝的气数已尽 所以上天派了江子牙 锤钓鱼为何之盼 等待着是激发 来了要辅佐周王 推翻商汤这个国家 气数一尽 那么这个书 它讲的是气数 它这个气数的基础是什么 它既然叫做书 它一定有着它的什么 有着它的理论的基础 所以这个气数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呀 这个气数的理论基础 涵盖的内容非常多 它涵盖了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 天干地址还包括了和图 洛书 还包括了太玄 甲子 等等等等内容 阴阳学说我们曾经讲到 五行学说我们也曾经讲到 但是天干地址 我是没有给大家讲到的 和图洛书 我更没有给大家讲到 太玄 跟甲子素我也没有给大家讲到 所以这一系列的内容 它是气数的一个基础 所以什么叫做书 它讲的是什么 它是用阴阳五行 深刻智化的这一种数理 来推到推就一系列的现象 所以同志们 数数它讲的是 时令节气的变化 讲什么 时令节气的变化 一定注意千万不要把数数理解成 按摩呀 导引呀 吐纳呀 规呼吸呀 按桥啊 等等等等内容 数数讲的是时令节气的变化 它的基本的 它的基础 理论的基础 是以阴阳五行 天干地址 河图洛书 太玄甲子树 这样来归纳出来的 为什么这样归纳出来呢 因为古人和我们今天的人一样啊 他要探究自然界的奥秘 他要探究社会的变化规律 他要探究人的变化规律嘛 那也就是他的世界观 和他的方法论的问题 这是人类一直在探索的内容 所以古人要认识自然界 还好认识 怎么认识自然界啊 观察 对吧 所以我们在讲到 以阳学说的时候 我们说以阳学说 形成的思维方法 叫做圆去诸物 观太阳 进去诸身 观生殖 我们讲到五行学说的时候 说木火土金水 并不是自然界当中的五材 实物的木火土金水 它是五个符号 这五个符号代表了什么 木代表了曲直 它指的是春天自然界那种 朝气蓬勃 蒸蒸日上的那种生发之像 那么这些东西从哪来的 观察到的 所以古人 把自然界观察到的各种变化 和我们人一生当中的有些变化 我们把它叫做人事 还有什么呢 和这个国家政治的变化 叫做国事 把自然界的变化 把自然界的变化 和人的变化 和国家以及国家政治变化的国事 把它们结合起来了 他认为呀 古人认为呀 这些事物 它们的变化 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 所以呢 这样就用数数 把它归纳起来了 常常用数数去干嘛呢 用数数去 预测推导一个人的命运 一个国家的命运 比如说 肘意 大家都知道说肘意是个预测学 那么肘意当中 就是用了数数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地方 《皇帝内经》开篇当中就讲养生 而且直接告诉了我们 上古之人 指其道者 发育阴阳 合于数数 开篇就这样讲 那就是什么 知道养生法则的人 能够做到什么呢 能够做到 效法与自然界 阴阳变化的规律 能够惨合 一年四季 时令 节期 变化的规律 干嘛呀 知道的他们 上一节课不是还给大家讲到了吗 虚邪贼风 并避之有时啊 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的节令的变化 有着它的主气 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的主邪 所以你只有知道了时令节期的变化 懂得了时令节期的变化 你才能主动的遵循它 主动的参合它 来规疲这个节期 这个时令当中的许邪 才能做到 不让许邪侵犯 所以这个地方的数数 我个人认为 应该把它理解成 四季或者一年四季的什么 时令节期的变化 这是关于数数这个词 我和很多人观点不同的地方 说句比较自答的话 我个人认为我个人讲的是对的 当然也有不少的学者在这样讲 如果反过来讲 发育自然 你把它理解成 效法与自然阶一年四季 引阳变化的规律 合育数数 你把数数理解成了 按摩导引 痛大呼吸等等等等 那就是什么 惨合 很显然这两个句子 从古人的用具上 从他的秀词上 语法上来讲 他不是对账的 他一定不对账 因为他的内容 讲的就不是一个层面的内容 一个讲的是道 一个讲的是数 这很显然是不正确了 所以如果 把数数理解成了 时令节期的变化 那么他量着 引阳也好 数数也好 都上升到哪里去了 都上升到了刀的层面 既然上升了刀的层面 那么开篇告诉了我们 指其道着 这让耳然的就是道 指其道的人干嘛呢 指其道的人是懂道 遵循道 懂得什么道 懂得一年四季一样变化之道 懂得一年四季十令节期的变化之道 如何去顺应道 顺应一年四季一样的变化 顺应一年四季十令节期的变化 积极地主动地去规疲自然界的邪气 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了 同志们 明白了 一个中心了 要发于自然 效发于阴阳 要合于数数 那么其实这一个中心讲什么呢 一个中心告诉的我们就是要准循 自然界的变化规律 史实的干什么 逼协期 史实的逼协期 叫外逼协期 那么 三个基本点是什么 三个基本点 紧接着在发育阴阳合于数数的后面 就告诉了我们三个基本点 第一个点要做到的是 史 饮 有节 不论你是纳史 还是你是纳饮 一定要怎么 一定要有节 有节 有节 就是我一开始给大家讲到的 有豆 有豆 你不能说我这顿饭想吃 我看到了一个好吃的东西 我大吃一顿 你看到了今天这个饭 你不想吃 或者你不喜欢 你今天就饿着 同志们 这种现象今天很普遍吧 尤其在我们的年轻孩子当中 男孩如此 女孩尤其如此 你可以去搞笑的 大家可以去搞笑里边去看看 现在在很多高校当中 孩子们一放学 去食堂吃饭 学校里边好几个食堂 没有他一个中意的地方 一个食堂里边有几十个 上百个床口 他进了门子拿个饭卡 这个手里边拿个碗 拿个盘子 当然现在很多食堂里边也不拿盘子了 都有那种自组餐盘 拿个卡 这一看不想吃 那一看不想吃 转了一大圈 所有床口都转完了 他说我不想吃 没我喜欢的 真是应了 重力寻他千百度 漠然回首 方便面处 最后吃什么去了 买了一包方便 回去泡着吃方便面去了 我就不相信食堂的饭没有方便面好吃 见啥啥不想吃 放假了回到家了 爷爷做饭不好吃 奶奶做饭不好吃 姥姥姥爷做饭不好吃 爸爸妈妈做饭不好吃 到底哪的饭好吃 马路边 马路边上的饭比家里的饭好吃 这是我们今天警察遇到的一些问题 第二个问题 很多女同志每天把自己的减肥挂到嘴上 说我这顿饭不吃 我这顿饭结实 我少吃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要减肥 那是没有遇到她好吃的 晚上有朋友打电话 说今晚晚上她到哪吃火锅去吧 好的 然后到了吃火锅的地方 所有的事情都忘掉了 大吃特吃 无限度的吃 无节制的吃 最后吃的自己都撑了 出门子才想到 哎呀我说的减肥 你咋今天晚上又吃这么多吗 算了我从明天开始结实吧 看 这就叫什么 食饮无节 食无节 饮无节 饮 是不是 有些人喜欢喝碳酸饮料 一罐两罐加三罐 有些人喜欢喝啤酒 一瓶两瓶加三瓶 一晚上喝了十几瓶 冰冰大醉 无节 还有什么样的无节 逼逼借势同志们 你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还有多少年轻人 在喝白开水 上教室也好 进办公室也好 上大街也好 出门子到外边游玩也好 永远手里边拿的是一瓶矿泉水 瓶装水 瓶装水冲了它的人参三宝 我不是说瓶装水不好 偶然间为之是可疑的 但是这个无节之 五度 过度的过量的食用 瓶装水 一定会导致脾胃血寒 也许从现代医学上 你永远找不到它的科学道理 但是从实践的结果上来讲 的确如此 因为我们人是哪里的人 人是孜然界当中的人 一定要发育阴阳合一素素 所以首先要求的是食饮有节 为什么在内经当中 首先谈到的是食饮有节 因为吃饭是为了活着 前提 中国老百姓简单讲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心发慌 食饭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存在 让自己的生命活着 而我们中医当中特讲究食和饮的问题 有一口饭就有一口胃漆 有一口胃漆就有一份生命 这是中医里面讲的很清楚的 判断一个人的生命如何 就看着吃饭吃的如何 连饭都不吃了 连饭都不吃了 那就叫做没胃漆 没胃漆了怎么还有生命呢 所以这是内经当中 在谈到三个基本点的时候 告诉我们的首先食饮有节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挑肥简奏 一定要怎么按时按量去吃饭 因为这是你生命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它是气血化生的源泉 其二一个讲什么 其二一个基本点讲什么 讲的是你的起居 叫做起居有成 起居是我们的安身之处 在人类在远古时期 要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 吃饭是为了活着 活着就要干什么呢 活着就要生活的安定 怎么样才能安了定 有房 有住处 叫做安居乐业 所以你看看我们中国的文化 尤其是我们北方的文化 人生当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匹宅基地盖房子 那叫做制家当 对吧 有了房子就有了产业了 说这个房子是哪儿的 说这个房子是我爷爷的爷爷给我们留下的 叫做祖业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仅仅次于什么呀 仅仅次于吃饭的问题 活着安居 最后去乐业 所以起居有解 讲的内容也很多 比如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的问题 《黄帝内经》的第二篇叫做《四季条神大论》 《四季条神大论》里面讲的很清楚了 说春三月次内发尘 什么时候起呀 夜我早起 夏天呢 夜我早起 秋天呢 那它就不是夜我早起了 那冬天呢 更不是夜我早起了 冬天就要起得迟一点了 正好迎合了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到的 日出而坐日落而息的问题 为什么要日出而落日出而息呢 因为阴阳源自于对太阳的观察 日出而坐是发育阴阳 日落而息是发育阴阳 一年四季太阳的出落时间不同 那叫做时令节气的变化 所以时时刻刻是不是在围绕着它 那么我们的房子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我们的房子盖到哪里 当然最好的选择的地方 是宜山傍水了 那么没有宜山傍水的地儿呢 那怎么办 因为我们位于北班球 所以中国人的房子自古就在讲 坐北朝南 是吧 坐北朝南 为什么朝南 海门看到南边 窗户看到南边 东南西的太阳光都可以进来 日照时间长 采光好 通风好 所以不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这样讲吗 东林紫气西来福 南尽祥光 北尽彩 这是风水吗 看似风水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 宅武选择的采光 通风等等等等 是我们的老祖宗经过几千年的生活时间 为我们总结出来的东西 所以同志们你再看看我们今天还有几个设计师 把大门子开在南边 还有几个设计师在给我们设计房子的时候 尤其现在的高层建筑楼房 还讲到中国古人流传下来的这种非常有价值的文化的内容 我们盖的房子都成火柴盒了 所以起居有偿 讲的是什么了 你的房屋选择的地理位置 你的房屋建筑的实用面积的大小 你的通风如何 你的采光如何 同时还包括了 你住在这个房子当中 每天几点起床 每天几点睡觉的问题 叫起居有偿 怎么就叫有偿了 发育阴阳 合育叔叔 最后一个叫什么 叫做不 不忘坐牢 不忘坐牢 那就是不要 不要咋呀 不要探图 不要仕图 去坐坐牢 这个坐字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吧 说这个人在坐呢 就是那个词 牢 我曾经给大家讲到过 牢包括了什么 牢包括了牢力 还包括了老神 还包括了防牢的问题 牢力则好气 牢力 牢神则好血 防牢则好精 是吧 精和神有密切的相关呢 精气神 古代养生学家所提出来的 人身三报 所以不忘坐牢 就是要让我们 怎么 让七内守 让血内守 让精神内守 上一节课我不是告诉大家了吗 精神内守 病暗从来 同时不忘坐牢 还讲什么呢 不要以妄想当长相 人总得有理想 但是你的理想不能高于天 理想是我们通过一定的努力可以达到的 你不可以把你的理想定的太高了 定的太高了 够不见 只可以忘得着 常常导致的结果 水中之月 精中之华 可看而不可用 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心里坍坍坍坍坍 常常不安 你如何做到 心神内守啊 所以肯定不可以的 因此同志们 要向长寿 首先第一步做到 不论是吃饭还是饮水也好 饮料也好 饮酒也好 有结 就是要有痘 其二一个呢 你的局处的环境 以及你个人的生活作息 一定要有规律 规律一定要符合自然界的规律 千万不要有些人说 哎呀 张小莎我可有规律了 我告诉你 我每天早上八点钟准时睡觉 晚上十点钟准时起床 十一点钟吃完饭准时往电脑桌旁一坐 我一坐 就坐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了 我很有规律啊 当然你那个规律已经不是人效法于自然界的规律了 因为人是要做到日出而坐日露而熄 你那个规律是叫做数的规律 晚上干活 白天 休息 你叫做背 违背了自然界的规律 叫 余着 身从了自然界的规律 叫做圣人 正人 最起码他还叫做贤人 第三个呢 不忘坐牢 那也就是说呢 不要过度的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劳力啊 劳神啊 防劳啊 对吗 你说不出力是不可以的 不费心也是不可以的 没有正常的方式也是不可以的 但是讲的什么 讲的是要有一个度 如果能够做到这三个基本点 这三个基本点 你应该怎么办 紧紧围绕这一个中心去做 如此的结果 就是 我们大家都想追寻的结果 叫做行 欲 神 居 当然就可以 长寿百岁 我们也把它叫做 尽种其天年 渡百岁乃去 百岁了还不叫长寿吗 当然就叫做长寿了 好了同志们 希望大家能够 掌握三个基本点 紧紧围绕一个中心来 祈福大家 都是一个长寿的人 当然我们讲到了长寿的一个中心 三个基本点了 那为什么人达不到一百岁呢 下一节课 告诉大家 折寿 它的一和三 为什么好多人达不到长寿的结果 因为它折寿了 因为它折寿了 为什么折寿了 下一节课 告诉你 就讲到这儿 朋友们好 上一节课给大家谈到了长寿的一个中心 三个基本点 三个基本点是紧紧围绕着发育阴阳 合育 鼠 树 这个中心 而完成的 那也就是说 不论你是饮食 还是起居 还是劳作 都应该效法于自然界阴阳的变化 都必须适合 和灿和育 一年四季十令 节气的变化 那么 长寿有了一个中心 三个基本点 但是好多人都达不到长寿的结果 不能长寿就叫折寿了 所以这一节课 我们讲折寿的问题 折寿 四 同样有了一个环节 同样有了三种行为 我们依然把它分开的讲 为什么好多人生命不长久 内经当中把它叫做半百而衰 出现了什么问题了 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这一个环节 内经当中把它叫做 不知赤满 还怎么啦 不识欲审 这八个字 有很深的理论 赤满 谁在赤满 就是谁是满得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中医基础理论当中 我在讲到脏象学的时候 我告诉过大家 五脏藏精气 所以我们人体 它的形体要想健康 首先你必须保证 它的什么啊 精气 精气一定要充满 精气一定不能耗散 那么谁会耗散我们的精气呢 比如说上一节课 我所讲到的 自以汪违 按自己的行为 去做一系列的事情 你就会耗散人体的真气 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 不知赤满 他讲的是不懂得 保持自身精气的充满 充盈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人体本身的精气 不充盈了 不充盈叫什么呀 就叫虚了 什么虚了 正气亏虚 那么正气亏虚了 还记不记得我上一节课讲到的 两虚相得 耐克其行 人体的正气亏虚 自然界的邪气就会乘虚而入 童子们 自然界的邪气不是不可以防的 它是可防的 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国的古人 常常讲这么一句话 说黄树狼打洞 哪儿松软在哪儿打洞 老太太吃柿子呢 剪的是什么 软的你 邪气无时无刻不存在 它充斥于我们生活的 每一个空间 每一个角落当中 为什么有人不发病 为什么有人就发病 前提就是 你的精气充盈不充盈 你的正气充足不充足 如果你由于种种的原因 或者种种的行为 导致了你的精气不能充满 那你的正气是亏虚的 正气亏虚邪气 当然就会入侵 这样就会导致你形体的损伤 所以要想长寿 那就要保持精气的充满 之所以折瘦了 是因为你不懂得保持精气的充满 其二一个叫做不食于神 不食于神讲的是不能够有节制的运用精神 不能够有节制的运用精神 同时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人体的精神 是要按照食令节期去调养的 上一节课我们不是谈到了要合一数数吗 合一数数不是讲的食令节期变化吗 对吧 一年四季有着 它不同的食令的节期变化 在不同的食令的节期变化当中 自然界有着不同的相 那么我们人体的精神应该如何去顺从 其实《皇帝内经》的第二篇 叫《四期调神大论》 四期就讲的是一年四季 它的主气 调神就是如何让我们的神顺应了 四季的变化 比如说调神大论当中讲 春三月次奈发尘 自然界的相是什么呢 是发尘之相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养神呢 叫做生而无杀 愚而无得 那就要尽量的满足 我们人体的精神需求 让它像自然界春天的那种景象一样 你不要剥夺它 你不要克制它 你不要扼杀它 所以由此而演化出来的中国一句俗语 就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 它不仅仅是一个实令的农耕社会要追寻的 一年之计在于春 它还在讲人的心情 心理的变化 一年之计也在于春 所以下三月有着下三月养神的办法 冬三月有着冬三月养神的办法 每一个季节都有着它的养神的办法 所以不识于神的另外一种解释 那就叫做 不能按照十灵节气来通誉或者来养护自己的精神 当然不能养护自己的精神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精神就不能内守 而只有精神内守才能达到的结果是 病案从来 你精神不能内守了 当然邪气会随时侵犯你 内生邪气会随时产生 那么就会导致你心理的不健康 还会导致你身体的不健康 所以不知痴漫不知欲神 在八个字里边强调的是什么 八个字里边强调的是这三个词 而这三个词精气神被古代的养生学家称为 人生三宝 一个精一个气一个神 是我们人体生命的三个宝贝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去顾护他 好了 正是由于在这个环节上出问题了 所以人折瘦了 那么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环节 出问题了 也就是什么样的行为 导致了这个环节出问题了 那就是三个行为了 这三个行为叫什么 这三个行为叫做以酒为将 它叫做把酒当成了饮料去喝了 那你再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是不是完完全全在很多地方 就把酒当成饮料的去喝了呢 我们经常还找一个唾词 说五酒不成宴 五酒不成喜 几个人坐到一块去吃饭 你一劝他 他劝你 最后劝酒的词和唱歌一样 一套一套的 最后还给我们找了一个唾词 说为什么喝酒啊 喝酒就是图醉呢 喝酒就是图晕呢 这都是一些托词 以酒为将 那么内经当中 为什么提出来了以酒为将的问题 因为在上古时期 在上古时期 酒它是作为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 所以内经当中明确告诉我 古人做酒的目的是什么 以为备耳 干什么呢 把酒酿下放到这个地方干什么呢 储备起来以备不食之需 什么时候需要他 有人有病了 好了我们用点酒 可能把某一种疾病就治好了 那么今天的人 已经不是把酒当作备用的 救人治病的方法 而是当成了自己自情自欲的一个工具 贪悲过度 以酒为乐 这就叫做以酒为将 这一种行为 耗散了人体的精气神 其二一种行为 以往为常 人人都有想法 人人都有欲望 欲望 欲望是推动人类 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着自己的欲望 欲望就是自己的梦想 是不是 我们大家所有人的梦想合起来 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梦 我们这个国家的梦 这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欲望不可无穷 欲望不可贪高 贪高了就叫做贪欲 就叫贪欲 正常的欲望叫做常 异常的贪欲 就叫妄想 那我们不是有一个词 叫做痴心吗 为什么说这个人是个痴心 是因为这个人常常胡乱想 所以叫做痴心妄想 一谈到这个痴的时候 一定是胡思乱想 说那个人是个花痴 说为什么那个人是个花痴 人家别人不喜欢他 他每天梦中像人家 无时无刻不像人家 所以才说那个花痴咯 妄想 是吧 我们还有一个词叫什么 黄粱美梦 欲望无穷 常常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你的欲望越高 但是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 你又不能正确的面对 所以欲望越高了 欲望越大了 欲望越无穷了 最后你的失落越多 你的失败越多 最后你心里边所紧受的那种忐忑更多 所以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精气神不能内守 叫以欲望为常 有多大的能力 干多大的事儿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有些事情想的太过火了 是吧 老北京都在讲 就不是给人家弄这个事情的那盘菜 就不是给人家弄什么事 那个料 但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物尽其彩 你不能把所有人都把他搞成了个科学家 让所有人都造这个原子弹去导弹去 那其他的事情谁干呀 是不是啊 革命只有分工的不同 人人都光荣 什么东西最光荣 劳动 都是光荣的 这是以欲望为常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种行为叫什么呢 另外一种行为叫做 罪以入防 那么在这个地方所谈到的 罪以入防的罪 由于在内经的文章当中 前面叫做 以旧为疆 以欲望为常 罪以入防 这三句话是连着了 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嘴字 理解成什么呢 理解成以酒为疆吗 以酒为疆把酒当饮料的喝 这不是最后就喝多了吗 喝多了不是就叫醉了吗 然后喝醉酒了 再入防行防事 他理解成了这 我个人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醉入防 和前面的以酒为疆没关系 以酒为疆 单独的 以王为常 单独的 罪以入防 单独的 那么这三句话是并列关系 它里边没有什么呢 没有递进关系 没有层次的隶属关系 它是一个并列的关系 三种行为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三种行为并列而行 所以这个地方的醉 应该理解成 沉醉 沉迷 沉醉沉迷于防中之事 我们平时的通俗教法叫做防老 防老耗了精 所以又会 又导致什么 精气神不能 那一手 这不是不止吃满吗 所以这三种行为 都会导致精气神不内受 所以它违犯了什么呢 违犯了赤满 违犯了余神 所以导致的这么一个环节 就叫做不知赤满 不知余神 所以当然最后导致了折受 那么当然有同志会问 说为什么有些人要以酒为疆啊 为什么有些人要以汪为常啊 为什么有些人要醉已入房啊 那么还有一些人经常这样说 尤其是有些女同志 经常会这样告诉自己的爱人 说你看你一出去喝 出门去 一到哪去有个啥事 你喝酒喝的就喝多了 你就管不住你的嘴 管不住你的行为 我就不相信 你不喝酒 人家还能把你的嘴搬开 给你关进去 那你最后还不是你喝下去的了 为什么好多人出现了这种行为 其实内经当中也给我们分析了 人们之所以出现了这些不正常的行为 是因为人常常有着这么一种心力 悟快于心 也就是说这种人常常他在追求一种形式的欢乐 一种形式上的快感 他感觉我今天晚上坐到这个地方 跟五六个朋友吃饭 如果我今天晚上我不喝酒 或者我今天晚上少喝酒 好像我就对不起大家 好像我今天晚上不喝酒 我今天晚上喝的酒少 就是看不起大家 就是看不起大家 追求了自己的那一点什么呢 好 所谓的豪慢啊 直爽啊 性情啊 这种情况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常常用这么一个词 说那个人特性情 说为什么性情 你看人家我喝酒大碗大碗 别人没喝到把自己先灌到了 很性情 为什么很性情 悟快于心 那么也就是说 从生命的观点上来讲 从人生的价值上来讲 大家都在追求一种形式的快乐 而违背了生命的真谛 也违背了生命真正的快乐之道 因此出现了这么一系列的行为 就好像有一首歌里边这样唱的一样 该出手时就出手 为什么该出手时就出手 饱大不平 无快于心 哥们感情 非常豪爽 但是这种行为 它是不符合养生之道的 不符合我们中国文化之道的 所以有了这么一种心理 就有了这三种行为 有了这三种行为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环节 有了这么一个环节 当然就有了一个结果 所以这么个结果叫什么 以 于 结 其 经 什么意思啊 以 自己的 适 于 以 自己的 爱 好 耗散了 耗劫了 本身的 精气 以 耗散 耗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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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劫 只有一個最終的結果 叫做半百而衰 所以內經的上古天真論 開篇就告訴了我們 說知其道者 怎麼呀 行御神居 盡天年而去 就把它叫做盡重其天年 渡百歲乃去嗎 而盡時之人呢 不知赤蔓 不止御神 依舊為將以望為常 追以入放 所以最後的結果叫做 以御皆其境 以耗散其震 半百而衰 皇帝內經的上古天真論 用對比的手法告訴了我們 為什麼這些人可以長壽 為什麼這些人年過半百而衰 用對比的手法形象的鮮明的 直接了當的告訴了我們兩個生命的結果 一個生命的結果叫做 直到渡百歲 不直到半百而衰 同志們 這部分內容 上一節課所講到的內容 長壽的一個中心 三個基本點 和這一節課所講到的 折述的一個環節 三種行為 請大家參閱《皇帝內經》訴問第一篇 《上古天真論》的第一大段和第二大段 去理解些什麼 這一節課就講到這兒 同志們好 這段時間我們一直在給大家講 有關養生的問題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在講到養生的時候 我告訴了大家 心若在受長存 那麼在講到心若在的時候 我告訴了同志們 首先要做到的是 心中有道 那麼心中有道 講的是什麼呀 我們首先講到的是 道法自然 也就是知其道者 可以長命百歲 那就是長壽的秘訣 專門講的是心中有道 心中有道的第二節 我們講的是養生的最高境界 行神供養 同時我們還給大家談到了 心中要有法 有法可依 所以在心中有法當中 我們給大家談到了 長壽的一個中心 三個基本點 不論是食飲有節 還是起聚 還是談到了勞作 都要緊緊圍繞著什麼呀 發育陰陽 何與蜀獸 同時與此相對的 那就是上壽或者折獸 上壽和折獸 那就是心中無法 所以導致了什麼樣的結果呢 一個環節出現了 不知赤滿 不食欲神 什麼樣的行為引起了不知赤滿 不食欲神呢 以酒為疆 以汪為常 罪已入方 談到的是心中有法的問題 那麼這一段內容 源自於皇帝內經素問 上古天真論的第一段 在這一段當中 皇帝首先問 說有些人可以年過 有些人可以敬重天年 而有些人為什麼年過半百而衰 齊博用了對比的手法 形象的鮮明的 直接了當的告訴了我們 至其道者 長命百歲 不至其道者 年過半百而衰 同時 我們一開始 還告訴了大家 心中 還應該有什麼 還應該有度 還應該有度 那麼心中有度 要有什麼樣的度 那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態度 所以我們這一節課 來給大家談人生的態度 人生應該有什麼樣的態度 人生 首先我們處在一個紛繁的世界當中 當你深居紛繁世界當中的時候 到處都是誘惑 到處都是追尋 所以 在這種紛繁的 我用的是這個繁 而不是用的那個煩惱的繁 用的是這個繁 匪繁的世界當中 應該怎麼辦 應該去淡 淡淡的去看它 這才是 我個人認為 這才是一個 符合了中醫養生思想的人 因為內經當中 又這樣告訴我們 在上午天真的第二段當中 開篇 就這樣寫 說 聖人 教別人 或者把真人 教別人 教給別人怎麼辦 教給別人 我們上一節課已經談到了 虛邪賊風 逼之有時 填淡虛無 真氣從之 那麼如何做到虛邪賊風 逼之有時 如何做到填淡虛無 真氣從之呢 直接告訴了我們 人首先應該有的心態是 知賢而少欲 還談到了什麼 心安而不拘 簡簡單單的十個字 為我們道出了人生的真地 首先來看這個地方 所講到的知賢 知賢講什麼 知賢講的是要讓我們人體 神智優先 很優然 少欲講什麼呢 少欲講的是少一些欲望 這句話很好理解 越是好理解的內容 做起來越難 我們中國人正常講真心 真心 什麼叫做真心 我們經常聽到這種話 說你跟我關係這麼好 我們倆人相處呢 處朋友呢 我們倆人談對象呢 你給的我是不是真心 你對我是不是真心 什麼叫做真心 真心 真心叫智心 也把它叫做智朴之心 不是有個詞叫做凡朴歸真嗎 也把它叫做敦心 也把它叫做厚心 敦厚之心 所以越是真的越難以達到 所以越是簡單的道理 越是難以達到 中國人經常這樣講 說平平淡淡才是真 還有一句話叫做君子之教淡如水 我們能不能做到 不一定能做到 所以知心告訴的我們是神智悠閒 這種神智悠閒並不是我們走在大街上 款款而走裝的好像沒事 它是要讓你心態非常的平和 面對一切紛繁的世界 面對一切紛繁的事物 你要做到什麼心裡邊非常的平靜 坦然 坦然 處之 坦然 對之 所以這個地方談到的心 安 講的是心 太 愛 要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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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當然這個地方的不居 從字面上來看 好像講的是什麽啊 我的心就是很安定 我就無所畏懼 我無所控制 我有什麽也不害怕 肛脂不餓了 我還害怕啥呢 其實這種理解是錯的 這個地方的不居並不是講的不害怕 這個不居講的是 無有無慮 這才叫做不居 所以合起來同志們看 知在哪裏 在中壹當中 知 他講的是 神知 是吧 比如說我們在中壹基礎理論當中 我們曾經講到了 每一個藏都藏著一個神 每一個藏的神在 和五行一配 我們把它叫什麽 就叫做五智 心在智為喜 是不是 肺在智為卑憂 脾在智為私 和 所以這個地方的知 他講的是神知 也就是我們人體的心理 所以神知悠閒 講的是這個人 一定要悠閒 下面講的是心安 心安照樣講的是心態 所以合起來 所以合起來 不論是你的神知悠閒也好 還是心態平和也好 都強調的一個什麽 都強調的是一個 內心 要讓你的心 要讓你的內心 什麽 靜下來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 平心 靜氣 靜氣 這個詞 可以泛起層層的漣漪 絕對不可以做起什麽 驚濤派案 所以我們說 這個男人 如何做到男 人的男子 所以應該心平像 靜水一樣 遇到了事情 不是說內心裏邊不思考 不是說內心裏邊不去想像 有什麽樣的事情 不是說不讓你去追求 不是不讓你沒理想 但是 你要像湖水裏邊 微風吹佛 或者說 投了一個石子兒一樣 你只能泛起層層的漣漪 這樣你才能做到靜 面對自然界任何事物的時候 面對我們人生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應該如此 大家都知道 說人活一輩子很難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那麽這個經怎麽念 告訴的我們很清楚 用一顆智賢之心 用一顆 平和之心去對待它 你這樣才能做到什麽呢 欲求欲望很少 你的欲求欲望少了 那你就叫做真心的欲望 內心的追求 如果你的欲望多了 那麽它一定就不是你內心的真正的需求 或者說就不是你人生真正的需求 而變成了什麽了 變成了貪欲 就和有些人一樣 隨著位置的改變 隨著等等等等條件的改變 心變了 一顆智賦之心 變成了一顆貪欲之心 所以當它的位置沒有變的時候 它還是知真心的 所以它是人的什麽 是人民的普人 公婆 所以它可以用敦厚的心 敦敏的行為 去面對它服務的對象 當它的位置變了的時候 它的智賦之心不在了 而變成了什麽了 欲望無窮 成貪欲咯 所以它就變成了社會的蛛蟲 那我們一個當醫生的 是不是也有這種情況呢 比如說 當我們投身到 醫學院校的時候 我們還是一個學生 很質樸之心 揣的什麽心啊 說我到了中醫藥大學 我好好的去學習五年 我將來當個醫生 從小處來講 我可以養家糊口 這是我的一點欲望吧 像大一點來講 我可以解黎民百姓之疾口 是不是一種質樸的追求 好了 隨著自己地位的變化 學生當醫生了 醫生成了主治醫了 主治醫成了副主任醫了 副主任醫成了主任醫了 最後可能當了等等等等等等等了 一個質樸之心已經不負存在 而變成了一個貪欲之心 所以每天面對病人的時候 給病人的交流是越來越少了 說的話是越來越少了 問的病情是越來越少了 從人文的關懷上是越來越少了 而筆下只是開的房子越來越大了 價格越來越高了 因為它已經不是少的欲望 而變成了一個貪欲無窮的心了 那麼此時我們還能做到心安嗎 心肯定不安 心肯定不平和 可能今天上班走以前 心裡邊很激動 說我今天去了又可以賺多少錢 而不是想著我今天去了 又可以解除多少 黎民百姓之痛口 心不安了 那麼生活還能無憂無慮嗎 當然就不能無憂無慮了 所以同事們看 內經啊 不僅僅告訴了我們 人體的生理病理等等的醫學道理 它更重要的告訴了我們一個人生的態度 有了一個良好的態度 心態 我們才能端正了自己的行為 我想這可能也就是 為什麼這些文章 這些內容出現在 《皇帝內經》的第一篇 《上古天真論》那邊 它是在講養生 不錯 但是我覺得這好像也是 中國最早而最古老的醫學生的誓言吧 每一個從一之人都應該有著這種態度 心態 知嫌少於 心安不居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具備了 或者具有了 或者說修成了這一種心態 那麼我們就會達到一種境界 這一種境界 進階的下邊內經裡邊就告訴我們了 各從其餘 還要怎麼呢 皆得所願 每一個人都有著每一個人的追求 每一個人都有著每一個人的欲望 每一個人都有著每一個人的夢想和目標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用一個非常平和而質樸的心態 去面對人生去面對生活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達到他的目標 因為你的目標制定的並不是太高 人生的目標應該怎麼制定 我們通過一定的努力就可以實現 我經常告訴他 我說我的人生目標如果放到這兒 這不是我的目標 因為我舉手就可以拿來 是不是 如果我的目標往上面放 抬高個十公分 我踮起腳尖就可以拿過來 挺好 我也可以往上面放二十公分 我蹦起來我就能夠夠著 好 如果我把我的目標放到了房子頂上 我蹦也上不去 我串也上不去 我再踩個梯子也上不去 那就目標過高了 所以人人的目標 人人的欲望 都是契合實際的欲望 我們通過努力就可以達到 所以各從其欲皆得所願 通過努力我們就可以達到目標了 達到目標你心中有什麼樣的結果 你心中的結果 你心中的那種愉悅感 一定非常美妙 所以孔聖人講 學而實習之不亦樂乎 我們通過學習掌握了一定的方法 我們把我們學到的方法 用到漸行過程當中 去通過漸行達到了我們所要要到的結果 我們成功了 成功的愉悅感 是沒有任何一種愉悅感可以達到的 所以正是由於我們通過努力 你可以得到各從其欲皆得所願 那麼我們的心態 永遠是平和的 我們的心態 永遠是快樂的 那就叫做 心很暗 智很閒 當然我們自己感覺到 我挺好 我每天都挺好 所以睜開眼睛看到滿世界都是陽光 從來沒有看到一丁丁點點的瑕疵和黑暗 多麼陽光的心態 所以只有有了這種心態才能達到這麼一個結果 結果結果是什麼 行老而不倦 還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行老而不倦就可以達到七從已順 這就是 這就是 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你有了這種心態 最後我們就可以達到這樣的結果 來 同志們這個話要正確的理解 行老而不倦 有人理解的是錯誤的 有人怎麼理解啦 說行老那就是勞 勞力嘛 勞行嘛 讓我們的身體勞動起來 勞做起來 說你身體是需要運動的 生命是需要運動的 我們可以去勞動 我們可以去工作 我們可以去健身 但是別讓身體感到困倦了 這是好多學者 還有好多 我根本就沒學過內經的人在講 同志們這種理解是錯誤的 行老而不倦 是什麼意思 用今天最統俗的話來講 叫做 我累 但是我快樂著 我每天的工作確實很辛苦 我每天的工作 的的確確就是挺累的 這叫做行老了 但是我從來沒有感覺到捐呆 那麼這個捐不捐 捐呆有兩重意思 一重意思講的是什麼 儘管我自己感覺到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很累 但是我回神充滿的是精氣神 二一重意思從哪兒講的 從心裡邊講的 儘管我今天的工作很累 但是我心中有著豪情萬丈 我喜歡 我喜歡 我願意 我樂意為此封獻 我樂意為此付出 我累 但是我快樂著 這豈不是人生最大的追求嗎 這不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追尋的一種禁忌嗎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在自己的生活工作過程當中 我們面對自己工作的時候 的的確確每天上班都累 你說誰不累 當醫生累不累 一上午看40個病人50個病人累不累 很累 但是他累 他快樂著 他為什麼快樂著 他首先想到的是 我今天一上午看了50個病人 我解除了這50個病人的痛苦 我有所知 然後下一次來上班的時候 他明明知道我今天一上班又得看50個病人 我很累 但是他依然是劍步如飛 急步向前地往單位走 為什麼 因為他心中有愛 因為他知很閑 因為他心很安 如果我們每一個員工 我們每一個人 作為任何一個企業 任何一個單位的人 能用這種心態去工作 我想 以我之夢 會很快實現 這就叫做 行勞而不倦 因此行勞而不倦 千萬不敢理解成 要去勞作 但是別讓自己勒了 這是不正確的 既然行勞而不倦了 那麼 結果就叫做什麼 七從一順 真氣 人體的真氣 它很調達 它很和順 順講的是調達 和順 那麼上一節課 我們曾經講到過 真氣 從之 緊接著後邊講的另外一句話 叫做病案從來 所以 從養生學上來講 如果能夠做到這些 那我們可以 七從以順 真氣從之 並安從來 如果從人生的態度上 能夠做到這一些 那麼我們就可以 是我們人體的七調達 人體的七和順 那麼我們的心 又何嘗不是安的 知又何嘗不是賢的 賢了 安了 會如此 如此 反回來 又會賢和安 它進入了一個良性的循環態度 所以 我把 這節課的題目 叫做了 非凡世界 引淡看 淡淡的看 叫做 淡破的淡 因為有一句話叫做 非淡破 無以明正 非寧靜 無以致緣 好了同志們 這節課 就講到這兒 同志們好 上一節課 我們給大家談到了 心中有態度的 人生態度 在人生態度當中 首先告訴了大家 紛繁世界 要淡看 如何去淡看 知賢而少欲 心安而不居 這節課 繼續來談 人生的態度 內經當中 承結了知賢而少欲 心安而不居 又告訴了我們 人生的另外一個態度 什麼樣的態度啊 我們生活的不僅僅是一個紛繁的世界 人來到世界上干嘛來了 受苦來了 老年人都懂 所以中國人都知道 說為什麼這個人來到世界上的第一刹那 就會嚎啕大哭而來 受苦來了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苦樂 年華 怎麼辦 還應該去笑著對待他 所以要笑著去對待他 我們必定要有一個良好的心態 這個心態叫什麼 內經當中告訴了我們很清楚 他首先告訴了我們 美其食 我可能吃的不是山珍海味 我可能就吃的是蘿蔔白菜 但是中國人有一句話叫做蘿蔔白菜 各有所愛 你吃梨是甜的 我吃蘿蔔是鬧心的 但是我喜歡 我哀你還咋啦 現在的年輕人還有另外一個送苦溜 叫什麼 我的地盤我做主 其實就是這種態度 美其食 所以我們不要看見人家 別人每天在吃啥 別人每天在進什麼地方 人家可能坐在停台之上 滿憨全息 我們可能坐在了我們自家的農家小院 擺了一個小方桌 放了幾個小凳子 一家人在圍坐一圈 一盤鹹菜幾個饅頭 一碗稀飯 但是我們享受到的是什麼 其樂融融 這一種融融之態 應該是這個自然界當中 或者這個社會當中 最美妙的 最樸素的一幅 山水畫 而且應該是我們每一個人去追尋的一種什麼 至高之境界 以為這種境界 這種話 它太質樸了 我有時候就在想啊 我來到這種非凡的城市當中已經三十年了 我經常給我的一些朋友們聊天 我說我真想回到兒時 是不是啊 茫茫露露了一天的爸爸媽媽回到了家裡 可能黏了一盤鹹菜 可能蒸了兩個饅頭 熬了一夥稀飯 爸爸媽媽 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 一家幾口人 就坐在院子裡邊 抬頭看著北斗星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啊 看著自己碗裡的小米稀飯 沒有感覺到任何一點點的苦澀 而恰恰融入我們內心的是那種 智土的愛 美七十 你儘管坐在了福利堂皇的宮殿當中 吃的是山椎海味 但是你並沒有享受到這種融融之愛 又有何意 我沒有任何小字情調 我試圖追求一種質樸的生活 還要做到什麼 樂 其俗 我以我的俗為好 俗它即包括了民俗民風 任何一個地方的民俗 它都是這個第六位置所決定的人文生活習慣 使人們通過長期的生產實踐活動而總結出來的 它指導著人們的生產生活 而且還一直在指導下去 這就叫做民俗 所以同志們應該很清楚 我在中醫基礎理論當中我曾經講到 北方人先吃飯後喝湯 南方人先喝湯後吃飯 這叫民俗 第六位置決定的 氣候特點所決定的 所以南方人你不要講 說你們北方人就不會吃飯 那麼我們北方人也不要冤 人家南方人說 你們就捨不得讓我們吃 就逛向讓我們喝湯 喝湯喝飽了還吃啥呀 民俗不同 各有所長 各有所得 各有所願 各自地方有著各自的民俗 我曾經有一次去南方去 在西子湖辦 有人請我吃飯 飯間有人問我 說張教授你家是哪兒的呀 我說我家是陝西的 人家說 哦你們的地方叫到大西北吧 我心裏悄悄的說了一句話 地理是體育老師教的 然後又問我 說你們那個大西北的人不是兩個紅臉蛋嗎 我說那是寢藏高原 我們的地方叫黃土高坡 高坡和高原還差得很遠呢 是不是 你還誘惑我說了 你們那個地方我聽說每天吃麵條 就是一把子麵條一下 撈到碗裡邊最後交點菜 這兒一碗飯 那有啥吃的呀 你看我們這個地方 一碗米飯炒了四個菜 蠻小子請掉的啊 我現在想說兩句上海話了 四個菜 意思是人家營養價值很高 我們這一碗飯 裡邊交了點菜 好像我們吃的沒營養 他從來沒有想到 關中大地 八百里秦川 物產豐富 民俗蹲陀 這個地方就產的妹子 她不吃麵條吃什麽 這個地方就不產 就不種水稻 都想吃點大米來 是不是 那我們這個地方的民俗就如此 就是一條寬面 搬了一碗菜 他從來沒有看到 我們吃的是一勺子菜 那一勺子菜裡邊 土豆 南瓜 豆角 黃花菜 1234567 十幾種菜吧 湯湯水水十幾種 這加下去 你說紅黃五色 都有了吧 裡邊還有肉呢 以五穀為養 以五菜為蔥 還有肉啊 完全符合了《皇帝內經》當中 告訴我們的禁和五味 你怎麽能胡亂評價我呢 你就沒有吃過我這一碗麵 你怎麽能說我這碗麵不好吃呢 所以樂其壽 還有做到什麽呀 高下 不相目 不論你的地位有多高 不論我的地位有多低 只是革命的工作革命的選擇不同 行行出狀眼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不能說你是搞宇宙火箭的 我在家裡邊是修自行車的 你又說你搞宇宙火箭 比我修自行車的 人格有多高 或者說你什麽有多高 一樣樣的 你能夠飛到月球上 我就是在地球上挖土地 咱倆不都是個星球嗎 你站在地球上說 月球上的人是外星人 如果你生活在月球上 你不是說我地球上的人也是外星人嗎 所以不能這樣的高下部項目 當領導了位置很高 應該懷揣一顆智朴之心 因為你是人民的公僕 是不是 你是我們的公僕 所以你要為人民服務 那麽人民又要幹什麽呢 人民又要想著我們是人民 我們要替領導去服務 這不是相互之間達成了一個和諧一致 高度的和諧嗎 是吧 不要說人家位置高 害怕人家看不起窄 不要說這個人的位置很低 我就看不上他 人格均等 不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不論位高與位低 站在一起 各自可以有高低的不同 體重可以有高低的不同 胖瘦可以有不同 但是人格一律均等 人格面前人人平等 我們必須有這種心態 大家都有了這種心態 當然就挺好啦 所以當你有了這種心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到什麽 我們就可以做到 事欲不能勞其木 自然界社會事欲很多 所有的東西它不能勞其木 說點不好聽的話 就是啊 你這是個啥 根本入不了我的法眼 我的眼睛是看什麽的 我的眼睛看的是質的 譜的真的 蹲的厚的 而我不是看你這種事欲的 眼睛一定要平視 平視的是什麽東西 自然 社會正常的道 與此相對的第二句話 就叫做 陰邪不能 能 或 其心 不論這個地方講到的 詩欲也好 還是講到的隱邪也好 它都是我們生活的 這個社會當中的一些什麽呀 紅紅綠綠 嘩嘩等等的世界 都是一些什麽誘惑 誘人的東西 刀官 後路 金錢 美女 等等等等 都屬於這些內容 那麽如果我們有了這種心態 所有的這些物質 物質的誘惑 你不可能入了我的法眼 你不可能禍了我的質 朴之心 因為我的心 是什麽 上一節課 我剛講過 我的心是安的 我的質是咸的 我心很安 質很咸 心很平 其很靜 眼睛 心靈的窗戶 有一顆平安之心 就不可能讓你這些東西 進入我的窗戶 我們經常講 眼睛是心靈的窗戶 內經當中還談到了 五臟六腹之精氣 皆傷諸於目 所以眼睛和誰有關 和五臟六腹都有關系 好啦同志們 美其時樂其俗 高下不相摸 就可以達到 是不能勞其目 陰邪不能獲其心 最後就可以達到一個什麽 境界 所以這個境界 就很高啦 有多高的境界啊 這個境界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夠達到的 這個境界叫做德權不畏 道德的德 德權不畏 所以內經當中非常強調的是這個德字 當然了 內經當中強調的是這個德字 我在一開篇 在講內經的一開始 我就告訴了 內經是中華優秀文化的一個載體 所以我們中華優秀的文化當中 每一個人都在強調他的德 這個人的德性如何 品德如何 同志們你們知道這個德是啥意思啊 德 它講的是七藥之星 最早的時候 講的是七藥 七藥講什麽呢 日月 金木水火頭 一日一月加五星 合起來叫七藥之星 又給你普及點知識啊 大家每天在講說今天星期幾啊 說今天星期二 今天星期天 今天星期一 今天星期三 那星期怎麽來的 就是這樣來的 七藥之星 一星角度日 二一星角度月 日照日星期天 月照日星期一 以此類推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天 每天都在這樣教 沒人知道吧 所以這個德最早指的是七藥之星 七藥之星 不論是太陽 還是地球 還是木火土金水 它的運行一定是有規律的 所以德就指的是什麽 德後世就把它因神為 自然界運行的規律 人應該遵循的規律 社會正常演變的規律 所以它是一種自然界的規律 那麼作為自然界的人 就應該遵從於這些規律了 所以德就是規律 規律 規律人就應該去遵循呢 所以我們上一節課不是談到了 發育陰陽嗎 所以德權不畏 就講的是 這一種人 就可以做到什麽 這一種人 他的德是權的嘛 與此相對的 德權相對的 叫做衰 叫做衰 所以內經當中還有一句話叫做 禁食之人 道德燒衰 所以怎麽了 所以德權之人 講的是 你能夠做到這麽一系列 那麽你就可以完全準循自然界的規律 你完全準循了自然界的規律了 這是你的境界 那麽在這種境界的作用下 你會達到一個什麽樣的結果呢 當然就講的是 年驚度百歲乃去 看 內經裏邊一直講百歲 能夠做到知賢而少欲 能夠做到心安而不拘 能夠做到美其時樂其俗 不高下不祥目 那你一定就可以做到 失欲不能牢其木 陰邪不能獲其心 你最後就會達到一個 德權不為的境界 進而自然界就會給予你百歲的生命 所以有什麽因便有什麽樣的果 因果相對 好了同志們 兩節課的時間 給大家講到了人生的態度 分繁的世界應該淡看苦樂的年華 應該笑 對 這是我們人應該具有的態度 當你具有了這種態度的時候 然後你在幹什麽去啊 你在去做到心中有法可依 有什麽法可依 發育陰陽合與數數 遵循自然界一年四十一日四季 以及節令時序變化的陰陽規律 然後你就可以掌握了 長壽的立訣叫知其道 就可以敬重其天年 談到這裏 我們已經給大家講到了 養生的具體六節的內容 心弱在瘦長在 下一節課將告訴大家 學一學古代的聖人 追一追百歲的夢想 看看古代的聖人 還不敢談真人呢 還不敢談知人呢 只談談聖人 人家是如何做到長命百歲的 這是下一節課的內容 今天就講到這兒 朋友們好 前邊用六個課時的時間 給大家講到了 心中有法 心中有道 心中有度的問題 這六節內容 全部源自於皇帝內經素問的第一篇 《上古天真論》當中 《上古天真論》是論述養生的專篇 而且是非常漂亮的一篇文章 在《上古天真論》的最後一段 把這個世界上懂得養生的人 或者說我們前邊一直把它叫什麼呀 叫做 知其道的人 把知其道的人分成了四種 一種 一種 叫做 上古時期的 真人 第二一類 叫做 中古時期的 知人 知人 以及 賢人 當然並不是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 而是把指其道的人 那就是懂得順應參見 特觀規律 其養生的人 分成了四個境界 四個層面 今天在這裡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真人 真人我們學不來 知人也學不來 我們學學他吧 聖人吧 所以我們把這節課的題目叫做 學習 學習 聖人 學習聖人的目的是幹什麼 長壽 百歲 如果我們能夠掌握了 或者我們能夠學會了聖人交給我們的一系列的方法 人人都可以長命百歲 因為人的正常壽命是120歲到150歲 百歲不是夢想 是完全可以達到的 好了 上古天真當中 上古天真當中 如何劃分了這幾種人 真人 真人是什麼呀 真人他講的是完全掌握了 天地運行規律和自然界隱陽變化之機的人 掌握了什麼 掌握了天地運行的規律 還掌握了自然界隱陽變化之機的人 為什麼我這個地方用了一個掌握了隱陽變化之機 而不是掌握了一樣變化的規律呢 機這關鍵呀 是不是 我在前面多次給大家講過機 比如說中醫基礎理論當中 我們曾經談過氣機的問題 啥叫氣機 氣的運動 那為什麼把氣的運動叫做氣機呀 運動是關鍵 後面又講到了病因 還講到了病機 啥叫病機 病指機藥 它怎麼樣發生的疾病 關鍵在哪裡 所以掌握了天地運行規律 掌握了陰陽變化之機的人 叫整人 所以整人掌握了這麼多的東西 人家有多大的壽命啊 可以活到多少啊 人家的年齡 人家的年齡 我們不去想像 人家叫做瘦比天地 與日月同歲 那就長生不老了 所以我們中國古人有這麼一幅 一個美好的祈福 自己家的老人過壽呢 經常送一幅堆聯 瘦比南山 不老松 腐如東海 長流水 送了什麼樣的祈福 送的是希望自己家的老人的壽命 向南山之松 向北海之水 北海的水 已經多少年了 還可以待多少年 我不知道 南山松還可以繼續活多少年 我也不知道 當然它和自然環境有關系 如果每天去挖它 每天去破壞它 每天去污染它 估計也快了 但是它是在什麼地方 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在天地之機 陰陽之機當中 所以這種人我相信大家可能見過 比如說原始天尊 太乙真人 其實我們能夠追尋到的 所以目標太高 追尋的目標太高 叫知不顯 咱還是顯一點 心安一點 其次是知人 知人講什麼呢 知人講的是品德純厚之人 講的是什麼呢 講的能夠是道行高深的人 你看講什麼 講的是品德 講的是道行 品德非常的敦厚 道行非常的高深 他們最起碼可以做到順應天地 順應陰陽 雖然說它不一定掌握了天地運行的規律 沒有掌握了陰陽變化的機要 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順應天地的變化 順應陰陽的變化 所以人家這一種人 也可以與日月同歲 與日月同灰 也可以達到獸比天地的這麼一個結果 那就人家就是原始天尊他土地唄 在美好的祈福 美好的願望 我想上古的人我們追不上 中古的人我們也追不上 我們還是腳踏實地一點 站在內經時代的進食 也立足於當今時代的進食 談談聖人 聖人是什麽樣的人 聖人他首先告訴的我們 聖人要交給大家了 聖人交給他的民眾 交給他的子民 你們應該這樣做 應該怎麽樣做呢 應該做到處天地之河 還要做到什麽呢 處天地之河 八方 八峰之裏 也就是說我們一個生存在 我們人生在哪裏 我們的每一個人 都身處在天地之間 既然處在天地之間 天地陰陽變化 它是有一定規律的 所以每一個人 都應該把自身治於天地之間 讓自身陰陽的變化去迎合 去順從天地陰陽變化之道理 八峰之裏 講的是什麽 八峰之裏 講的是一年四季 十令 節氣的變化 所以這兩句話 直接暗合了上古天真的地一句話 發育陰陽 何於數數 除了做到這一點有外 還應該做到哪裏 還應該做到施 施欲與施俗間 施存的施 施於哪裏 施於施欲 什麽地方 於施俗間 唉呀 這幾個字有點繞口 講的什麽意思啊 就是你不僅處在天地之間 要迎合一年四季 施令節氣的變化 還應該適應於誰呀 世俗之間 那麽也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生活在世俗的社會之上的 當你生活在一個世俗的社會之上的時候 你能夠在世俗之中 合理的處置自己的愛好 自己的欲望 其實他告訴的我們啊 告訴的我們是要適應於社會 上邊這句話講的是要適應於自然節 這句話講的是要適應於社會 不論你身處在哪一個社會當中 你都應該去適應它 你只有去適應了它 你才能夠做到我們前面所講到的知賢和心安 你如果做不到它 那就出問題了 出什麽問題了 因為它第三一條要求的我們是什麽 無會塵之心 那麽也是我們每一個人對待任何事物的時候 你都不能表現出憤憤不平的怨憤之心來 這一點太重要了童子們 你看看我們今天不能走到哪裏 聽到的都是罵聲一片 過去每天在講 說我們每天在工作就沒有休閒的時候 就沒有出去去玩的時候 我們想出去休閒想出去玩 現在可有了 五一節小長假 端午節小長假 國慶節小長假 春節小長假等等等等 給了你很多很多假期 其結果放假了吧 出門了吧 出門子就罵人 罵誰 哪兒來這麽多人哪 人碰人 人看見的都是人腦袋 人看見的都是人後根 我想看景點還看不見 你哪兒來這麽多糞糞不平之意呀 會塵之心 真的硬了人家所說什麽 人心不足捨屯降 我上學的時候 一星期七天 星期六下午才逢星期 休息一天半 每周五天半的工作日 大家都在叫喚 說工作日太長工作日太長 我們能不能變成五天工作日 好政府順應了我們的需求和護生 五天工作日 今天又有人提出來了 你能不能給我們四天工作日啊 你乾脆一個星期去別上班 在自己家裡待著不就擠了嗎 多好啊 五天半先忙 四天想要四天 當明天給了你四天工作日的時候 你後天就在叫喚 你給我三天吧 我上三天班 我休息四天 最後就到這了 你每天都不要讓我上班了 我想實現共產主義 我吃啥拿來張嘴就是 灰塵之心 怨憤之心 過去一個月掙幾十塊錢 說這幾十塊錢不夠花 現在一個月掙幾千塊錢 說物價在飛漲 房價在飛漲 什麼東西都不好 過去出門子 從這個地方走到那個地方 需要三天兩晚上 現在高速路通了 十幾個小時就到了 還在罵人 說這個高速路為什麼要收費 後天上了高速了 說這個高速路收費 你為什麼走得這麼慢 你前面還堵車 開飛機不堵車 憤會趁之心 對嗎 說過去做個綠皮子火車 哎呀 哐哐哐哐哐 一百公里漏走了三小時 現在是一個小時 跑到了二百八二百九三百多 還在講 你能不能讓我再快一點 快了 說為什麼票價這麼貴 你看 滿腹牢騷 滿腹的會塵之心 那就是什麼呀 不能把自己的欲望 自己的失求 放在這個世俗的社會當中 那就叫做不能適應社會 正是由於你不能適應於世俗的社會 正是由於你不能適應於世俗的社會 所以你每天都是怨憤牢騷 好 同志們 只要是誘人存在的社會 它一定就是世俗的社會 就不可能像你想像到的那種 圓林之外的世界 你除非學了桃園名 才居東籬下 但是你每天看到的是南山 你那個時候又該罵人了 你每天讓我住在深山裏邊 你不讓人到外邊看看花花世界 看還是有問題 人心不足 何時能夠滿足於你啊 調整自己的心態 使詩欲詩俗見 無灰塵之心 這是內經當中 對我們每一個人的要求 也是內經當中 聖人交給自己子民的很重要的一句話 當然啦 還應該做到什麼呀 據不欲觀於俗 還應該做什麼 行不欲離於世 第四句話就叫做 行不欲離於世 你看又強調的一個詞 詩 加一個什麼 背負張 再做到什麼 舉不欲觀於俗 來看這兩句話 上邊講的是行 下邊講的是舉 行為舉制 上邊講的詩下邊講的俗 還在世俗的社會當中 人永遠在世俗的社會當中生活著 所以他告訴我們咧 既然是一個時俗的社會 人人就有了人人的追求 人人就有了人人的目標 人人就有了人人的看法 而你應該怎麼辦 你應該做到的是 詩餘不能牢其目 陰邪不能獲其心 你應該做到的是 美其食樂其俗高下不相目 當然有時候再耍一點小姿情調也是可以的 當條件允許的情況下 我們也不妨穿上一身華麗的衣服 背負張 張這個張字是張顯的張 就是華麗的衣服 前提是什麼 前提是當你條件允許的時候 你不敢說我現在條件不允許 我現在一個月就掙兩千塊錢 但是我就要背個什麼樣的品牌的包包 穿個什麼樣品牌的衣服 然後再買個什麼品牌的手機 這最後一整 從上到下都是黃金白銀打造起來的 而自己腹中空空 完了 有一個詞叫做月光族 還有一個詞叫做半月光族 還有一個詞就像送給他們 叫做望月族 這個月的中間望著下一個月發工資的時候 望眼欲穿 是不是 所以當我們的條件沒達到的時候 我們就美其食 樂其俗 高下補香目 當我們的條件達到的時候 按照自己的能力 不妨秀一把 那也是可以的 偶然間說這個月發了工資了 我做個預算兩千塊錢 交上五十塊錢的電話費 交上一百塊錢的房租費 然後再拿出三百塊錢來 這個月和朋友們聚聚會搓一對 最後還生了一千五百多塊錢 回去不行 得給我爸三百塊 得給我媽二百塊 留了一千塊 這一千塊怎麼辦 秀一把就秀一把 有什麼不可以 我掙的錢 我還是可以做主的 所以出了門子 買點漂亮的衣服 買這麼大的花 把它掛到脊背上 也挺好的 背服裝 前提是什麼 有條件 當你沒條件的時候 不要這樣做 你沒條件 你還想背服裝 你那叫做做呢 內經當中 簡決不允許人做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四五點了 那麼後面的內容 我們就可以更做到了 外 不勞於行 那就是在外沒有行勞之苦 不勞於行講的是什麼 是講的外 不勞行 這兩個字去了啊 外不勞行於是 就是不被外界的一些 紛繁複雜的事情 勞傷了我的行體 所以不勞行 什麼把你勞了 外邊非凡的是我 勞到你的行了 有外就有內呀 內怎麼呀 內 為我思想之有 外面是勞行 裡面是裝的心 是吧 心不要勞了 不要有了這種 有患 如果外不勞行於是 內無思想之患 那麼 那就出龍門子我高高興興 回到家我高高興興 外面的形體我愉愉快快 裡邊的精神我愉愉快快 那真的是 我的地盤我做主了 你的地盤你做主了的結果是什麼 以便宜為物 一切的追求都是為了讓自己高興 一切的追求都是為了讓自己安心 追求的人 追求的事 追求的一切行為 都是讓自己安心高興 但是這個地方的便宜為物 就是讓自己高興 你可不敢理解成每天 自情方宗 那可不對了 那就成了我們上一節課所講到的 誤快於心了 誤快於心的那個心 是你的小心 我們現在要做到的什麼 是一個大心 一個公心 一個真心 一個人心 這樣一顆心 追求一種平安 追求一種安靜 就可以了 所以能夠達到這麼一種情況 那我們一定可以做到的是 以德為公 以德為公 看這個德字又出來了 也有地方把它寫成這個德 是不是啊 那就完全怎麼拉了 完全把自己的感受 完全把自己的感受 建立在什麼地方了 建立在了 與自然界相協調的基礎之上了 所以最後就可以達到什麼樣的結果 形體不逼 形體不逼講的是 形體不倦呆 精神不三 講的是精神內守 所以如果能夠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最後就可以達到這麼一個結果 形體不倦呆 精神又可以內守 是不是又回到了我們前面所講到的 虛邪賊鳳 必知有識 養形體 甜蛋虛無物 真氣從之養精神 形體健康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 真氣從之 病安從來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系列了 那我們也就成了聖人了 聖人都可以 聖人 不敗隨 乃去 可以敬重天音 當然 這是誰告訴我們的 這是聖人 告訴我們的 我們在座的人 今天還是俗人 那我們能不能學習學習聖人 能不能掌握了聖人交給我們的這些東西 逐漸的向聖人去靠攏 那我們的壽命 也會逐漸的向聖人的壽命去靠攏 當我們的思想 當我們的境界 無限的解禁於天然 無限地解禁於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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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一系列的手段 它最後壽命 也可以達到聖人壽命的那麽壽類人 所以 在上古天真律的最後壽段當中 把止其道的人 分成了四個境界 而在這四個境界當中 聖人又告訴了我們 九條養生的方法 或者說九條做人的要求 我想基本上這些問題講起來也挺好講的 學起來其實也不大難學 學個八九不離十 就可以達到這麽壹個結果了 我們一塊來吧 你我一起向聖人學習 向聖人的思想境界去靠攏 當然最後我們所要的所有的結果 都會隨手而得到 一把沙子 一把沙子 當你的手 用的力量越大的時候 留在手裏的沙子 將會越來越少 所以用壹個甜淡的心 用壹個心安的心 用壹個智賢的心 去面對非凡複雜的社會 去面對苦樂的人生年華 參悟壹點道 學壹點中國的傳統文化 那我們就會離聖人 越來越近一步 因為我們這個祖國 自古至今 傳述給子民後代的思想 都是聖人的思想 比如說我們從小讀的書 都叫做聖人之言聖人的書 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從內經開始學起 這節課就講到這兒 朋友們好 前面用七節課的時間 給大家談到了一個中心的內容 叫做心若在受常在 分別從三個層面上 來給大家談到的 七心中有道 知其道者 外樣形體內樣精神 我們把它叫做養生的最高境界 第二部分內容講到了心中有法 發什麼發育陰陽何以屬素 我們給大家談到了 常壽的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 還談到了直壽或者商壽的一個環節 三種行為 緊接著我們告訴了大家 心中要有態度 面對生活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 非凡世界應淡看 庫洛年華應笑堆 同時我們還給大家談到了 上午天真當中 聖人是如何交給自己的子民去養生的 其節課具體的談到了養生的道 養生的法和養生的術 現在還在養生的內容當中 但是我們這一小塊的內容 取了一個新的題目 這一塊的內容 我們把它叫做四十陰陽者萬物之根本 四十陰陽那就講的是一年四季陰陽更替的規律 它是自然界萬事萬物生長壯老已的根本 所以自然界的萬事萬物都應該遵循它順從它 所以內經裡邊把它叫做從之則生 逆之則死 當然這個地方逆之則死的死 並不是說逆之就要死亡 而叫做逆之就要受到傷害 內經當中也好 有些同志可能在讀上函 上函當中也好 那個死字可不一定就是死亡 比如說在判斷某一個疾病的時候 幾日死幾日死 可不是說到幾天就死掉了 那是病情加重傷害的意思 這是我們這部分內容 既然我們在這部分內容當中 談的是四十的陰陽 那麼我們講從四個方面去談 春夏秋冬 最後要落腳到內經當中一個著名的學術觀點 春夏仰陽秋冬仰陰上 所以這部分內容我們分為五節的時間來論述 讀過內經或者看過內經的同志 應該明白了我們這部分內容取自於哪裡 這部分內容取自於皇帝內經素問的第二篇 叫做四七條神大論 所以在四七條神大論的開篇 就談到了春三月 夏三月 秋三月 冬三月 如何如何 我們這一節課先從春季開始 這一節課的題目 我們把它叫做順 順誰 順春 順春的什麼特點 順春的聲 順應了春天的聲 人應該怎麼辦 人應該廣步 廣步與停 廣步與停 達到什麼樣的結果 達到的結果是 之聲 我們一步一步來看 看看內經的原文史告訴我們 怎麼告訴我們的 內經 上這個四七條神當中 開篇就告訴了我們 說 春三月 寺內 發塵 在這個地方 我們著重的要理解 什麼是發塵 發是蒙發 這是沒任何問題的 那麼也就是說 每每到了陽春三月的時候 請注意 這個地方的春三月 不是講的一月二月和三月 它講的是正月二月和三月 這是春天的三月 這是春天的三個月 這三個月 整個自然界當中的香 是一派生機勃勃 向上蒙發 所以向上蒙發 用了一個發字 關鍵是這個塵字 自故至今有很多學者 把這個陳當成了陳舊 所以很多人在講了 說發塵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啊 講的是春天的陽氣上升 對吧 然後去退出了冬天續集的陳舊之相 大多數學者是這樣理解的 這種理解是錯的 那麼也就是什麼 氣骨從心 這種解釋是錯的 那麼法塵這兩個詞 應該怎麼樣來理解 法 毫無疑問 講的是蒙發 講的是春天陽氣的上升 這裡的陳 它其實講的是陳列 陳列 大家去想像一下 到春天的時候 小草在兔芽 樹上在兔芽 露出來了花孤兜 小蟲蟲也在往外邊跑 人也在往外邊跑 南方的小鸟 南方的小鸟也在回歸 所以朱子清先生在他的春裡邊就講 說春來了 春來了 春天就像一個小姑娘向我們走來了 非常漂亮的一幅畫面 那麼也就是自然界所有的生物 都是勃勃生機 朝氣蓬勃 向上蒙發 你爭我敢 想幹什麼 想把他的子容 展露在我們的面前 陳列在我們的面前 供我們去欣賞他 所以這個地方的陳 應該講的是 陳其 什麼東西啊 姿態容顏 是陳其姿態容顏 也就是說整個自然界所有的物種 都想把自己的姿態容顏 陳列在我們的面前 讓我們去欣賞他 所以法臣典型的告訴的我們是 自然界當中的這種香 而這種香 我們就把它叫做春天的香 也把它叫做春香 其二一個我們要明白 在這個時候 我們一直在講 發育陰陽 春天的香 春生 它為陽 這不是發育陰陽了嗎 合於數數 合於數數 合於什麼 合於四十節令的變化 那麼春天的節令是什麼 每一個季節的節令 都是從曆開始的 所以春天的節令 首先是曆春 雨水 晶著 然後就到什麼了 就到分了 所以就到了春分 一春分就要怎麼辦 整個自然界就清了 就明了 朱子卿先生把它叫做山浪人起來了 所以細細的去品讀朱子卿的這篇文章 真的很漂亮 極清又名 極清又名 那就叫做浪人起來了 最後一個節氣叫國語 這就是我們這個春天的六個節令 那麼在這個節令當中 大家一個一個來看 立春了 好 立春的時候 陽氣已經逐漸逐漸的向上走 此時在下點毛毛細雨 是吧 雨紛紛 毛毛細雨的刷刷聲 會驚動了 蛇浮的小蟲子 會驚動了蛇浮的小草子 小種子 溫度上升了 土壤 土壤解凍了 土壤解凍了 變得疏鬆了 陽光有了 溫度有了 加上一定的雨水 萬物生長的三要素 具備了 溫度 十度 空氣 所以 蛇浮在下面的小草子 小種子 就要 破土而出 潛藏在下面的小蟲蟲 也要破土而出 蛇浮了一個冬天的人們 也要紛紛的走出屋外 所以 朱子晴先生把他叫做 自然界頓時 熱鬧 起來了 既然叫熱鬧了 不就是生發的向上的明亮的 溫序的嗎 不就是陽的嗎 所以春天為陽 因此我們把春天的三個月 又叫做 陽春三月 此時到這個地方 已經進入到二月了 所以有人把它叫做 二月的春風四剪刀 剪下的是什麼 剪下的是霸橋的陽柳 剪下的是一派春天的景象 到春分了 陰陽二氣和和 陰陽二氣平等了 白天和夜間 長短相等了 自然界更暖了 這個時候就不叫做芽了 這個時候就已經叫做苗了 小草 小草已經長下這麼高了 已經有泛黃的小草 由早春色 變成了春色 春分季節 整個自然界的鄉 已經不叫早春相了 已經叫了春相了 那就是苗子 牙子等等等等 已經成了墨綠色了 而不叫做那種草黃色 啊 我們的能見度也高了 看的也遠了 再加上這個時候 再下上一點毛毛雨 清明時節 雨紛紛啊 整個自然界都是一派清新之象 山綠的 地綠的 空氣的 穿透力 是很強的 所以我們眼前一看 好像戴了一副近視眼 戴了一個高度的近視眼睛一樣 朱子晴先生把他叫做浪倫起來了 此時我們要干嘛 走出戶外 踏 清去 到那踏清去 有山 有水 山水之旁 去走一走 讓自己的心 舒展開來 讓自己的情 舒展開來 此時的舒展 是為了古語 此時的伯仲 農作物 現在要下種子了 黃河流雨 有一句俗語 叫做古語前 好中棉 種棉花 古語後 種瓜 點豆 春 種 春生 才能有了一個下掌 所以整個從 李春到古語的六個節氣 自然節呈現給我們的是一派什麼像 蒙發之相 朝氣之相 心心向上之相 你追我敢之相 花都開了 朱子清先生寫呀 桃花梨花 什麼花等等花 正方斗燕 這就是他的香 人應該怎麼做 人應該怎麼做 指其道者 發於陰陽 發於什麼陰陽 春陽 春天了 人要順應一年四季 他的陰陽變化規律 春天的香是這樣的 春天的節令是這樣變化的 那麼作為自然界當中的人 當然就應該順應春天的香 順應春天的這個節令的變化 而調整自己的生活起居 所以人應該怎麼辦 那就是我們要幹什麼 我們要養生 在此時的養生的要點 是什麼 起居嗎 是吧 我們前面在談到 常授的三個基本要點的時候 一個談到的是飲食 二一個談到的就是起居 所以起居怎麼辦 內經當中告訴我們 叫夜我早起 不要再像冬天那樣一樣 蒙個被子睡懶覺了 起的早一點吧 當然 什麼時候睡 天氣太陽落了睡去唄 當然 現代的生活不可能讓你太陽一落就睡覺 該睡的時候就睡 不要超過十點鐘睡覺 早一點起來 早多早 隨著一個一個節令的變化 太陽出來的是越來越早了 所以你就隨著太陽的升起而起床吧 你最起碼應該跟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去起床 當國旗升起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塊土地上太陽升起的時候 你就跟上它去起床 挺好 起來幹什麼 起床 起來要廣步 與庭 在哪裏 在庭當中 廣步 就叫做寬寬而行 不快 不慢 不自賣的大一點 就是不服賣的大一點 不貧倒可以保持一個很適度的不貧 在哪 挺 請注意 我前面曾經講到過 中國古人的建筑 既有庭 又有院 你去查查慈海 你去查查慈園 你去查查相關的字典 庭 沒有給我們講了個什麼名堂 其實庭在哪裏 前面叫院 後面叫庭 院子裏邊有著東房子 有著西房子 東邊房子裏邊 朱德士人 長宮短宮 丫鬟婆子 西邊裏邊的房子 是放的家具 叫西邊 這邊這個房子裏邊放的是什麼 是牛羊豬 這一排裏邊住的是下人 中間有個過道 後面直接通到了庭堂之中 所以後面的庭堂裏邊 堂裏邊住的是家長 東邊的房子叫東鄉 住的是男孩 西邊的房子叫西鄉 西鄉住的是女孩 所以有一部折子戲叫做西鄉祭 崔英英和張僧在西鄉當中去相會 男孩子要住在東邊 所以故宮裏邊的東宮就是太子住的 這是我國古代的建築學 這是我國古代的建築學 所以後面的院子裡邊 後面的院子叫庭 庭里邊有什麼 庭里邊有庭台楼阁 花草樹木 小橋流水 所以此時 所以此時花草樹木都長出葉子來了 花兒也開了 水也濾起來了 這個環境當中 非常的清新 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 這個環境當中的富氧离子的含量很高 叫天然養疤嗎 那你去走路到哪去走 就在這個地方去走 同志們講了 天然養疤呢 還停了 我家現在住到22樓 沒院子 所以我們現在的院子裡邊 連停車位都沒有 院子裡邊連草草都沒有 對不起了 今天的生活和過去不一樣了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 比如說 周末我們可以一家人 相伴進入道 某一個公園 某一個山裡邊 有花有草有樹的地方 去寬寬而行 也相當於是廣步於庭了嘛 關鍵的問題在這地方干嘛去啊 要把我們體內的那些濁起呼出來 要把自然界的這種清新之氣吸進來 給我們的血管打掃打掃 因為富洋禮子又把它 今天又把它叫做血管的清道夫 心腦血管的保護神 古人 古人雖然不知道富洋禮子的問題 但是他永遠能夠知道 當我們站在這個環境當中 在這麼一個環境當中去走路的時候 我可以感到心旷神怡 我可以感到神清氣爽 所以這就是我們應該去的環境 去怎麼去怎麼走 要批發喚醒 啊 多批 而不多背 啊 批散著頭髮 款款而走 為什麼叫做批散著頭髮呢 因為古人的頭髮是晚積的 成年人以後他要晚個積 晚個積 簪子一叉 現在大清早怎麼辦 為了適應於自然界的這一種生髮之象 要把簪子取掉 要把頭髮披下來 讓它很自然而然的垂下來 穿個寬鬆的衣服 穿個寬鬆的鞋子 然後在院子裡邊 無拘無束的款款而行 這樣取走路叫做無拘無束 無憂無慮 迎合了我們前面講到的心安而不拘吧 你達到了心安而不拘的結果 那麼我們人此時就有個什麼樣的狀態呀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達到的是 是至以生 啊 在這麼美好的一個環境當中 我們去走走路 那我們的思維是清晰的 思維是清新的 思維是活躍的 一年之際在於春 今年我要幹什麼 今年我能幹成啥 這個時候心中就有了很多想法 悠然而生了 有了想法 那我們就應該去一步一步的付諸於實施 當然在實施的時候 還要進行論證 在論證期間 比如說過去是個孩子說 我這個我今天想幹什麼 回去了給爸爸給媽媽說 作為爸爸媽媽來講 要教育孩子 要鼓勵孩子 要保護他的這種想法 保護他的這種思想 保護他本身的這種思想的起底 千萬不可摸撒他 所以進階的內經裡邊 下邊告訴了我們 要生而無殺 還要怎麼 要欲而無得 要賞而無殺 要是我們的情志生 你要給予他 你要獎賞他 你不可以扼殺他 所以這是自然界的鄉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這樣 那麼返回來講 內經使用於很多地方 比如說教育孩子 我們的孩子回來了 說爸爸我明天想幹個什麼 你說不能去 你那叫做殺 你那叫做躲 你那叫做法 你從小就把孩子的那一種天性給摸撒掉了 你只知道讓他去到那個地方 去上這個興趣班那個興趣班那個興趣班 上了一群興趣班 其實他根本沒興趣 他的興趣在哪裡 他的興趣已經告訴你了 而你並沒有去尊重孩子的興趣 你剥奪了他 所以為什麼人家別人都在講 說我們今天的教育體制 或者我們今天的等等等等情況 或者我們今天的等什麼事情 把孩子怎麼回事了 我同意這個觀點 孔子在講 順天性 而遇之 孩子都有著自己的夢想 都有著自己的理想 都有著自己的行為 都有著自己想幹的事情 家長 別摸撒他 逃題了 同志 講春三月的養生了 跟你講到養孩子的事上去了 返回來繼續說養生 春天怎麼辦 春天我們有很多想法 應該怎麼順著他來 去鼓勵他 去獎賞他 讓他產生 春天就是產生想法的季節 春天連想法都沒有 夏天幹嘛呀 秋天幹嘛呀 一年四季幹嘛呀 陸陸為無所事實 只有春天有了想法 後邊才能按照這個想法 一步一步的來做 所以春天一定記住三個字 要生 要瘀 要傷 而不能殺 不能奪 如此這般 人才是愉快的 心情才是好的 春天好辣 四季皆好 放到一日私食裡邊 岂不是已是這樣嗎 大清走起來 說 爸爸我今天想幹個什麼 你爸說不行 孩子今天一天就蔫了 今天一天幹啥事情都沒心情 大清早你罵他幹嘛呀 大清早你讓他生 你給予他 你獎賞他 大清早你就扼殺剥奪他 這孩子今天一天沒心情了 所以一年之計在於春 一日之計在於晨 所以一個良好的開端 我們就是成功的一半 好了同志們 春天的香 春天的結令 春天養生應該注意什麼樣的內容 講了這麼多 所以要順春生 要廣固與挺 使我們的情智 生發起來 最後給大家談兩個小問題 叫做春天應該注意什麼 送給大家一首詩吧 唐朝有個偉大的詩人 王安石大家都知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 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又被風吹落 要想開花必須有春風 好的 好不容易春風把花開開了 他可又把花吹落了 你可討厭不討厭 花開又被風吹落 王安石講的太漂亮了 典型的告訴了我們一個春天的香 什麼樣的香 道春寒 對吧 所以你不要看見這兩天 陽光非常灿爛 天氣非常的溫暖 你要防止有了道春寒的發生 2018年不就是來那個道春寒嗎 天氣挺好 桃花開了 等等花開了 現在可好 道春寒花來了 把我們很多地方的桃花 一夜之間花落遍地 到了收桃子的時候 書上逛有葉子 沒桃子 因為花落了 正應了王安石所講的 花開又被風吹落 所以既然春天有著道春寒 老百姓就在講 春屋秋冬 所以春天多屋 多屋就是啥意思 把衣服脫的遲一點 不要看到今天天氣挺暖和 一搞笑 穿裙子 明兒道春寒來了 再穿棉枯 真應了人家說的 脫了秋褲穿秋褲 穿上秋褲脫秋褲 這一季子就忙了個秋褲 防止道春寒要村屋 其二一個 說便豆花開 眼睛乃開 一個艷雨 說這個花花一開眼睛就蒸不開了 為什麼眼睛蒸不開了 困的不行 春天容易罰困 所以咱們都在講 幾罰保悶 春罰求困 還求顺口溜 接什麼 防止 春困 春困 首先搞清楚為什麼春困 春困是不是疾病 答案是肯定的 不是 春困不是疾病 那不是疾病 為什麼會春困 請注意 人經過了一個冬天 冬天自然界的相識 畢藏之相 天氣比較冷 所以我們人體皮膚 它是收索的 皮膚下面的毛球血管 是收索的 所以當外周的毛球血管一收索的时候 心臟的供血很好 大腦的供血也很好 那麼外周的消耗量就小 現在春天了 天氣暖和了 外周的皮膚打開了 臭理打開了 毛球血管也開放了 當毛球血管一開放的时候 供血量一定會少了 這個地方的供血量一定會少了 這個地方的供血量一少 那麼它的供氧量就會不足 因此就好像出現了大腦供氧的不足 春困 其二一個原因 春天 人體皮膚和各個脏腹肌能 出在活躍狀態 春生 所以它的新陳代謝的水平要高 新陳代謝的水平越高 耗氧量越足 所以此時供給給大腦的癢 就會相對減少 大腦的供氧量少了 所以人們總是感覺到春天 發發的 困困的 所以春困不是疾病 應該怎麼辦 第一 加強營養 第二 廣步渔停 為什麼要廣步渔停 剛才講了 你看這個東西多呀 它可以神情氣爽 它可以讓你怎麼 心曠神怡 可以把你血管裡邊清掃清掃 可以供給你更多的氧氣 然後讓你少一點困 所以春天還是應該到什麼地方 到那種有草有水有花的地方去走一走 這樣去調整這種狀態 好了 同志們 順春生 廣不停 是智生 這一節課 講完了 下一節課 我們講 下三月 此乃凡秀 這節課 就講到這兒 第四節課 第四節課 朋友們好 從上一節課開始 我們給大家談到了 《皇帝內經》第二篇《四季條神大論》 給大家起了一個題目 叫做《四十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 那麼也就是說 在一年四季當中如何順應自然界的陰陽變化而進行養生 所以第一節課 給大家談到了《春三月》《四乃法晨》 同樣起了一個名字 叫做《順春生》 《四至生》 那麼這一節課 我們進行第二段 第二段的文字 它講到的是夏季如何養生 那麼夏季如何養生 夏季是長的季節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順夏長 夏季的天氣很熱 但是自然界的規律本就如此 所以要求我們無厭於日 同時呢 還要取養情智 情智如何養 要視知 不要上知有所怒 這個地方的知 講的是情智 所以視智無怒 如何來看他們 文章的一開始告訴了 我們說 夏三月 四乃 翻秀 所以從他的節令上來講 在講到前邊的時候 我們曾經給大家講 說發育陰陽何以鼠數 而何以鼠數 講的是節令 所以夏季的節令 同樣的幾個呀 六個 六個節令 一年二十四個節期 分成了四個機 所以一個機當中 當然是六個節令 那麼從哪開始 當然是從立開始 從立下 立下以後 叫做小滿 小滿以後 當然就把它叫做盲中 盲中以後 我們把它叫做夏至 夏至以後 叫做小鼠和大鼠 這幾個節日如何來理解它 其實很簡單了 立下就是從此刻開始 自然界將進入到夏季 立 小滿 講的是作物 尤其是北方地區 黃河流域 它的主產物 是以小麦為主 所以麦字的可禮 已經飽滿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小滿 盲中季節 盲中季節 講的是有盲的作物 成熟了 同時秋莊家要即將播種 有盲的作物 當然在黃河流域 那就是麦子 麦子的可禮逐漸飽滿了 到這個時候麦子就要收了 收麦子干嘛 收完麦子就要種秋莊家 收麦子前收麦子後 都是種玉米的季節了 因為這個流域當中 小麦玉米是它的主產作物 所以把它叫盲中 那麼到夏至的時候 太陽已經直射到了北回歸線上 在我們這塊土地上 白天是最長 夜間是最短 所以它叫做散陽 疑音俯升 在夏至日 那麼緊接著在後面 就進入了兩個熟 一個小熟 一個大熟 但是大家要注意 這個地方講到的小熟和大熟 要和我們老百姓同常所稱呼的三輔天 這個要去分開 小熟大熟塔和三輔天 和輔天 是沒有什麽直結的相關性的 有著一定的關係 這個大家把它搞清楚了 所以從結令上來講 是這麽一個時間段 那麼在這個時間段當中 自然界當中的香是什麽 人自然界當中的人 人應該順應自然界的香 所以內經當中給我們總結了 在夏季的時候 自然之相是什麽 為什麽我們要了解自然之相啊 你只有了解了自然之相 然後人才能順應自然之相 進行養生 那麼自然之相叫做 詞奈番秀 這個詞用的非常的漂亮 這地方的番講什麽 一個草子頭毫無疑問和植物是有關系的 所以草子頭的番 他講的是茂盛的意思 非常的茂盛 那麼秀呢 他講的是秀麗華美 所以你看我們有很多女孩子 在起名字的時候呢 經常用個秀子 為什麽要用個秀子啊 因為她長得秀麗 因為她長得華美 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望 所以整個自然界 它是什麽樣的像 一派茂盛 一派的秀麗之相 所以人此時生活在自然界當中 也要讓自己符合自然界的什麽 翻秀之相 一定要讓人也茂盛起來 要秀麗起來 要華美起來 所以原文裡邊告訴的我們很清楚 無言與日 為什麽要無言與日 待會兒再告訴大家 所以當你明白了夏季的時候 自然界是這麽一個像的時候 人要順應自然界的香 所以在夏季我們如何來養生 上一節課 在春三月當中 我講的是養生的方法 那麽今天我講的是養生之道 為什麽要講養生之道 所以如果說方法有錯嗎 說方法是沒錯的 但是我後來我思考了 講方法不如講道 因為內經當中一直在論道 一直在論道 前面我曾經告訴大家 內經當中一共有兩百六十九次在論道 那麽在講道每一個集結的養生的時候 內經的原文也用了道 因為道是規律 所以道要比方法要高一級 一個是道的層面 一個是樹的層面 所以在這個集結的養生之道是什麽呢 養生之道首先我們談的是起句 所以它叫做夜沃早起 這個夜沃早起 在春養生當中也談到了夜沃早起 那麼夜沃早起如何來理解 在這個地方順應下季的帳 天亮的逐漸早了 天黑的逐漸早了 所以要睡的稍微晚一點 起的稍微早一點 睡的晚一點起的早一點 幹什麽戶外運動戶外活動 當然一方面要工作 二一方面呢 過去的人嘛 內經時代嘛 那他還得幹一些農活 關鍵後邊告訴了我們一句話 五煙於日 因為這個季節 自然界的溫度也比較高 日照時間長 太陽越來越接近於直射我們這塊土地了 所以自然界的陽氣非常的充沛 那麼用我們的俗語來講 天氣就比較熱了 所以一熱了怎麼辦 人們嘛 尤其是當下的人們 特別容易喜歡涼快 冬天顯冷 夏天顯熱 鑽到房子裡邊不出來 但是內經明確告訴你要 無煙於日 即使外邊烈日炎炎 你也應該走出戶外 不要每天把自己關到房子裡邊去 這是從起居上 生活上講的 那麼從情質上來講 要怎麽辦 情質上來講 不能有怒的表現 叫做是知無怒 為什麼要無怒啊 因為自然界天氣很熱啊 所以一出來以後 每天滿腹牢騷 這個天氣太熱了 這個鬼天氣你把人曬死了 經常在講說 今年為什麽比去年就熱呢 其實明年你還會說的 今年怎麽比去年還熱呢 每年都比上一年熱 因為已經忘掉了去年的事 所以大家經常能夠見到這種情況 尤其生活在當下 很多人一出門子 天氣本來熱 開個車 車裡邊倒是有空調 外邊再有個堵車的現象發生 然後坐在車裡邊 不是按喇叭 就是跺腳 就差一腳跺到油門上去了 蛮腹牢騷 甚至出口罵人 前面這個司機會開車不會開車 你這個車是怎麽開的 你三長的 你兩短的 怎麽了 怒的不行 所以天氣熱 人容易急躁 容易發火 但是我們一定要保持情緒的平穩 上一節課我曾經講到 要怎麽 心安而不居 要知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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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讓自己的情緒保持一種平穩的情緒 不能急 不能躁 這是在這個季節當中 養生所要求的三個道理 一個睡的稍微遲一點 起的稍微早一點 其二一個呢 不能害怕外面的太陽 不能害怕外面天熱 一定要走出戶外 在戶外多活動 其三一個 保持情緒的平穩 不能急 不能躁 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 就挺好了 在這個季節呀 一定要走出戶外 不能待在家裡 所以原文當中告訴了我們 若所愛在外 什麽意思呀 向外邊有個所愛之物 在哪裏 在外邊嘛 因為他告訴我們要無言於日 要走出戶外去運動 所以要出去 但是天氣有日啊呀 我又不想出去 那麽你心中就要想 這外邊有我愛的東西 當然若是假設 就是假如 就是好像外邊有個 你自己所喜歡的東西 那麽你就去那個地方去 公園裡邊有兩個大美女等著你來 你就去了 那個園子裡邊開花了 你就去了 那個地方有山有水 有鳥 你就去了 所以自己在自己的心裏 要給自己 假釋出一幅 場景來 那個場景 我很喜歡 喜歡 當然 我就去了 既然喜歡了 走出戶外了 那麽你就做到的是無言於日了 那麽喜歡了你的心情就好 所以你的知就平和 就不急不躁 不會怨天 不會有人 所以我們經常能夠看到 在煩惱的都市當中 每每到了雙休日的時候 那麽喜歡 經常是三五成群 一家一家的 或者幾個朋友相約上去哪裏 有山有水的地方 比如說 在我們陕西的西安周邊 每到周末的時候 南山裡邊到處是人滿為患 秦嶺山裡邊幾十個玉口 每個玉口裡邊都是人 在那地方幹嘛 喜歡 為什麽喜歡 有山有水有樹木 是不是啊 氣候還適宜 所以大家都到那個地方 不干所事去陶野秦曹去吧 最起碼做到了 我走出了 走到了戶外 我自己非常高興 我自己非常喜歡 讓自己的心氣很平和 所以 什麽才是我們的財富 綠水青山 勝過金山銀山 這句話講得太漂亮 太漂亮了 好了同志們 順下掌 無言日 怎麽辦 示之無怒 這是原文當中 告訴我們要這樣去做 翻回來 那在這個季節當中 我們每一個人還應該有所注意 既然談到的是有所注意 那麽也就是人們在生活當中容易犯的一些錯誤 比如說 在這個季節 既然告訴我們無焉於日 那我們就必須走出戶外 但是走出戶外 氣溫的確是高 氣溫高了 那麽它就會出汗 所以在這個季節 一定要做到的是 讓我們的汗液 要通畅 不要害怕出汗 當然不要過度的出汗 一定要讓汗出來 排泄的很通畅 但是記住了 不可過度 不可以整得每天是大汗淋漓 但是一定要做到什麽 使汗液很通畅的排泄出來 為什麽要讓汗液排泄出來 內經當中同樣告訴了我們 陽夾於陰 未知汗 汗是從哪來的 汗是人的隱液所化 隱液如何化成汗液 這裡邊有個氣化的過程 氣化的過程一定是洋氣的作用 所以一個人能不能在某一個季節當中 順應的季節正常的把汗液很順暢的排泄出來 這直接在驗證著你的陽氣是不是重配 我們經常也可以看到 即使在炎炎的夏日 也有很多人很少出汗 或者說不出汗 或者說是汗液排泄不常 那只能說明什麽 不是說明你沒隱液 而是說明你體內的陽氣不夠 所以陽氣不夠 它不能蒸騰 不能氣化 不能使陰液 轉化成汗液 而順暢地排出體外 所以經常就沒汗 因此 既然汗液它是陽加於陰味之汗 因此這個季節 我們應該怎麼辦 走出戶外去 尤其是排汗不暢的 或經常不出汗的人 更應該走出戶外去 寄取自然界的陽氣 讓自己運動起來 因為在運動的過程當中 本身就是激發激起陽氣的過程 運動就是激發陽氣的過程 所以為什麽我們今天很多人在臨床上出現的一些疾病 那就是我們懶得不行了 邁不開腿 見不了太陽 即使 喜陽已經洗邪了 到下午五點鐘六點鐘了 出門子還在打個傘 還是折陽傘 見不到太陽了 所以自然界的陽氣已經不能去滋潤我們 再加上我們懶於運動 不能自身去激發自身的陽氣 因此導致了我們 好多人出現的是陽虛性的體質 這是非常糟糕的 這是一個問題 要讓排泄汗液 那麼其二一個呢 排泄汗液有什麽樣的好處啊 排泄汗液 它本身就是我們人體 集體體溫調節的一個重要的方式 當外界的溫度 和我們人體的溫度達到齿平的時候 那麼人體內的這種過多的熱量要想排泄掉 那麼唯一的方法 那就是要幹什麽 排泄汗液 所以汗液的排泄是調節體溫的一個重要的途徑 其二在排泄汗液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把我們體內的一些重金屬和一些致癌的物質 排泄出人體的體外 比如說鉗 比如說硫 比如說鋁 比如說分類 這一系列的物質 那麼這些物質呢 極對人體有害 而且有些物質還可以致癌 所以在排泄汗液的過程當中 這一些重金屬和一些有毒害的物質 會自然而然的排泄出我們人體的體表 這麼大一個體表的排泄能力是非常强的 那麼其三一個排泄汗液有什麽作用 汗液它本身是酸性的 所以在排泄汗液的過程當中 它維持了我們人體體表的弱酸性環境 而這種弱酸性的環境 它可以抑制细菌和一些病原微生物的繁衍 所以這樣就可以防止一些皮膚性疾病 而且還可以治療一些皮膚性的疾病 當然了第四一個排泄汗液它可以促進消化 我們經常有人在講 說我今天一天就是不想吃飯 尤其到了夏天天氣太熱我不想吃飯 請你走出戶外去運動運動 然後渾身出上一身汗 出到什麽程度上不要讓它大汗淋漓了 讓它把汗液很順暢的排泄出來 然後你再回家去洗巴臉 你的食欲就會好起來 因為排泄汗液可以刺激我們人體的胃塘膏系統 可以促進消化 所以有了種種這麼一系列的好處 我們爲什麽還要吝嗇那點汗液呢 因爲現在是在夏季 順著夏季的障 所以我倒建議很多人出門子不要再打折洋散了 過去出門子是女人打折洋散 二十來歲的三十來歲的女人打個折洋散 說我害怕太陽散太陽散的我這個這個這個什麼呀 我這個皮膚就黑了 白人曬不黑黑人也曬不白啊 你本身就是個白種人 美国有白種人了 你讓他太陽下面塞 他塞的能成了黑人嗎 他只能塞的暫時皮膚有點發黑嘛 是吧 他最后皮膚的細胞還要代謝 一代謝是不是就好了 所以不要害怕 太陽把你塞的黑了 他本身就長了個黑色的皮膚 你就怎麽保護他 你每天往上面塗面粉 他不是也白不了嗎 啊 所以一定要走出去 更糟糕的是在當今社會很多男人是越來越不男人了 男人出門就要打個散 也害怕太陽的塞 啊 然後到稍微地勢稍微高一點地方去玩一圈去 口袋裡邊裝的是防曬霜 頭腦頂上折的是太陽散 不像一個男人了 所以不論是男人和女人 都應該應和自然界 都應該順應自然界 因為我們人是自然界的人 所以由於大家經常去塗抹 塗抹這個防曬霜 經常去打著這陽散在走路 偶然有一次忘了 回來還出事了 說走了 說我今天出去忘了拿散了 這回來以後你看這個臉上呀疼的不行 癢的不行 難受的不行 說自外線把我灼傷了 自外線過敏了 你每天連自外線都不接觸 正常的自然界當中的自外線你都不接觸 他憑什麼不灼傷你 用筋非推 所以大家要去用 好了 就在這個地方 給大家叨叨的多了兩句 其二一個 在這個季節要防止上火 夏季這個季節 它是火熱之邪的當令之神 最容易發生老百姓所講到的上火 那麼如何有效的防止上火 首先要做到 生活要規律 既然生活要規律 那就晚上睡得稍微遲一點 早上起得稍微早一點 睡得稍微遲一點 不是說要讓你熬夜熬到兩點半 熬到三點去 所以不能熬夜生活規律 還要做到什麼呢 清淡飲食適當午休 從整體的飲食上來講 要稍微清淡一點 清淡一點 從中醫中藥學上來講 淡的淡的是淡慎立食的 同時淡的還可以怎麼 淡的還可以卸火 所以飲食上要做到清淡一點 最好每天中午呢 睡上個十分鐘二十分鐘 哪怕咪上十分鐘 可能我們整個一個下午都會精神很爽 如果沒有這幾分鐘 可能下午就會感覺到什麼 頭是暈暈沉沉的 防止上火 當然也可以從一些飲食上去注意 比如說喝點綠豆湯啊 這完完全全是可以的 防上火 除了防上火 一定還要防止受糧 所以不可貪糧 人都是有惰性的 隨著工業化文明的實現 人是越來越懶了 回到家裡邊開空調 走到辦公室開空調 上了車開空調 偶然間 偶然間坐了一次公交車 還罵罵咧咧咧 說 這個車的空調 為什麼不良快 下級一定 不可貪量 大家有沒有這種體會 回到家裡邊 當你今天房子裡邊的孔調 溫度開的少微低一些的時候 然後你從你家裡邊出來 下了樓到院子裡邊 可能就走了個三分鐘 然後就上了你的車了 一進車你的孔調又開了 就這幾分鐘以內 你是不是會經常感覺到胸悶 心慌 甚至有時候感覺到氣短 有些人可能還會表現出來惡心 哦 然後你可能感覺到你這是中熟了 短短的幾分鐘你為什麼中熟了 就是這種空氣的環境溫溫度的什麼 激烈的差異 很涼的房子很熱的外面 很涼的汽車 突然間的變化 突然間的刺激 人不可能立即適應了 不適應他怎麼辦 必定給你發生應激性的反應 所以不可以坦涼 首先不要貪孔調房 回到家裡邊 孔調的溫度最低開到26度就可以了 因為256度是人比較適宜生活的環境 其二一個 不可以貪冷硬 尤其是一些小孩子 尤其是一些女同志 見了冷飲 那真是親的不得了了 請注意 前面我在講到寒邪的時候 寒邪可以直中傷及脾胃 傷及哨陰 既傷哨陰心 又傷哨陰肾 最重要的 最直接的 傷的是脾胃 把脾胃的陽氣 一旦傷了 鍋底下就沒火了 鍋裡邊這鍋飯就做不熟了 所以很多人就會出現什麼 不想吃飯 胃丸不障滿 腹泻 再嚴重了 就會出現 每天早上一起床 就要上厕所 所以不可貪 冷硬 第三一個注意的 不可以洗凉水浴 我們現在有很多不正確的做法 我一說不要洗凉水浴 還有人在講 人家大冬天還冬用 人家還破冰而游 童子們 有這些現象 我並不去干預 但是它是不符合養生的原則的 不符合養生的原則 所以 沖個浴 淋個浴 也要用溫水 不要讓它的溫度太涼了 直接刺激皮肤 這樣忽然間一刺激你的皮肤 本來這個季節 皮肤的湊裏是開泄的 涼水一激 馬上就會導致湊裏的閉合 所以你只是感覺到了涼快 而並沒有達到你真正喜慾的目的 最後一個問題 在這個季節夏季當中 還要注意一個冬病 夏至的問題 啊 那麼冬病夏至 它講的是什麼呢 冬病夏至講的是冬天容易發生的一些疾病 或者說冬天容易加重的一些疾病 是由於陽氣不足而導致的 所以在這個季節順應了它的陽氣 在這個季節當中去進行治療 啊 那麼這個冬病夏至 是在皇帝內經的基礎上所提出來的 然後到了明清時期 就流行於了醫療行業 那麼到今天 那更是氾濫於各個地方 我們今天一到夏至到哪去都能看到 養生的美容的 開這個管子 開那個管子的 醫院裡邊也在搞 大家都在搞冬病夏至 到底什麼東西是冬病夏至 什麼樣的疾病是宜於冬病夏至 冬病夏至 什麼時候至 冬病夏至 是不是就是三副天貼個帖子 不是這樣的 同學們 不是這樣的 現在這個冬病夏至 已經成了一個噱頭了 啊 所以什麼叫做冬病夏至 為什麼要冬病夏至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的理論基点在哪裡 後面我會去給大家講到的 好了同學們 這節課略微有點長 啊 所以上一節課我們講了 順春生 是吧 然後要做到什麼呢 廣不停 還要做到什麼呢 視智生 所以這一節課我們講的是 順夏長 無言日 視知 無怒 啊 在這麼一個季節當中 人一定要走出戶外 適當的運動激發自己的陽氣 讓自己的汗液正常的順暢的排泄出來啊 同時要讓自己的情緒不急不躁不溫不怒 每天一出門子就好像外面有我喜歡的東西 比如說我今天要去上班 就想我的單位我的工作我喜歡我特別喜歡我這個工作 所以我去上班 星期天呢 我到哪去玩一圈去 說那個地方有我喜歡的景色 所以我要到那個地方去玩一趟去 今天下班了 說我下班我要走路走回去 為什麼走路要走回去 這一路的景色 我喜歡 啊 下班了 說到那個地方要接孩子去 說從你的單位 從你的家裡 然後到孩子的幼兒園 到孩子的學校 可能有兩公里的路程 說我走路要走過去 我就不開車 為什麼你不開車呢 因為那個地方有我的孩子 有我最喜歡的寶貝 所以我要到那個地方去接孩子去 那就叫做若所愛在外 所以你才能走出戶外 那麼有一顆愛心 有一顆熱愛之心 所以自然界是最漂亮的 還是讓我們迎合了自然界的規律 走入到自然界當中去 接受自然界對我們的熏陶 因為我們就是自然界當中的一員 好了 這節課 就講到這兒 同志們好 上一節課 給大家談到了四七條神大論當中 下三月的養生之道 如何去養呢 下三月順下長 因為夏季是長的季節 夏季是翻秀的季節 要做到什麼呢 無焉餘日 走出戶外 結束自然界的陽光 運動起來激發自己的陽氣 讓汗液排泄的很順暢 同時要做到視之無怒 就好像自然界當中到處都是我們所喜歡的 我們所愛的一樣 若所愛在外 這樣以才能和自然界親密無間的去共仇 這是夏季的養生之道 要做到的 下面該誰了 當然是秋季嗎 秋季是個什麼樣的季節 內經當中講的也非常的漂亮 所以秋天怎麼辦 秋天要收起來 春生下長秋收東藏 所以春天順應它的節期 順應它的節律 怎麼辦 收回來 一定要收 收回來還要把什麼東西收回來 不僅僅是要把人的形體略有收 還要把我們的神氣也要收回來 我們本來叫做 戀神氣 情緒也要保持內斂 所以情緒怎麼辦 情緒要靜下來 這是秋天要做到的 一步一步來分解 還是從節令上來說 秋天的節令 從哪開始啊 當然是從立了 因此叫做立秋 立秋過去怎麼辦 熟天 熟天 小熟大熟 現在到立秋了 所以經常我們講說出了熟天了 所以要出熟 一出了熟 好多東西就露出來了 所以叫做白露 白露以後就要分 分誰了 分秋 叫秋分 秋分以後 天氣轉涼進入深秋季節了 外邊逐漸逐漸的變得很涼快了 所以外邊就叫做寒露 寒露再往後走更涼了 因此早上起來 就有了小草上面就有了一層白色的結净體 我們把它叫做露露 所以從這個地方開始天氣是一步一步的轉涼 到這兒陰陽兩者均等 再往後走 再往後走 因越來越重 所以從立秋開始 明顯的會感覺到天氣轉涼了 老百姓又俗稱有了早晚了 不像原先 早晚的溫差比較低 現在早晚的溫差是比較大了 天氣一步一步轉涼 自然界的陰氣一步一步的加重 所以此時的自然之象 是什麽自然之象 內經當中把它叫做秋三月四位榮平 榮平這個詞 怎麼來理解 榮平這個詞 他講的榮 講的是萬物之榮 比如說春天的小草到夏季長得非常的茂盛 那到秋天呢 葉子在枯黃 草子在形成 農作物呢 玉米從苗長下這麼高 此時它的葉子在枯黃 杆子在枯萎 而它的玉米的碎碎 已經飽滿 樹上的葉子在落 苹果一個一個的在出現 柿子一個一個的在出現 等等等等的東西都在出現 所以叫做萬物之榮至此平定 那也就是說什麽 已經不像整個夏季的翻秀那樣狀態了 在生長在茂盛 此時已經平定 到了什麽了 到了收穫的季節了 所以經常看孩子們寫個作文 說金秋十月 瘦果雷雷 因為萬物之詞 已經平定 到了收穫的季節了 除了榮平之相 它還告訴了我們什麽呀 天七 以及地七一鳴 天七一鳴 挺難理解是吧 其實不難理解呀 天七一鳴講的是什麽呢 天七 金鳴 第一 我們又辦它叫做什麽 風消消息 溢水寒 秋風荊棘 自然界的風 刮那是什麽 速殺之風 地七一鳴 地七一鳴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什麽 天高雲淡 望断 南非焰 大家都說 這個季節一看 天那麽高 那麽藍 視野那麽的寬 那就叫做天七一鳴 地七一鳴 這是整個自然界的一種現象 所以到了這個季節天高了 視野寬了 燕子向南飛走了 那麽整個的自然界 當然出於了一種速殺之行 這是整個秋季的自然界的香 人作為自然界當中的人 一定要發育陰陽 發育陰陽 發育什麽樣的陰陽 發育自然界的陰陽 能够效法育自然界的陰陽 那你就是指其道者 所以指其道者 怎麽去養生 所以秋季的養生 直到應該做到什麽 原文叫做早卧早起 睡得稍微早一点 起得也稍微早一点 啊 早卧早起一遇积聚性 我們不是有個詞叫做文姬奇武嗎 大家都知道 過去人是沒中秒的 誰在給你報食大名 大公姬啊 所以公姬一覺 五景天 天亮了 應該起床了 所以叫做早卧早起 欲积聚性 還要做到的是什麽呀 收斂神器 因爲這個季節 進入到了速殺的丘陵季節 所以一定要讓自己的神器收斂起來 啊 怎麽樣讓他收斂起來 安静 安静 安逸一點 啊 平静一點 回到農耕的時代 這個季節 萬物之容 至此平定 到了收獲的季節了 你的心中應該充滿了那種秋收的喜悅 但是這種喜悅之情不可以外露 你不能今天從地裏邊收了一车玉米棒子 回到村子裏邊就告訴他 我們家今天豐收了 你看一亩地產了這麽一大车的玉米棒子 喜行於四 不可以 内敛 啊 高興嗎 高興 忙了一個春季 忙了一個秋季 啊 忙了一個夏季 到秋季了 收穫回來了 收穫回來了 怎麽辦 讓自己心裏邊很愉悅 心裏邊很舒畅 但是絕對不要去外露 外露就叫顯擺 你顯擺 顯出去了 擺出去了 這不是秋天要做到的啊 顯擺這個詞 是春天做的 不是秋天做的 所以我們在想到春天的时候講什麽了 春三月次乃发沉嘛 万物都在蒙发 蒙发出来干什麽 蒙发出来沉列于外 让人们去欣赏 啊 去看看我這個小草漂亮吗 去看看我這個花孤朵漂亮吗 去看看我這個小鸟 小鸟小虫子漂亮吗 去看看我這個花衣服漂亮吗 是不是啊 他要蒙发出来沉列在外表 跟人以忠 跟人去欣赏 而到了秋天这个季节 绝对不能显了 绝对不能拜了 啊 如果春天你得显摆 夏季你也得显摆自己 那么请你到秋天的时候 怎麽办 收敛 练回来 不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展露在外面 所以练神器 就要让自己的心神安逸下来 不喜形于色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 叫做不以物喜 不以击杯 啊 要让自己的心平定下来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秋天的肃杀之令 对集体产生的不理影响 因为整个自然界它是肃杀的 秋风荆棘 是不是啊 万物平定 逐渐萧条 所以不是还有一句话叫做秋风扫落叶吗 是吧 整个自然界都是肃杀之气 所以如果我们人再显摆出来 你显摆出来 还不把你彻底的肃杀掉了 所以要内敛 神器内敛就是为了缓解秋季 对我们人体所带来的肃杀的这种不利的影响 把它炼回来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个季节的养生 这就是他的 道 睡应秋天的收 起的稍微早一点 睡的稍微早一点 让自己的神器收敛起来 让自己的心神安逸平静下来 来缓解秋季的这种肃杀之境 要做到什么样 要做到像自然界的累累的果实一样 净 满树的那么大的桃子 那么大的梨 那么大的苹果 那么大的柿子 红彤彤的包括石榴很漂亮的 怎么办 沉静下来 再不要像叶子一样摇摇摆摆 要像果实一样沉稳起来 不要再像玉米的叶子一样 扼索其物 要像玉米的棒子一样沉积下来 收敛下来 缓解秋令 对我们人体的肃杀之性的一种影响 这就是秋季养生的大道 那么到了这么一个季节 肃杀之性形成 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当然秋造秋造秋造 一到秋天 首先要做到的是防灶 一定要防灶 为什么要防灶 刚才我们谈到了 秋天这个季节 早晚的温差比较大 尤其在黄河流域 降雨量也明显的少起来了 所以此时整个自然界湿度低 所以秋天的当令之时是造七 因此造邪也就成了他的当令之邪 容易感受造邪侵犯 造邪伤筋 所以好多人也会感觉到皮肤发紧 皮肤发皱 还有些人会皮肤会脱屑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口角会长床 最愁会开裂 所以我们经常见到有些人 经常用舌头在舔嘴唇 也经常看到有些人拿个润唇膏 再去润唇 这个是有着一定的保护性作用的 拿个润唇膏是有保护性作用的 可不是拿舌头舔有保护性的作用 所以要防秋造 防秋造怎么防 那就从你的饮食上 从你的起居上 从你的等等方面去做到 家里边的屋子里边造了 加价石 从饮食上来讲 是用一些滋润的 润肺的 自然界对我们是无限的恩测 所以此时我们可以见到什么 红彤彤的柿子 拿一个柿子嚼一口 脆脆的 甜甜的 那它就是生金的 摘下一个礼 咬一口 礼里边都往下边滴水 锦艺非常的丰富 甜甜的 凉凉的 爽爽的 润子 白鹤 白鹤 银耳 莲子 不是都有了吗 所以我们也可以逐个粥啊 白鹤 银耳 莲子 粥 都挺好吗 防秋造 其二一个呢 防菌力 啊 在初秋的时候 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啊 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那么再早一点 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再早一点 就到这个季节了 所以在这个季节的前边 尤其是秋分以前 自然界的稳度还不是特别的低 再加上夏季 啊 它本身在夏至以后 历秋以前 在这个季节当中 自然界即有着蜀邪 又有着史邪 蜀 蜀之邪 遗留之词 所以 饮食 稍加不注意 可能就会出现腐穴 甚至出现什么 大便里边有浓血 力极厚重感 我们把它叫做力极 那么西里边的把它叫做菌力 啊 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 一定要防止菌力 就是食物还是容易腐烂变质的 所以如何防止菌力呢 第一 做到饮食的干净卫生 比如说到外边去买点肉 那你一定要到这种国家正规的地方去买 你如果在大街上马路摊随便买了一块的肉 还不知道他家在煮肉的时候用了个啥东西了 昨天晚上保存的好不好 是不是 在马路摊摊去吃烤肉 你也得注意吧 今天中午吃的饭没吃完 明天再吃 你是不是应该热一下 所以 食物的卫生要 要好 同时呢 瓜果都来了 是不是啊 当然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反季节的食品 如果在过去的季节 在这个地方 黄瓜 西红柿 是不是啊 我说的 在书上摘一个拿起来就吃呢 也许2000年以前你可以这样吃 而今天可能你不能这样吃了吧 所以生吃瓜果要洗净 洗干净 防止这些病原为损物从口而入 这是一方面 当然另外一方面呢 还是讲 自然界一定对我们是有恩赐的啊 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满地里边农村的秋秋庄家地里边尤其是种菜的菜地里边到处都会长出一种草本的东西来叫马齿鲜 酸酸的色色的回去剁碎了和面和到一块放到笼里边一蒸就整成菜团子了 整成菜团子蒸熟了倒点蒜放点醋调个枝子蘸上吃 那是防止菌粒的很好的一道食物 即是食又是药 药食同源防菌粒 第三一个还要防防什么防慢病 尤其是进入到这个节令以后秋分以后到寒露到双向 阴寒之气明显的多了 早上起来凉酥酥的 一到晚上不尽凉酥酥的可能就有了寒意了啊 所以在这个这个这个节令的时候呢 早晚已经有了寒意了 那我们就应该怎么办 早晚还是要保暖 很多慢病在这个节令的时候 恰恰是他的发生的阶段和高发的阶段 比如说观心命 比如说慢走肺 就是我们所说什么 过敏性哮喘呢 慢着气管炎呢 肺气肿啊 搞血压呀 是吧 阴气逐渐旺盛 人起的凑立在逐渐的闭合 所以血压此时已会上升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要防慢病啊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季节 我们能够按照内经的养生之道的指导 去合理的规划我们的饮食起居 再加上能够防这些东西 我觉得整个的秋天 那我们就成了一个得道之人了 所以秋天的养生养什么 顺着秋天节令的收 人也要收 如何收从行为上 早上起的略为早一点 晚上睡的要早一点 与鸡俱行 然后要收敛神器 让自己的神 让自己的心收回来 千万不要再去献掰去 要像自然界的累累的硕果一样 有定力 沉积下来 再加上我们能够做到防造防菌力防慢病 那我们的身体岂不是健康之身 因为我们已经能够做到了 我们已经成了得道之人 所以内经里边告诉我们 圣人从之 与着背之 好了 同志们 秋季的养生之道 就讲到这儿 下一节课 讲冬天的养生之道 朋友们好 上一节课给大家谈到了春三月的养生之道 我们把它概括为顺秋收 因为整个秋季的像 它是一种肃杀收敛之像 所以无论从我们的神器上 还是从我们的行为起具上 都应该做到收 因此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讲的 叫顺秋收炼神器 那么现在应该讲谁了 第四个季节 当然就叫做冬季 冬季 把它叫做逼藏的季节 所以在冬季应该怎么办 在冬季就应该顺着冬季的香来藏 秋天收了 收了怎么办 收了一定要藏起来 这个问题 我在中医基础理论的五行当中 木火土金水 为什么把它们叫木火土金水 其实已经讲过 所以秋天收了 冬天一定要藏 所以藏什么 藏人体的一切 要做到什么呢 无绕阳 阳气也要内藏 一定不能绕及我们的阳气 有关阳气的问题 我后面还会给大家做专题的介绍 什么叫做阳气 阳气在哪里 阳气有什么样的作用 阳气出现问题 会出现一系列 什么样的病变 将是一个大的专题 所以到冬天 顺应冬天的藏 不要绕及我们的阳气 那么作为我们的情质来讲 怎么办 秋天的情质讲的是平 而冬天的情质 一定要把它潜藏下来 所以要示至折腹起来 深深的藏起来 这就是冬天我们要做到的 那么冬天这个季节 他的节令如何 当然还是从历开始 首先历冬了 因为上一个季节已经谈到了 已经谈到双降了 阴寒之气已经来了 所以此时就历冬了 历冬以后就会出现飞雪飘飘 既有小的又有大的 所以来了小雪 来了大雪 小大雪以后 那就进入到一年四季当中 最冷的季节了 老百姓又把它叫做输酒了 输了酒了就怎么了 所以此时进入冬至 三阴在此一阳复生 此时整个自然界来讲 阴气最重 太阳已经跑到了南回归线上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 能够接受到的阳光是最少的 所以阳气是一阳复生 三阴在此 往后边再走 那就是小寒了 小寒过后为大寒 老百姓 老百姓经常讲 小寒大寒 就要过年 所以二十四个节 一完了 就会进入到春月 进入到春月 历春以后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 所以老百姓也经常在讲 说春打六九头 你自己去算 从这一天开始 输酒的第一天 一个节气是十五天 你往后边走 春打六九头 春打六九头 你看到历春的时候 是在集酒当中 所以老百姓也在讲 五九六九黄河开口 还有人在讲什么 河边垂柳嘛 所以一年四季如此的腐蚀 所以在冬天的这几个节令当中 大家去看 天气依然是越来越寒 越来越寒 虽然到这个地方 从自然界本身而讲 是最寒之神 而阴气最盛 一阳才复生 按道理来讲 从冬至往后边走 一阳复生了 阳气慢慢就来了 为什么自然界还在冷呢 因为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空调系统 前面很多很多的阴气 深深的藏在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当中 然后虽然阳气在复生 但是地气依然在寒冷 这个大的空调系统 一直在为我们调控着整个自然界的气温 所以这是他的六个节令 那么明白了这六个节令 我们再来看 此时自然界的香是什么 此时自然界当中的香 我们人人都经过 但是内经当中告诉的我们也很清楚 内经当中八叫什么了 叫做水冰地车 水冰地车 什么叫水冰地车呀 滴水成冰 那么也就把它叫做水寒而冰 冰 不仅仅是水寒了 地也寒了 所以地什么了 地冬 而冰 所以自然界太冷了 不仅仅是水寒而冰了 地冻而冰了 这只是一种香 这种香的原因是什么 是阳气很弱 所以整个自然界的万物 自然界的阳气少了 万物之阳也容易被自然界的阴气和引邪所伤害 所以自然界的万物就要顺应着冬天的这种节令 保护自身的阳气 所以万物的阳气已逼 每一个生物的阳气都逼了 逼了阳气如何让自己的阳气逼起来 那就是把自己藏起来 所以万物它都出在一个浅的状态 出在一个藏的状态 所以有些动物就冻眠了 有些植物也在冻眠 是吧 草子都藏在厚厚的树叶和土壤的下面 静悄悄地蓄集着自己的能量 所以这种浅藏 阳气已逼 万物浅藏 为什么它要藏起来 藏的目的 是为了蓄集能量 为来年的春天发尘 而去做好足够的准备 所以整个的自然界的香是什么香 水结冰了 地已经冻了 阳气很弱 所以万物浅藏 当然了 作为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人 和其他的生物 你应该是一样的 其他的生物都在浅藏 人怎么办 人当然也要浅藏 所以此时的养生之道 那就应该做到早睡晚起 早一点睡觉 晚一点起来 什么时候起来为好 内经当中明确的告诉了我们 必带阳光 那也就是说 等到自然界当中的太阳露出来 我们再到再起床 这太有指导意义了同志们 后边我会告诉大家 很多患者 我们必须这样去做 太阳出来 大家才可以起床 当然了 同志们讲了 不可能太阳出来 我再起床 我住在五环以外 我工作在一环以内 我要等到太阳出来 我过去都十二点了下班了 是的 当今社会的生活节奏就在这儿 但是我们要怎么办 尽量的去顺应自然界 尽量的去向自然界的规律去靠拢 还要做到什么 驱寒 旧温 这四个字 可讲的内容太多太多了 什么叫做驱寒旧温 是不是 那就是回到房子里边 我们房子里边得暖和一点 那就是我们出门在外边的时候 我们要多走在阳光之下 少去阴寒之地 还是要多见太阳 穿衣服穿的要暖一点 到那个季节来 你就不可以美丽而动人了 所以大家经常可以见到一种现象 尤其是近些年来 在城市当中 其实现在在农村当中也可以见到这种现象 好多女童这大清早起来 穿着裙子 骑着电瓶车 腿上盖的是杯子 你说你要盖杯子 你别串裙子 你要串裙子 你别盖杯子 所以这就典型的叫做什么 不能去寒酒闻 穿个裙子涂了到办公室里边吸引眼球 在大街上更吸引眼球 裙子上面盖杯子 非常煞警的一道风景线 完全违背了养生之道 还有一些孩子 大冬天 穿个九分裤 脚踝搂在外边 站在寒风当中 瑟瑟发痘 哆嗦 然后你问他 你冷吗 不冷 大哆嗦还说不冷 真是你的地盘你做主 耗伤自己的阳气 不能去寒酒闻 还有一些孩子 小衣裙 短打扮 冬天是应该穿长袍的 而且穿的是长的棉袍 一定要把自己折住 内经里边讲的很清楚的 很漂亮的 不仅仅是小雪 大雪 其实在上一个季节 就应该做到了 上一个季节 我们最后讲一个季节 叫什么 叫做霜降 是不是 霜就是隐含之品 至阴之品 所以内经里边告诉我们 什么呢 如果外边下了霜了 那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 要到户外去活动 必须等到太阳出来 把霜融了 把霜化了 把霜生了 否则你一走路 当然不是走在我们今天城市的宽阔的马路上 整个小草上面全是霜 你一走路霜全面把你的鞋子打湿了 把你的脚踝打湿了 至阴至寒 伤及阳气 所以很多人就会出现关节疼 脚踝疼 寒为隐邪 易伤阳气 组织经脉 这不是我们在中医基础理论当中 讲到寒邪的时候讲的吗 所以再不要穿个九分裤 你就是穿个九分裤吧 你还穿了个穿袜子 我今年才知道那种袜子叫穿袜子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反正袜子上面没痛痛 下边露一截子 上边露一截子 哪在乎那两寸布呢 冬天一定要把自己给保护好 还告诉我们什么呀 无限 皮肤 那么无蟹皮肤 从内经时代来讲 无蟹皮肤告诉我们什么 无蟹皮肤告诉的我们是 不要轻易的开蟹皮肤 这个蟹叫做开蟹 就是不要轻易上我们的皮肤开蟹 那就是不要让凑理开蟹 凑理一开蟹就会出汗 那么也就是说在冬天不可以无节制的出汗 冬天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出汗 有些人讲啊 稍我大清早起来 我们那个地方有公园 我们那个地方有湖 我们那个地方有什么 我到那个地方去跑步 最后跑步跑到什么程度上 穿个短裤子 穿个二股巾 大夏天一样 最后跑的是满脑袋冒气 浑身出汗 晚了 皮肤泄了 凑理开了 汗也出来了 虽然我们在前面再讲到夏季的时候 叫什么啊 夏季的时候无燕于日 是要让自己的排汗顺畅 那是我们讲什么呢 讲的顺应夏季的生长 激发阳气 央加于阴卫之汗 而此时的冬天一定要让自己的阳气 内敛内藏 藏起来 而你这个时候 你再去跑步 跑到浑身大汗 伤筋好气 当然还有些人做什么呢 说冬天天气冷的不行 我去个桑那房 我去挣个桑那 我去做个汗证 我去怎么办 我让我浑身通通的透透的吹一身汗 哎呀 真舒服 恰恰忘了无血皮肤 大量的汗液的丢失 直接伤及的是人体的阳气 今可再去 所以这都是不正确的 所以冬天要对运动吗 要运动 什么时候运动 必带阳光 运动到什么程度上 微微汗出 你微微汗出 说明你已经把你的阳气给激发了 啊 阳气激发了 阳气往哪走 阳气往外走 阳气往上走 我后边会专门讲到的 这个时候你的锻炼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如果你让他大量的处汗 一定是伤阳 这叫做自我强害 所以提醒大家运动也要回运动 健身也要回健身 否则 亦就是要强害自我 这是在内经时代在讲的无血皮肤 那么时间已经到了今天了 我个人认为无血皮肤应该再加一层意思 加个什么意思 那就是你的衣着打扮 一定要把衣服穿厚一点 一定不要把我们的皮肤露出来 所以有人常年四季不穿裤子 这很显然是不对的 夏季穿个裙子 好的了 冬天穿个裙子是不可以的 还有些人上边穿个短裤子 下边穿个长靴子 就中间留了一大片子 就和马路边的一个电线杆子上 涂了不涂的色彩一样 卸了皮肤 对吧 穿衣服穿的很单薄 卸了皮肤 卸了皮肤 阳隐而外者 阳其在外 皮肤一旦保漏 自然界有寒漆 寒漆会上阳 自然界有寒邪 含血已会上阳 照样把我们的阳气伤害了 小草 人家都知道浅藏 更何况人乎 是不是 万物之灵长 这个道理我们都不懂 那我们就违背了四十 所以所有的原则准循的是什么原则 藏 为什么要藏 无绕阳 因为阳气对人体太重要 太重要 太重要了 简决不能伤了我们人体的阳气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在冬天的养生之道 那么在冬天这个季节 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注意什么问题 注意的问题和夏季返回来 返回来 夏季 注意的是空调 冬季 当然注意的是暖气 尤其 尤其是在北方 所以我们北方人都非常的自豪 到南方去 可有了自己显摆的地儿了 你看你们这地方阴冷阴冷的 看我们的地方 虽然外边很冷 但是我们回到家里边 暖融融 暖炕上一坐 烧酒一烫 真舒服啊 再炖上一锅羊肉吃 挺好 但是 注意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 已经达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贪得无厌的程度 过去我们在家里边盛个炉子 后来我们就有暖气了 水暖变成气暖了 装的是片 现在装的是管道 整个地底下都装的是暖气 有好多人大冬天回忆 家里的温度30度左右 要开窗户 太热 恰恰是每天冬天常常上火 不是鼻子烂 流鼻血就是嘴巴烂 为什么 暖气过热 过热 极要保护阳气 但是你也不可以 让周边的生活环境 温度过高了 25度 26度 就足以 所以暖气太暖了 容易上火 房子里边那么暖 外边又比较冷 一进门一出门 一进门一出门 经常接受的这种气 温度的剧烈的变化 人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 你超出了他的适应 超出了他的自我调节 一定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所以注意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冬天了 本身自己的阳气就虚 自然界的阳气也不够 所以我们也应该走到自然界去 什么时候走到自然界去 日上三竿 这个地方讲的是 什么时候起床 必带阳光 太阳升起来 我们可以起床 但是大家记住 尤其是老年人 尤其是老年人 尤其是有心血管 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 我是简决反对你 吴景天起床 就到外边去跑圈 我们有好的老同志 我早上也睡不着觉 人家不是东练三九吗 我早早起来五点钟跑公园去跑步 小心出问题 什么样的原则 日上三竿 为什么要日头上了三竿 第一 整个地面上全部是阴寒之气 只有到太阳逐渐升起以后 随着太阳的普照 才能把那些草啊 树啊 地啊 等等地方的阴寒之气把它驱除掉 这个时候自然界才能有了阳气 所以此时你再出去以后 它就不至于伤及你的阳气 所以我们办的叫做什么 叫做塞太阳 啊 一定要冬天了去晒晒太阳 啊 为什么要晒太阳 晒太阳有这么多好处 第一个好处 增加皮肤的弹性 尤其是年长之人 皮肤都比较松弛了啊 所以晒晒太阳有助于皮肤弹性的维系 也有助于它的改善 其二一个呢 晒太阳可以刺激我们人体的造血功能 啊 年龄大了啊 从中医上来讲 气虚了 血虚了 金亏了 那么晒晒太阳 叫做寄去日头之精华 那么从现代医学上来讲 它可以刺激我们人体的造血功能 是吧 其三个呢 它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技能 尤其是体表的免疫技能 啊 而且太阳光当中 自然光当中 它有着适量适度的紫外线 可以杀灭细菌 杀灭病毒 保护我们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晒晒太阳可以调节糖代谢 我们今天不是有很多同志高血糖吗 糖尿病吗 而晒太阳是可以调节人体糖代谢的 最重要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 那就是晒太阳 那就是晒太阳可以调节促进我们人体机体 对钙 对磷 它们的代谢 还可以促进我们机体合成维生素D 而维生素D 是人体吸收钙的过程当中 必不可少的 我这儿 所以很多人说年龄大了 我缺钙 我骨质增松了 我骨质疏松了 我这个地方怎么了 那个地方怎么了 最后医生说 你赶紧吃钙吧 买的这个片 那个片 那个液体的等等等等的 花钱真的不少 一天大把大把的吃 最后就是补不上 为什么 因为你不晒太阳 你的钙再多 没有维生素D的参与 它永远吸收不了 所以晒太阳 它可以促进钙磷代谢 可以促进维生素D的合成 有助于我们的钙离子的吸收 所以不要每天逛想着去吃钙 每天逛想着去吃喝牛奶 每天逛想着去熬的喝骨头汤 很多很多的观点是错误的 晒太阳是必须的 这才叫做正确的 啊 由于晒太阳有这么多好处 所以冬天晒晒太阳呗 像什么一样啊 像像日葵一样吧 跟上太阳走吧 8点钟9点钟东墙根 1点12点1点2点南墙根 2点到4点西墙根 多多葵花像太阳 所以我们把葵花花也叫做太阳花嘛 老同志一定要这样啊 晒晒太阳户外活动啊 最后一个要防止什么啊 这个季节了 防心脑血管疾病啊 为什么要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呢 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在我们中医当中把它叫做血的疾病 血的循性要依赖于阳气的温序和阳气的推动啊 啊 他血液人体的血液就好像江河湖海当中的水一样啊 大的血管就相当于长江黄河 小的血管就相当于我们山间的溪水 它必须有着阳气的推动和阳气的温序 所以到冬天了自然界的阳气是亏虚的 人的阳气也相对而言是比较弱的 所以阳气的温序功能失职了 那么自然界当中结冰了 那么人的血液的循环呢 就会减慢了 走的慢了就叫做雨了 雨了就叫做避了 避做不通 所以冬天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 因此 为什么我刚才不让老同志太阳没出来到外边去 一定要让你日上三杆再到外边去运动 原因就在这些地方 否则特容易出现什么呀 危险 而这种危险一旦出来 那真是 可能我们有时候是不想想象到的结果 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什么了 东三月要这样去 大家再来看 东三月和下三月 啊 在下三月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说无燕余热 就是太阳虽然很毒 太阳虽然很热 那我们也要到户外去 为什么要到户外去呢 说我不想去呀 说若有所 若所爱在外 就像自然界当中到处都是我们喜欢的 到处都是我们爱的 有爱 我们就出去了 这是下三月内经当中讲到的原话 那么东三月呢 要浅藏 一定要藏起来 要折服 为什么要浅藏 又要折服呢 内经当中讲的也很清楚 若 啊 前面夏天讲的什么 若 若所爱在外 现在要让你折服 用了一个什么 若有思义 所有东西都要藏起来 就好像 我这个东西是我的 我这个东西就不能让你知道 我这个东西就不能让你看见 有思心一样 阳气嘛 对于我来讲太重要太重要了 这就是我的思心 思心的东西是不能给你展露的 思心的东西就是要藏起来的 因为它对我们人体太重要太重要了 那可比我们口袋里的钱重要啊 你都知道把你我钱藏到保险柜里边 阳气是人体生命之本 你不仅仅要把它藏到保险柜里边去 你还要给它藏上 设上好多密码 按上好多指纹 不能随随便便让它暴露出来的 若有思意 太漂亮太漂亮的文章了 好了同学们 冬季的养生之道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用四节课的时间 即讲了顺春生 又讲了顺夏长 还讲了顺秋收 还讲到了顺冬藏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生 长 收 藏 是自然界当中的香 而自然界当中的这种香 它引合的 它顺应的 是自然界当中的道 道是什么道 天地之道 阴阳的变化 所以 有这么几句话 我觉得这几句话挺漂亮的 我们送给大家 咱也拽拽文 啊 叫什么 叫野方 啊 你看外边开了个小花 发而幽香 自然界当中 小草露出来了 小花长起来了 过去一闻淡淡的芳香味道 什么季节呀 春天 啊 还有什么呢 秀木 怎么办 家木啊 家木修 而 反音 外边的植物长得很高了 树上的灌也长得很大了 树叶子也全部长出来了 家木修 上一节课 刚给大家了 刺猬 翻秀 滑美 有了什么了 长得很繁茂 有了隐凉了 什么季节呀 当然是夏季了 风霜高节 刮风了 天高云淡了 夏霜了 啊 啊 自然界一派肃杀之性 叫风霜高节 秋季啊 水落 而 时 出 冬季 春 夏 秋 冬 山间之四十页 谁写的呀 很有名的一个人 叫欧阳修 在哪写的 最翁亭记里边的话 所以欧阳修在最翁亭记当中的这四句话 为我们高度的概括出来了一年四季 春生夏涨秋收冬藏的这种景色 自然界如此 人作为自然界当中的一员 尽管以为万物之灵杖 但是你和其他的生物一样 也应该遵循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规律 顺应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规律 你顺应它了 那你就把你和天和地融为了一体 这是在中医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叫天人合一 能够做到顺天顺地之神 顺应了四十阴阳变化之理 那我们就叫做什么 得道之人 得道之人 就叫圣人 所以这种乡 这种自然界的规律 内经里边把它叫什么 圣人从之 与这被之 是吧 违背了它 灾害就会生成 顺从了它 就无病无灾 可以延年以受 所以大家一定注意 你的地盘 你做不了主 谁才能做了主 自然界 所以自然界才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也叫做天 天 就讲的是自然界 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天命不可为吗 在上天 在整个自然界的规律面前 人只是其中小小的一个小人物 你要顺应它 你要顺应它 你一定不要去威逆它 威逆了它 轻则对你自身造成强害 重则自然界会对人类进行惩罚 所以 从养生的角度上来讲 我们必须做到的是 发与隐阳 合与属树 四位得道之人 好了 四季的养生之道 到今儿 就已经全部讲完了 明天 给大家高度的概括来讲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同志们好 前边我们用四节课的时间 给大家讨论了 黄帝内经素问四七条神大论当中的相关内容 也就是说 春三月刺乃发尘 夏三月刺乃刺为繁秀 秋三月刺为荣兵 冬三月刺为逼藏 在这四个月四个季节当中 如何去养生 四七条神当中 最后用八个字 为我们高度的概括了 一年四季应该如何养生的问题 因为这一节课 这一部分内容叫什么 叫做四七条神 四七讲的是四个季节 四个季节的阴阳变化之气 成节 上古天真当中所讲到的 发育阴阳合以数数而言 那是要告诉我们 人作为自然界当中的一员 应该如何效法自然 如何 和正确的养生 所以我们把它们高度的概括起来 我也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做效法天地 效法天地的什么 效法天地 阴阳的变化 不仅仅要效法天地 还要做到什么呢 还要做到信手 四十 四十 你发了天地 具有了空间的概念 你信守了四十 就有了时间的概念 时空的概念 就叫做欲和周 所以效法天地 所以效法天地 新收四十 干什么 如何做 这就是四十 四十条神当中告诉我们的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有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这一句话 历代的一家 他的解释都不大一样 所以当我们的后世之人在学习相关内容的时候 尤其是在谈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时候 常常是莫衷一世 我听谁的呀 都是大家呀 比如说唐朝有一位很大的很了不起的一家 叫王兵啊 唐王兵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研究内经的大家 唐朝的王兵 他在认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时候 他是从哪开始认知的了 他是从阴阳护制的原理上来认知的 我们前面在中医基础理论当中 我们讲到阴阳学说的时候 我们曾经谈到了阴阳学说 他的关系 在他的关系当中 我们讲到了对立制约 对吧 那么对立制约就叫做护知 所以王兵认为这个地方的阳 王兵认为这个地方的阳是什么意思啊 阳是制月的意思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呀 春夏制月阳秋冬制月阴 如何来制月阳如何来制月阴呢 他讲了他说春夏这个季节 自然界的阳气比较盛 人就会感觉到热呀燥啊 所以从饮食上来讲呢 吃一些寒凉的 比如春天吃点凉的 夏天吃点寒的 这个话一讲 可能我们今天的孩子们可能找到了由头了 孩子们说 人家王兵爷爷都说了 春夏要吃凉的 我就要吃冰激凌 我就要吃凉面 我就要吃什么 那么秋冬呢 秋冬自然界的阴气比较重 脂 所以秋冬要制阴 用什么东西来制阴 含着热 那到大冬天了就吃点什么 吃个火锅 吃个羊肉泡沫 炖上一锅羊肉 吃这些东西 温性的东西 这是王兵的观点 它是从阴阳护制的角度上来的 当然这也是从生活实践当中饮食习惯上而来的 我不能讲王兵先生讲的不对 但是我个人认为 在四七条神大论当中 结合前边的上古天真 在结合黄帝内经的其他的篇章来看 王兵先生的这个观点是有点偏破 我不赞同 我不能说人家不正确 我不赞同 那么明朝还有一位大一家 叫张戒斌 如果说张戒斌可能有些同志不太认识 张戒斌和我的名字 或者说我和人家张戒斌的名字还有点像 张戒斌叫做张景悦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景悦全书 新方八镇旧方八镇 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的一家 他是命门学派的创始人 所以张景悦先生 他认为 他和王兵的观点不一样了 他是从阴阳护根的角度上来谈的 阴阳的护根就是我们在以阳学所当中所讲的什么 护根护用 阳跟于阴 阴跟于阳 阳做阴障 阴又做了阳障 就是互为依据 互为前提 互为促进 你看王兵讲的是智悦 而张戒斌讲的是什么 所以张戒斌他认为什么呢 他是阳为阴根 既然阳为阴根 那么蠢夏养阳 就是为了秋冬养阴 所以蠢夏养阳族了 阳气养族了 阳气养族了 根基好了 才有助于秋冬阴德掌 那么反回来来讲呢 他是阴为阳之基 阴为阳迹 阳气 那么秋冬的阳阴 又是为阳气的化生 产生物质的 典型的从哪里来讲的了 从相互促进的角度上来讲的 所以你看 张戒斌和王兵 谈的是个翻饭字 谁正确 谁不正确 不能这样简单的说吧 因为王兵站的角度是阴阳护制的角度 对立制阅的角度 而张戒斌站的角度是什么 站的角度是阴阳护根护用 护藏的角度上来谈的 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是清朝的 清朝也有一位研究内经的大家 也姓张 叫张志聪 那么张志聪先生 他和这两个人的观点还不一样 他从哪儿而论的 他是从四十阴阳之气内外圣衰而理论的 从哪里 从四十 那就是春夏秋冬四季 春夏秋冬四季 又把它叫做阴阳四十 不同的季节 他的阴和阳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从阴阳四十 怎么样 内外圣衰 从这个角度上理论的 立的论 那么既然从这个观点上立的论 我们平常把它叫做论点 你看王冰的论点阴阳护智 张建平的论点阴阳护根 张志聪的论点阴阳四世内外圣衰不同 张建平这个这个张志聪怎么认识的了 张志聪他认为春天夏天 这两个季节自然界的阳气升 所以呢阳圣与外 圣与外里边呢 外边圣里边就虚 所以是虚于内 那么到秋冬季节呢 秋冬季节自然界的阴气圣 所以作为人来讲 他阴圣与外 而阴圣与外呢 那么他就虚于内 所以你看观点有了 论据有了 那么结论就应该出来了 春夏的季节阳虚于内 所以阳阳 秋冬季节阴虚于内 所以阳阴 所以你看三个大家 不同时代 不同时代 论点不同 论据不同 好像都能说过去理 好像都能说过去 但是在读内经的时候 一定要了解内经的经指是什么 内经是经典 他在我们 他给我们表达什么样的学术观念 他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内涵和本质 这是必须搞清楚的 尽管你讲的也有道理 但是你并不完全符合内经 所有传递出来的信息 那如何来了解内经不同篇章当中 某一句话的 他要传递的信息呢 那就要站在内经的时代 去研究他的文化背景 历史背景 医学背景 还必须掌握了解整个内经当中的学术观点 不能把某一篇文章孤立的开来 要把好多篇文章把它放到一块 综合性的去分析 所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音 从总体上来讲 我个人不同意王斌先生的 也不同意张介斌的 也不同意张志聪的 我个人认为 当然这也是目前很多学者的一个共识 春夏养阳秋冬养音 首先要明白这一句话 它处自于四七条神大论 四七条神大论当中 告诉的我们要顺应自然 天人合一 顺应自然一年四季阴阳变化的规律 然后顺从这个规律去养生 所以我们把这篇文章叫什么了 把这篇文章叫做 顺应自然的基本原则 首先要顺应 顺应什么呢 顺应自然 顺应自然的什么呢 阴阳变化规律 干什么 养生 啊 养生的什么呀 养生的原则 这是上古天真论 而不这是四七条神大论 这一篇文章要告诉我们的 所以四七条神大论在告诉了我们 春三月下三月秋三月冬三月以后 因为我们高度的概括出来了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最后还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道理 另外一个道理是什么 下一节课我就会告诉大家的 所以它既然是顺应自食养生的原则 所以在四七条神大论当中 它开篇就这样告诉我们 说复思食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什么意思呢 四食阴阳变化的规律 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生长壮牢 以必须遵循的规律 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根本 根本即使根又是本吗 所以内经当中其他的篇章里边 也告诉了我们 说生之本本于阴阳 所以第五篇就有的一阳一厢大论 一阳一厢大论的开篇就告诉了我们 阴阳这天地之道也万物之刚迹 生衰之万事 所以阴阳是什么 阴阳就是万物都必须追寻的规律 当然这个地方的阴阳讲的是四食阴阳 因为阴阳的起源是圆去诸物观太阳 进去诸身观生之而来的 既然四食的阴阳是万物的根本 那么反回来来讲 人应该怎么办 人和其他的物一样 你都是自然界万物当中的之一 阴阳是万物的根本 当然他就是人的根本 既然是人的根本 那我们人就应该怎么办 我们人就应该顺 就应该应 阴阴阳 顺从他 从之 则 苛击不弃 要是你顺从了四食阴阳的变化 你就不会发生疾病 你就会奄奄奄奄 那么反回来 春夏养阳 既然我们明白了前提是顺阴四食养生 我们也明白了复四食阴阳的万物之根本业 那么什么叫做春夏养阳 什么叫做秋冬养阴 这就好说了 所以春夏养阳 讲什么 春夏养阳 养是什么 养是生发的 运动的 兴奋的 向上的 那么它代表的是生 代表的是养 代表的是长 所以春夏要怎么 春夏要顺着自然界 是世界的春生夏长 所以春夏顺生长 秋冬呢 秋冬也要顺 秋冬顺什么 秋冬顺四食阴阳 秋收冬藏 所以秋冬顺收 顺藏 这就是对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本意的解释 那么具体的如何 具体的如何呢 我们把它分开来看 春天 秋冬顺养 对吧 对吧 春天养的是 秋冬 秋冬 秋冬要怎么 为什么要养秋冬啊 养秋冬 是为了促其生 所以春阳 少阳 祖祈生 那么夏天呢 夏天为太阳 所以夏阳 太阳 祖祈怎么办 祖祈长 怎么长 盛长 那么秋天叫什么 秋天叫少阳 所以秋养少阳 干嘛呢 秋养少阳 要收敛 所以祖 舒敛 冬天呢 冬天叫太阳 所以冬养的是太阳 养太阳怎么办 冬天要避藏 所以叫做冬养太阳 祖 逼 祖 藏 这就叫做春夏 养阳 秋冬养阴的内涵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的原则理解成顺应四十阳阳变化的养生原则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原文告诉我们 福四十阳阳阳这万物之根本也 明白了这个前提 那我们就应该明白了春夏顺生长 秋冬顺收藏 那么具体到四季 那就是春阳 少阳 祖祈长 秋冬顺 秋冬顺收藏 秋冬顺收敛 冬顺太阳 祖祈必藏 所以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叫什么 要效法天地 要信守四十 你只有发了天地 你只有守了四十 你才符合上古天真开篇告诉我们的 智其道者怎么办 发育阴阳 合于数数 这样才能达到延年益寿的结果 好了 同志们 关于四十的养生和春夏养阳 秋冬养您如何来理解 就讲到这儿了 下一节课 我们继续讲四七条神大论当中 最后的一个学术观点 也就是它最后的一段文字 如果大家手头有相关的参考资料 请你去提前把最后的那一段文字看一看 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儿 同志们好 前面我们主要给大家讨论了四七条神大论当中 顺应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来养生养长养收养藏 同时我们给大家解读了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就是要顺应天地的阴阳 要顺应四十的阴阳变化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四七条神大论当中 最后的一个观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四七条神大论当中把它叫做治胃病 治胃病的思想呢 它重点地突出了预防为主 积极治疗 大家应该很清楚 在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我们每一个乡镇卫生院 我们每一个医院的大门口 都写着这八个字 预防为主 积极治疗 但是不知何时 预防为主的思想 已经从人们的脑袋当中消失掉了 近些年来 人们又把这个思想又提出来了 又拾到了自己的意识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见到的是 很多很多人都在讨论如何养生 如何养生 所以养生的内容 源自于皇帝内经 这是中华医学当中的归报 也是我们的医学当中 其他任何医学门类当中都没有的这种思想 那么治未病的思想 在内经当中是怎么提出来的 内经当中用了两个比喻 四季条神大论最后再讲 说圣人不知已病至未病 不知已乱至未乱 那么也就是说 当发生了疾病再治疗 这是一个境界 那么第二个境界呢 就是没有发生疾病 我们就去治疗 那么对一个国家来讲 当这个国家很安的时候 我们去认真的治疗 还是到这个国家出现了问题以后 我们再去治疗 这就叫做 圣人不知已病至未病 不知已乱至未乱 紧接着内经的原文又告诉了我们 病已成而治之而后要之 乱已成而后治之 辟友可而穿井 兜而助追 很简单的两句话 什么意思啊 就是当疾病已经发生了 我们再去治疗 当这个国家已经乱了 我们再去治理的时候 就像什么一样啊 就像口渴了 我们才去挖井 就像已经发生了战争 我们才去铸造兵器一样 这不是已经很晚了吗 所以用了一个渴而穿井 兜而助追 来比喻治未病的重要性 那为什么内经的原文当中 即谈到了治病 还谈到了治国呢 因为乳和医是相同的 古人经常在讲 说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 所以当通宵了中医药的文化 明白了中医的哲理的时候 上可治国 下可治人 那么也就和我们儒家文化当中 所讲的什么 修身齐家 平天下 是一个道理 所以治未病这一段的话的内涵是什么 或者我们说治未病的内涵是什么 治未病它首先包括了 胃病 现房 还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 我们要积极的去预防 如何去预防 其实我们这段时间 一直在讲的就是未病现房的道理 比如说在前边 我曾经给大家讲到了 养生要明晰的几个问题 我还给大家谈到了 心若在受长存 而在心若在受长存当中 我首先告诉大家 心中有道 心中有法 心中有态度 源自于哪里 源自于上古天真论 素问的第一篇文章 上古天真论当中 明确的告诉了我们 治七道者 要怎么样 发育阴阳 和语 叔叔 这是不是我们这段时间 一直在强调的内容 效法于田地阴阳 信守于四时积极的变化 同时在四七条神当中 四七条神速问的第二篇 四七条神大论当中 我们是不是也在一致强调 最后上一节课 给大家落脚到哪了 给大家落脚到了 春夏 要养阳 秋冬 要 养阴 不论是直七道者 发育阴阳和语鼠数也好 还是在四七条神大论当中 所讲到的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也好 只是强调了一个词 强调了一个什么词啊 强调了一个 道 所以我在前面有一节内容当中 我专门给大家讲到了 心中有道的问题 道 道法自然 道 天地之道 所以内经当中论道论的也是最多的 两百六十九次的论道 道论的是什么 道论的是规律 什么样的规律 天地规律 四十之气的变化规律 人的生理规律 人的病理的规律 那么人的生理 一定要符合天地阴阳之气 一年四十之气的变化 所以从生理上 你要符合天地四十的一样变化 因此 养生必须做到的 就是要顺应天神 天地人 三才呀 是不是啊 三字经里边讲得很清楚吗 三才是什么 三才就是天地人 大家再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我在中医基础理论的 阴阳学说当中 我曾经给大家谈到过 窑的问题 是吧 一个横杠为阳窑 两个短横杠为阴窑 窑构成了 瓜 是不是啊 在八卦当中 八卦当中是三个窑词 三个窑形成了一个瓜 那么在六十四卦当中 是六个窑 形成了一个瓜 所以八卦叫单卦 六十四卦叫做副卦 每一个卦里边都是三个窑 这三个窑岂不是代表了上天 下地 中间人吗 天地人的三才吗 所以人是天地当中的人 当然就必须遵循天地之规律 而天地的规律 在内经当中 被显贤们总结为道 所以只有知道了道 懂得了道 明晰了道 并且能够准寻道得人 才叫做圣人 然后圣人比闲人就强 闲人再往上 圣人再往上面走呢 那就是知人 知人再往上面走 那就叫做什么 真人 所以圣人常常告诉自己的子民 告诉自己的人民应该如何 所以我们还有一节课 专门讲的是 学习圣人 是不是 长寿百岁 那么圣人交给大家 教给什么 圣人教给大家的 就是天地规律 和人的规律 而人的规律 一定要符合天地之规律 所以内经当中 也明确的告诉了我们 说从阴阳则生 你顺从了一年四季 四十的阴阳之气 那么你的生命 就是长寿的 反之 你不从了你就是腻 腻了谁 腻了阴阳变化的规律 则死 当然这个地方的死 并不是死亡 那就是讲什么了 一个是寿命短 二一个寿命的质量不高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那就是生病 是不是 身体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还叫做什么 叫做从之 则知 反回来逆之呢 则乱 你顺从了阴阳变化的规律 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们把它叫做 隐平阳厉之人 你异了阴阳的规律 那么则乱 乱了就叫做什么呢 阴阳的规律被打乱了 那么人的阴阳就不不协调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阴阳力决精神乃劫 所以整个治胃病的第一层含义 从胃病县房上来讲 那你就是要什么 遵从道 顺从道 那也就是要顺从自然界的规律 那么其二一层意思呢 除了未病先防 假如说得了疾病怎么办 一不留神 邪气入侵 发生了疾病了 发生了疾病 那我们就也要防 防什么 防传 叫做疾病防传 为什么会传 因为人是一个整体的人 五脏六腑 形体观翘 通过经络 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 所以中医里边讲的人是几个系统 五大系统 心系统 肺系统 皮系统 肝系统 肝系统 肾系统 而每一个系统之间 他们都有着什么 错综复杂的联系 因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既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大家再回想一下 我在中医基础理论当中 我曾经谈到过 五行学说当中 我谈到过母子相继的问题 比如说 母子相继的问题 那就是母病疾子 子病疾母啊 比如说肝因亏虚了 那么肝因亏虚以后 肝为墓葬 谁生母啊 水生母 水生母是水 哪一个葬应得水呢 身 所以常常会出现 肾因也会出现亏虚 那么由肝因亏虚导致了肾因亏虚 叫做子病疾母 由肾因亏虚累积到了肝因亏虚 叫做母病疾子 叫母子相犯 是不是 当肝火 肝火旺盛的时候 会引起心火的旺盛 因为心属火 肝属木 木生火 这叫做母病疾子 翻回来 当心火康盛的时候 也会累积到肝 出现肝火的旺盛 这就叫做子病疾母 所以我们明白了 母病可以疾子 子病可以疾母 那么这就在疾病的发生过程当中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传边 比如说这个人肝因亏虚了 他出现了肝因亏虚的症状 那么我们按照五行的母子相传的规律来看 它会累积到肾因 现在是肝因亏虚 下一步就会累积到肾因亏虚 最终导致了肝肾亏虚 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眼睛只可以盯在肝因亏虚呀 肯定不是 盯住肝因亏虚不放 寻着规律去寻求它会影响到谁 会影响到谁提前在那个地方 去把谁就给管住 虚容易导致虚 我们就及时把它补一补 容易导致时 我们就把它及时谢一谢 所以按照五行的相生所确定的治疗原则 就叫做补母谢子 当它的子行亏虚的时候 我们要去补子行的同时 要怎么呀 要坚固的补一补母行 当它的母行康盛的时候 食的时候 我们在谢母经的同时 要坚固到谢子经 这不是按照疾病防传的规律而来的吗 那么除了母子的相鸡 母子的相犯 我们还谈到了五行之间 它还可以出现什么 相秤和相物的问题 相秤和相物的问题 比如说干木 它刻谁呀 它刻的是 皮图 那么谁又在刻干木呢 费金 所以费金刻干木 干木刻皮图 翻回来 如果说干这个地方 干气有余了 当干气有余的时候 干气有余了 它多了 那么它对皮就会造成过度的克制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什么 过度的克制了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秤了 当干气有余的时候 还可以说什么 余而化火 鱼而化火 就会上行 寻经上犯 就会影响到飞 所以临床有一种情况叫做木火行经 而木火行经 我们也把它叫做相物 所以假如说我们见到了一个肝气郁结的患者 现在仅仅表现为肝气郁结的症状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到肝气郁结了 对吧 那么它容易过度的克制皮图 那么我们在疏干的同时 是不是就要去健健皮呢 同时如果出现了肝火了 现在不仅仅是肝气郁结 已经育而化火了 成了有了火了 就会上饭 寻经上饭就会影响到它 所以当出现了肝经有火有热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倾泻肝经食火的同时 那我们是不是叫肩固到肺的问题 所以这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防止疾病发生传变 所以在难经的七十七难当中 明确的告诉了我们见肝之病 荡先失皮之说 就是见肝之病荡之肝要传之于皮 因此在这个地方要把皮固护住 这不是我们在五行学说的 相克的治疗原则当中所谈到的 一腔腐弱吗 所以我们当时曾经讲到过 一个治疗的方法叫做 疏干肩皮 是吧 我们还讲到过一个什么呢 左肩屏幕 是不是都在这样讲啊 所以这就是按照相生的模子传变 和相克的相乘相伍的传变 这是叫什么 这就叫做道 这就叫做规律 掌握了这个规律 按照这个规律 我们积极的防传 那就叫疏 那就叫防法 所以治疾道者 就有了具体的方法 在这个地方 治疾道者有了养生的方法 在这个地方 治疾道者有了防传的方法 所以治疾病 就这两层的内涵 在这两层的内涵当中 什么最重要 治疗 那就是掌握规律 掌握了规律 我们才能有了相应的方法 好了同志们 皇帝内经当中 提出来的治卫兵的思想 就这么简单 当你明白了这么简单的 一个内涵的同事 我们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给同志们做一点阴神 阴神到什么地方 其实这个词大家都听说过 而且这个词这近两年来 已经挂在了许许多多的 国人的嘴上 尤其是每年 到了福天的时候 一到夏至日 很多人就把这个词用上来 叫什么呀 东病夏至 但是你听说过 夏病冬至吗 冬病夏至 就是典型的运用了 皇帝内经四条神大论当中 春夏洋洋的思想 把它怎么呢 把它具体的运用到 临床时间当中来的 春夏洋洋的思想 在临床上的实用 在临床上变得推广 就叫做东病夏至 所以这个思想 源自于内经 而发祥于明清时期 在明清时期 广为普及 那么今天 在我们的国土上 又悄然兴起了 终于日 养生潮 所以许许多多的人 就把东病夏至 拿出来了 当然 在皇帝内经当中 不仅仅 四条神大论当中 说的春夏洋洋 是东病夏至的理论源头 素问的第四篇 素问的第四篇 叫做 金贵 真言论 在金贵真言论 这一篇文章当中 他也提到了一个观点 叫做 长夏盛东 这个圣字呢 我在这地方不走过多的解释了 因为这个圣字 它牵涉到了 皇帝内经当中的 另外一个学术的分支 叫做运气学说 牵涉到运气学说的内容了 简单的来理解 那就是长夏 圣冬 那就是冬天的疾病 冬天容易发生的疾病 冬天症状容易加重的疾病 治疗的过程当中 在长夏这个季节去治疗 因为长夏是圣冬的 所以这两个理论的渊源 产生了一个结果 叫冬病夏至 其实我今天在这个地方阴伸出来的内容 并不是要简单的告诉大家 冬病夏至 它的理论渊源在哪里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何正确的理解冬病夏至 你如何来理解冬病夏至的问题 所以首先大家要搞清楚 冬病夏至讲的是什么呀 冬病夏至讲的是冬天容易发生的疾病 或者说冬天症状会加重的疾病 在什么时候去治疗 在长夏季节去治疗 这是它的本意 但是我们今天呢 对冬病夏至有了很多很多的曲解 或者说过度的解读 这就不应该了 或者说你把冬病夏至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 当成了一个噱头 这可能就背离了皇帝内经的初衷 背离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 丰富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了 所以我们今天一看到冬病夏至 常常就有人告诉我 说张太太我们那个地方 人家那个什么地方 那个贴贴子呢 说贴啥呀 三幅贴 我说那你贴的三幅贴干嘛呀 说你看我有过敏性鼻炎呢 我想贴个三幅贴 我有过敏性哮喘了 我想贴个三幅贴 我关节疼了 我也要贴个三幅贴 这个吧还能简单的说过去 比如说一些咳喘类的疾病 那么它就是冬天的发病率高 症状容易加重 这个去贴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过敏性鼻炎是冬天发病的吗 恐怕不简单吧 很多的过敏性鼻炎 恰恰是在涨下季节 有些过敏性鼻炎 恰恰是在秋季的前半截 秋分以前 还有些过敏性鼻炎 是在春季 对吗 那你此时也用冬病下肢的方法吗 背离了吧 更有糟糕的是 有一些疾病它根本就不是冬病 人们也用噱头 要给人家去进行治疗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问题 所以冬病下肢 首先大家要明白 不是所有的疾病 都能用它的 其二一个要明白的是 不是 即使是冬病 我们要进行下肢 也不仅仅就是一个三伏切 三伏切 并不是古人给我们提出来的 三伏切 是建国以后 才出现的 干什么呢 就是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 我们俗称的老慢之气管炎 是不是 所以你不能把一个三伏切 吹得神乎其神 什么玩意儿 我这儿一提 一个熟天 一个熟天 我贴三次 贴三次就把这个疾病根治了 瞎扯 糊弄 噱头 坑人 蒙混老百姓 这是简绝不应该出现的 这是第二个大家要搞清楚的 当然现在有些医院也在搞这个事情啊 也在搞这个事情 那么第三一个 大家必须要明白的 即使是一个冬病 即使是一个冬病 我们也要进行下肢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应该用下肢的方法 看啊 注意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给大家纠正的是 三伏贴并不是懂病下肢的全部内容 三伏贴只是懂病下肢的一种方法而已 第二一个 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可以用懂病下肢的方法 这是我在强调的病 病种 第三一个我强调的是什么呢 即使是懂病 比如说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的的确确都是冬病 就是到冬天这个疾病就会加重 或者这个疾病就会发生 比如说慢肢器官炎 也不是这三个人都要在这个季节都能够治疗的 为什么 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中 看病不仅仅是要隐时隐地 隐人吧 还必须辩证吧 是不是 那么这个人在正好在这个熟天的时候 或者在这三伏天的时候 他此时的体质如何 他有没有相关的其他类的一些疾病 他现在的体质或者他现在的状态 适合不适合于用这种方法治疗 要因人而依 而不是说你一看到你啊这个词 大家都成群的结对的组团的 到人家那个地方去治疗去了 你适应不适应 这个必须在 必须在一个什么来 具有着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治疗 请注意我强调的是专业的医生 这个专业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内涵 请大家慢慢的去品味 那么第四一个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呀 保健养生 大家都想做 谁不想让自己健康啊 所以一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 打折冬病夏至的旗号 什么刮沙也来了 理疗也来了 拔罐也来了 爱酒也来了 所有的东西都到这个地方来凑热闹来了 都扛的是冬病夏至的大旗 这很可怕 这很可怕 我随便给你讲个简单的故事吧 竟然我们有一个患者 给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说他这个地方有个肿块 到医院去检查 这个地方 癌变了 什么癌 陷的 大家要知道癌变里边既有腺癌又有磷癌 腺癌 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然后我们这个患者竟然不知道 应该去接受规范化的治疗 竟然问我 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做爱酒啊 童子们 爱酒不是万能的 再比如说 我有一个患者 皮肤病 湿疹 整个腿上 全部是皮肤损害 往外边 测那种淡黄色的水 中医里边 西医里边 把它叫做湿疹 中医里边 把它叫做湿疮 养得很灵 很厉害 局部的皮肤是潮红的 有脑痕 还有血痕 流的是什么水 渗出来了是淡黄色的水 请注意这么几个词 皮肤 局部的皮肤 潮红的 什么样的水 黄水 那么它是什么样的血气 热血 还有什么样的血气 湿血 所以从中医的辩证上来讲 它是湿热 止血 患者来了 也问我 说张教授 你看我这个皮肤 是这样的 那你给我开点中药吧 人家说我到那个地方 去做做爱酒 我说你要去爱酒 就请你去爱酒 病情加重了 你再来找我 请你千万不要吃我的药 你把我的药回去一吃 你再做个爱酒 后天症状就加重 皮肤就亏烂 大后天你就来找我 张教授 我怎么吃了你的药 我这个皮肤成这了 到底是你吃我的中药 吃出来的 还是你的方法不对头 所来的 你说这种情况 既然是一个湿热之血 你其结果 你去到那个地方爱酒去了 岂不是火上浇油 竟然还有人 自己就是个皮肤病 皮肤损害 他要到那里帮刮沙 你还嫌那个皮肤损害不严重 还讲得很清楚 我刮刮沙 我把里边的沙子就刮出来了 我一句话都没客气 我说你不是刮出沙子来 你可能刮出土来了 哪那么多沙子啊 是不是呢 活整吧 所以一系列的东西 都纷纷来到这个地方 凑热闹 就像春天 园子里边的花一样 什么花都开了 太可怕了 同志们 请注意 我对刮沙没意见 我对八卦没意见 我对爱酒没意见 我对谁都没有意见 方法都没错 关键是用对没用对 是不是呢 这把菜刀拿过来切菜 是厨子 你拿过来这把菜刀 你切菜的同时 把手指头给削掉了 那他叫做利器 那你要把人杀了呢 他叫凶器 刀 有错吗 没错 所以刮沙没错 理疗没错 八卦没错 爱酒没错 怕的是 用的人用错 怕的是 你不懂得其中的道理 你胡用 为什么你不懂得其中的道理 你胡用 你只知道了 书 而从来不知道 道 所以很多同志 在听课的过程当中 纵想刀下剪菜 有很多学员说 张老师 你能不能给我们讲点食用的东西 我说啥叫食用的 他说 意思就是 你让我把这一个馒头一吃 我一吃我就饱了 那么我就请问 你能吃几个馒头 他说能吃仨 我说好了 那你把前面两个馒头扔掉 直接吃第三个不就饱了吗 能不能这样呢 不可以的 所以道 永远要比数 高得多得多 理论的问题搞不清楚 基础的东西搞不明白 那我们就想刀下剪菜 似乎不大可以吧 中国的古人常常讲 磨道不误开禅功 中国的古人还在讲 不见其增日有所长 这本身就是自然界的规律 同志们 所以在这一节课当中 本来很简单的内容 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叙叙叨叨这么多 因为见到的东西实在是太触目惊心了 见到的东西实实在在是太让人有点害怕了 同志们 我们有人做爱酒做的耳鸣的 我们有人做爱酒做的头晕的 那你能怨爱酒这个方法吗 那你只能怨 你本身就不是应该做爱酒的人 因为你没有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不知道爱酒适用于什么样的疾病 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 爱酒它能够治疗什么样的疾病 你更不知道爱酒它通过什么样的激励去治疗疾病 所以这些所有的道你都不懂 你只是把它拿来当成了一种方法 你就想得到一个延年益寿的结果 用对了 碰的 用错了 后边这个话我也不想说了 所以还是告诉大家 一切遵从规律 要想把中医里边的有些东西学明白了 还是建议大家把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没有任何捷径可去 好了同志们 我们回顾一下 治胃病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预防 还强调的二层意思是什么 积极治疗 预防 预防什么 胃病献防 如何做到胃病献防 发育阴阳 核与鼠数据遵从自然界的规律进行养生 如何积极治疗疾病防传 发生了疾病就要看到疾病的传遍规律 看到它的规律了 防为杜剑 提前去把那个地方截住 截断它的途经 所以什么样的途经 按照五行来讲 不字相反的规律 相称相五的规律 这就叫做智慧病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儿 四七条神大乱 我们一共给大家讲了六节课 到今天为止 黄龄的已经速问四七条神大乱 讲完了 下一节课 返回到上古天真去 去学习上古天真当中 如何论述人体的圣气 返回来来说 也叫做 圣气到底对我们人体 有多么重要 好了 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